第201章 没有好下场 眼看着天空都已经飘飘洒洒地下起了雪墨子 许玲之一家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得赶紧去典当了一些之前置办的东西 像是后世的棉衣棉裤这些 之前他们家每个人都大手笔地准备了好几套 现在想想也没有那个必要 毕竟往日在许家村的时候 大家可都是只有一套破棉衣将就着穿的 实在是玉秀除了给没有动他们的衣服 像是那些首饰之类稍微值钱的东西 全都给他一扫而光了 宅子里的桌椅板凳 过碗瓢盆这些都只留下日常所用的必需品 其他的全都让许家的几个哥哥 给拉到大街上去低价处理掉了 即便如此 一家人在家里搜罗了大半日 得来的银钱也就只有七八两碎银子 这次几人不敢再买什么好粮食 只挑挑拣拣地买了一些乘粮回来 前些日子大价钱买的炭火也没有了 几人干脆借了一架平板车 跟着出城砍柴的人后面 也去拉了几车柴火回来 前些日子别人家都吵吵嚷嚷地搭建火炕 许清荣家当时还觉得自己囤了那么多炭火 哪里用得着用什么火炕 说是用砖头泥巴给搭建起来的 这不是坑人吗 往日不屑一顾的事情 此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搭建火炕的工匠们都离开了 即便是人家现在愿意给他家搭火炕 许家口袋里也摸不出半个铜板了 好在许凌芝的几个哥哥都是身强力壮之人 以往在许家村时 也是上山下地的一把好手 再加上如今家中也算是遭了大难 为了一家人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冬季 大家也是拼了命地去砍柴 许凌芝跟皇室也跟着去了 帮着把那些砍下来的枯树枝什么的捆好 再捡一些松软的树叶之类的 留着点火 终究许凌芝还是有那么几分运倒在身上的 等到这场大雪真正下下来的时候 许家终于也重新囤积了几个屋子的柴火 粮食虽然是不多 但是只要大家都省得些吃喝 熬过去的冬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玉秀也趁着这几日带着许清和跟崔氏一起 三人利用空间找到了老许家人被卖去的那处矿山 原来这边是一处煤矿 是属于朝廷的直属管辖 许家村人被卖过去之后 虽然整日被打骂催促着干活 但是暂时却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玉秀一家人过去的是大白日 也不好突然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于是这一家三口就待在空间里 一边嗑着瓜子喝着奶茶 一边透过透明的空间墙壁 欣赏许清海兄弟俩吃力的挖煤 许清海的三个儿子也在这里 他们力气大 每个人都负责一个独人车 车上放上一个装满了煤炭大筐子 只要装满一车就要马上推着送出去 就连三房的小少年许文峰也不例外 他人小力气也不大 便拎着篮子去捡掉落在走道上的碎煤炭 因为这道路不平整 推车的人只有使出全身的力气 才能控制好的独人车的平衡 即便是有煤炭掉出去了 也不敢弯腰去捡 于是这些就成了许文峰跟其他几个孩子的活迹 要是被那些负责看守的人发现 地上有煤炭煤剪 手中的鞭子可是不会认人的 就玉秀几人说话的功夫 只许文峰一人就被抽了好几下鞭子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也是动不动就被抽上几下子 可能是煤炭的需求量很大 管事之人催促得很紧 那些看守者也只是抽打他们背部几下 并没有下死手把人给打伤 毕竟打伤一人就少一人做事 赶不上进度 上面之人要是怪罪下来 他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玉秀还在感叹这些男人们真是可怜 也不知道高氏等女眷如今怎么样了 就发现很快就有一群女人出现 他们也是用独轮车推着几只大桶 看着那热气腾腾的样子 应该是吃饭时候到了 除了玉秀熟悉的许桂花跟高氏 许家村的其他一些妇人们也都赫然在烈 看他们那满脸麻木又惊惧的样子 过来这几日也没有少受折磨 忙碌了一天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 大家捧着碗也不顾烫嘴 端着就是一阵狼吞虎咽风卷残云 许文峰看着高氏这个亲娘 忍不住跑过去抱着她的胳膊痛哭 正好被看守地看见了 上去就给两人一顿痛打 鞭子家带着呼啸的风声 狠狠地落在母子两人的身上 高氏还是很疼爱自己的儿子 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还是尽力地把许文峰给护在怀里 自己硬生生地承受着抽打 与他相比 许青江就不像是个当爹的 从始至终他手中的饭碗 就没有放下来过 听见妻子跟儿子的惨叫声 他也只是翻翻眼皮子 朝着那边看了一下 就继续埋头和那碗能照出人影的西周 好了好了 本来人就不够用 可别把人给打坏了 眼看着高氏 那本来就破烂的衣服 已经被抽打得成了破布 另外一个管事地发话了 这看守在信信地收起了鞭子 朝着地上哀哀哭泣的人呸了一口 走吧 这些人即便是被人折磨死 也赖不到我们头上 看他们这样子 也算是得到报应了 崔氏不想再看这些 能够知道这些人没有好下场 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等把我的身世给查清楚之后 我们一家人 就只管好好的过日子 这些人是死是活 都不关我们的事了 许青和扶着崔氏的胳膊 眼神却一直停留在 许青海跟许青江这兄弟俩的脸上 老王妃不让他插手这件事 他自然是相信自己的亲娘 会尽快查明真相 让他能够早日认祖归宗的 至于老许家的这些人 就算是亲生兄弟 那也在他们狠心 推他下山崖的那一日 就已经断得干干净净 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一家人回到府里 张文堂父子俩 正在忙碌着跟人收药材 因为这个寒冬很冷 大家闲着也是闲着 随时便决定带着大家 趁着这个时候 给做出一批药丸来 第202章 许家学堂开课了 那边的药堂 已经布置得差不多了 各种各样的药材 也联系了药材商送过来 现在那边的院子里的人 都被叫回了家里 由张文堂安排好食宿 崔氏亲自教导他们处理药材 好在这个院子够大 这么多人也是住得下的 许清和专门让人 收拾出来几间屋子 来堆放药材 府里能做事的人男女分开 玉秀又借鉴了一下 现代的流水线工艺 让这些人分别负责 各种药材的处理 切断的就专门切断 墨粉的就只负责墨粉 还有像是熬制 搓丸子 装瓶等等 大家都各司其职 互相不去掺和别人的事 不但是熟能生巧 做得更快更好 还不会让人把方子给学了去 当然了 即便这些人都是牵了死气的 许家人也还是留了一手的 像是所有的药材 都研磨成粉末之后 具体的配比 还是由崔氏来掌握的 再说 这些药方都刻画在他的脑子里 玉秀跟许清和 即便是想要帮忙 也是爱莫能助 每日看着崔氏 挺着的大肚子忙碌 许清和连的药方都看不懂 也是急得不行 挣扎了许久 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问玉秀 他这个年纪了 要是想学识字 还来不来得及 老爹想要学习好给老娘减轻负担 这也是玉秀希望看到的 至于说什么来得及来不及的 那当然是肯定来得及了 许清和如今也就三十出头 要放在前世 还是刚出社会没多久的青年 正是想要闯出一番天地的好时候 本来玉秀还想着 要给他请个先生来教他 但是许清和想了想 便直接去找了家里的帐房先生杨老五 杨老五虽然没有考中什么功名 但是说 要教导许清和识字 还是手拿把掐的事情 玉秀听说杨老五答应 每日里抽一个时辰 来教许清和识字 便立马想到了一个主意 一投杨是放 一群杨也是赶 不如看看府里的其他人 愿不愿意学识字 让杨武叔给一起教了 我们每个月给他多发一份工钱 述修便是了 主要是要不到时候开张 要是大家都是大字不识之人 也很是不方便 对于这些丫头小四来说 会读书会认字 都是非常的了不起之人 他们只有仰望崇拜的份 如今 一听主家请人免费教导大家 他们心中都是十分的激动 每日里干起活而来 手脚都更加的麻利了很多 到了规定的十字时间 所有人都早早地搬着凳子过去 一排排地做的笔直 像极了前世的小学生上课 玉秀也找人给定制了一块大飞板 再从系统空间中 兑换了一些普通的粉笔 一个临时的许家学堂 就准备好了 玉秀还以为 只有那些丫头小私们 愿意学习认字 像是他身边的清代清之 崔氏身边的紫苏芙蓉 就早早地征求了主子的同意 做完手上的活就过去了 哪知道玉秀陪着崔氏 过去查看时 还被吓了一跳 不是很大的屋子里 被挤得满满当当 上到许清和这个主子 下到赶车看大门的 鱼儿牛父子三人 还有负责大厨房 做饭的陈氏等人 就连那几个 跟在崔氏后面 学了一阵子的几个吻婆 也是做得端端正正地在听讲 见大家都学习得那么认真 玉秀跟崔氏也没有打扰他们 雪已经纷纷扬扬地下了下来 起初还是雪栗子 很快就变成了 像鹅毛一般的大雪 好似一夜之间 天地间就变得白茫茫的一片 远远望去 不管是房顶上 还是树梢上 都被积雪给覆盖了起来 早上的时候 雪停了一会儿 玉秀站在院子里面 还能够听见外面的大街上 有孩子奔跑笑闹的声音 他今日不但给自己 穿上了厚实的保暖内衣 还穿了一件柔软的 纯羊毛线衫 外面再穿上一件 手工制成的棉衣 也是丝毫感觉不到冷衣的 玉秀在前世 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此时 见着这满世界 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还感觉到挺新奇的 如今府里住着这么多人 管家张文堂 早就安排好了扫雪的名单 此时那些小厮们 手中都挥舞着铲子之类的工具 把院子里厚厚的鸡雪 给铲到墙角去 他们只负责铲除 上面厚实的鸡雪 后面则跟着一排丫头们 把剩余的鸡雪给清扫干净 一群人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很快就在院子里 清理出来一条通道 不过这通道也没有留存很久 因为天空很快就又开始飘起了雪花 没多会儿 就把小道给重新覆盖了起来 玉秀搓了搓手指 去到崔氏的院子里 老爹已经去前院 看那些人干活了 崔氏也穿着厚厚的衣服 正坐在窗前 看院子里的人扫雪 娘 可别动着了 玉秀过去关上了窗户 又让院子里忙活的几个丫头 去做其他事情 有一条能通过的小道便行了 反正天还要继续下雪 即便是铲得再干净 都是白费力气 丫头们硬生退下 崔氏才笑着问玉秀 你还记不记得 许家村很少会下大雪 那年整整下了好几日的雪 才总算是让地上有了一层积雪 崔氏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苦涩 玉秀知道 他想到了 曾经在老许家受科待的日子了 连忙接过来话头 那哪里能忘记 我记得那次下了好几日的雪 上不了山也下不了地 爹便留在家里陪我们 还忙活了好久 总算在门前堆了半人高的一个雪人 远主的记忆里 这件事也是深深地刻画在他的心里 那日为了堆那个雪人 许清和一个人 把老许家门前的积雪 都给产到一起 又忙活了好半天 才总算是堆起来一个半人高的雪人 那时候玉秀还小 看见这雪人高兴得不行 围着这雪人又唱又跳 不过还没有等他欢喜一会儿 雪人就被大房的许文林兄弟几人 给踹翻在地 远主哭喊着上前阻止 那几人不但不住手 还捡起地上的雪团子 往远主的身上砸 远主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小丫头 本来就生得幼瘦又小像颗豆芽菜 哪里会是几个皮小子们的对手 第203章 你们到底是人是鬼 眼看着拳头搭的雪团子 不断地砸到自己的身上 远主只能一边哭 一边抱着自己的脑袋四处躲避 大房的兄弟几人更得意了 好似找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一般 不断地用雪团子砸远主 那雪团子也是越捏越大 劈头盖脸地朝着远主砸了下来 等到崔氏跟许清禾 听到他的哭喊声跑出来时 远主的脑袋上都被砸破了好几处 一只眼窝也是又青又紫 嘴巴也在逃跑躲避时摔破了 不但掉了一颗牙 还流得满地都是鲜血 即便是这样 几个皮小子完全感觉不到丝毫害怕 一边做鬼脸 一边继续捡雪团子砸人 自家闺女被欺负成这样 老许家的另外几房人都像是听不见识的不管 许清禾跟崔氏都气怒得不行 崔氏抱着远主去院子里清洗 许清禾气地捡起门前的一只扫把 就朝着那三兄弟们打了过去 三人也不会老实地等着挨打 见到自家二叔这怒气冲冲的样子 当即也吓得四散奔逃 一不小心 大房的老三许文山脚下一滑 就摔了个屁股蹦 哇 二叔打人 这一下子可不得了了 许文山哭得那是震天响 本来在屋子里装聋作哑的老许家人都冲了出来 抱着许文山肉啊 心啊都喊着 王氏像是个疯子一般的朝着许清禾冲过去 一边哭喊一边撕打 几把就抓得他满脸都是伤 许清禾一个男人 总不能跟自己大嫂一个女人去还手 只得不停地抱着脑袋躲避退后 倒得十分的狼狈 许家的其他人都在那里冷眼旁观 没有一个人上来帮忙说话的 最后还是王氏自己打得累了 才松开许清禾的衣服 就算这样 秦老太婆也是说是许清禾不对 她一个做人二叔的 还好意思跟自家侄子动手 简直就是丢人现眼 至于说 园主当时被打得满身是伤 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都是孩子们在一起玩闹罢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小孩子都皮实 根本就不用管 没几天自己就会好了 因为这件事 园主在屋里养了好些天都不敢出屋 好在冬天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才算是把头上的伤疾养好 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 可能是这件事 给园主留下了很深的伤害 以至于即便是过了这么久 玉秀在想起当日的事情 还能很清晰地回忆起 大房三兄弟 那嚣张的笑声 和自家老爹那暴怒的吼声 只不过 如今又下了这么大的雪 也不知道那兄弟三人 如今还能不能嚣张地起来 玉秀看着院子里的那厚厚的积雪 突然就想要再去矿山看看 本来想要跟崔氏交代一生后 就自己出去的 转头就见到崔氏眼里 擒着闪闪的泪光 自从那年 你被那几个小畜生打伤 许是上天怜惜 崔氏很是感叹地念叨了一句 跟玉秀一样 她也想到了那年大雪 二房一家人的凄惨遭遇 娘 咱们再去看看那些人吧 玉秀决定带着自家老娘一起去 反正她也不是没有那个实力 两人说走就走 把崔氏送进空间里之后 玉秀关好门窗 去前院跟许清禾说了一声 让她帮着打个掩护 就离开了家里 此时城里城外 都像是被盖上了一条雪白的毛毯 路上看不见几个行人 街道上的店铺都没有开门 只有各家门前有人在忙碌着铲雪 好在各家都提前对房屋进行了修缮 玉秀在城里转悠了一大圈 也只看见有几处偏房 被积雪给压塌了 本以为今日下了 雪气温又很低 矿山会让人休息一下 哪知道玉秀过去的时候 就见到这边的积雪 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那些人像往常一样 还是在继续干活 不过 那些看守和管事的也怕冷 都缩进不远处的小木屋里去烤火去了 玉秀接近的时候 还闻到里面传来一阵诱人的烤肉香味 看来这些人还是蛮会享受的 这边山路崎岖陡峭 再加上又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 如今山上除了那些干活之人 这些管事们也就没有人能够管得了 一个个想怎么逍遥就怎么逍遥 屋子里时不时的还传来女子的啜泣声 玉秀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没有理会 朝着许家人干活的地方走去 很快 就见到许青海正在卖里的挖煤 许青江则在一边拿着大铲子 把黑油油的煤炭给铲进筐子里去 即便是外面很冷 但是两人还是累得满头大汗 随着他们的动作 逗大的汗珠顺着他们有黑的脸颊 不停地滴落到地上 哎呀 真是辛苦哦 这边只有这兄弟两人 玉秀也不怕会有人看见 轻笑了一声 就出现在两人的身后 没想到吧 你们会沦落到这样凄惨的地步 你 你是二房的那个死丫头玉秀 突然的说话声 把许青海兄弟俩吓了一跳 他们颤抖着手指着玉秀 脸色扭曲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成功地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面对两人的惊恐 玉秀笑眯眯地点头 随即小手一挥 干脆把崔氏也带着一起出来 你啊 你看当初欺负我们的人 现在竟然被人给卖到矿山 来做苦工了 真是好好笑啊 崔氏淡淡地地看了目瞪口呆 很是惊恐的许家兄弟 撇了撇嘴 很是鄙夷地说道 恶人终有恶报 那些坏事做尽之人 最终也逃不过妻离子散 恒事街头的下场 母女俩今日穿着打扮都很是富贵 再加上刚刚在空间里面 玉秀又挑了几样亮闪闪的饰品 跟崔氏两装扮上 要是他们不说话的话 许家兄弟是绝对不敢 把他们跟老许家二房的母女俩 联系在一起的 此时 两人身穿绫罗绸缎 外面还披着一件 看起来就很保暖的大肠 这一幕刺激的许青海兄弟俩 张大嘴巴 好半天都没有能发出一句完整的声音来 啊 有鬼 许青江转身就想跑 玉秀罩着他后脑勺就是一拳头 就把人给砸得晕死过去 你 到底想做什么 眼看着许青江脸朝下的扑倒在地 许青海脸色白了白 声音都带着些颤抖 这两人到底是人是鬼 要是人的话 怎么可能凭空出现呢 第204章 一天不抽都不行 许青海不动声色地往后面退了几步 抬头看了看四处 其他人都在远处埋头干活 他们一家因为想要趁机偷懒 便选择了躲在这个角落里 大方的许文林三兄弟 推着煤炭出去 也好一会儿都没有回来 肯定也是躲懒去了 我不管你们是人是鬼 实相地赶紧滚远一点 不然 许青海勉强咽了咽口水 让自己镇定下来 想要装出一副凶恶的模样 来给自己壮壮胆 呵呵 哪怕是你变成鬼 我们都不会成鬼 玉秀鄙夷的瞥了他一眼 抬腿就把他给踹倒在地 右一脚 躲在他的手掌上面 再狠狠地碾了碾 今日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你们这一家子猪狗不如的畜生死了没有 见到你们在这里活受罪 我也放心了 眼看着许青海腾的呲牙咧嘴 玉秀又在昏死的许青将身上踹了好几脚 许青将在一阵剧痛之中清醒过来 又被玉秀拿着棍子 就是一阵痛打 救命 来人啊 另外 一边的许青海抓住这个机会 当即扯着嗓子 就是一阵大喊 本来在屋子里烤肉的守卫 跟管师们听见声音 当即就提着大刀冲了出来 怎么回事 不好好干活 在这里鬼叫 都想找死啊 管师的也不知道刚从什么地方出来 连裤腰带都还没有寄紧 此时 一只手提着松松垮垮的裤子 另外一只手劈脸 就给了许青海几个大巴掌 我看这段时期 大家都太清闲了 给了你们几分好脸色 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竟然还敢打起架来了 一看许家兄弟俩那狼狈的样子 管师根本就不用多问 直接给两人给定下了一个罪名 就罚所有姓许之人 今日都不得吃饭 还要挖出笔之前多出两倍多煤炭 不然明日里也不许吃饭 管师狠狠地瞪了几人一眼 丢下一句话 扭头就走 许家村其他人 听见自己无辜被人连累 心底又气又恨 但是碍于管师 跟守卫们手上的鞭子 不敢提出质疑 只得拿眼神狠狠地瞪向许青海几人 不是的 大人 我们没有打架 是这个女人 是她打了我们俩 许青江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顶着一头的血迹 就想来抓管师的衣摆 又被一边的守卫 给抽了几鞭子 求大人坐住啊 真是的 这两个女人出手打人 许青海也赶紧跪地磕头 两人都一起转身 看向玉秀跟崔氏 两人出现的地方 却发现 那里已经空空如也 哪里还有什么人 请大人相信我们 这里刚刚真的有两个女人 她们是我们许家二房之人 不知道怎么会是突然出现 又不分青红皂白的 把我们给打上 我大哥说的都是真的 请大人一定要相信我们 许青海兄弟俩 只差指天发誓了 就想要人相信 他们没有说假话 确确实实的 许家二房的母女俩 找过来打了人 这一下子 不但是其他人 不相信他们了 就连许家村人 都用十分怪异的眼神 看着这兄弟俩 那许家二房 就剩下两个弱女子 如今还不知道 在哪个计较嘎拉 挣扎求生了 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 这深山老林里 这是青天白日的 还没有睡醒 搁这里做梦呢 管师的气急反笑 转身的脚步也顿了顿 看了看满身是伤的 许青海两人 忍不住摇了摇头 来人呐 把这两人拎去 清醒清醒 是 大人 随着他一声令下 几个管师就大步上前 伸手把贪软的 像是条死狗一般的 许青海兄弟俩 给拖走了 所谓的让人清醒清醒 就是把人给按进雪堆里 让刺骨的含义 去折磨他们 很快 许青海跟许青江兄弟俩 都被盗栽葱一般 丢进了雪堆 许问林三人得知这个消息 刚准备去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被那些守卫们 给团团围住 有人抓胳膊 有人抬腿 还有人在后面抱他们的腰 很快 也照样把三人给丢了进去 于是很快 老许家的几个大男人 都背头朝下的 丢进了雪堆里 看着他们挥舞着手脚 不停挣扎的样子 在空间里的玉秀 跟崔氏俩 互相对视了一眼 忍不住都捂着嘴笑了 出了这样的事情 守卫们也不敢在屋子里偷懒 挥舞着鞭子 对着围观人群一阵呵斥 有几个动作慢了一些的 还被甩了好几鞭子 都在这里看什么看 赶紧干活去 要是今日任务完不成 你们谁也别想吃饭 守卫的骂了几句 眼看着大家都抱着脑袋 跑去卖力地干活了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 上前去拔萝卜一样的 把老许家的几个大男人 给拔了出来 许青海跟许青江之前 被玉秀一顿胖揍 这会儿又闷的时间有些久 所以此时面色都有些发紫了 眼睛也紧紧地闭了起来 许问林三兄弟还好 虽然浑身冻得直哆嗦 但是因为年轻力壮身体好 还是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见自己老爹跟三叔 都快要没命了 赶紧上去 又是掐人中 又是抱着摇晃的 费了好一番力气 才总算是把人 给从阎王殿扯了回来 即便是这样 老许家人还是逃不过 要继续上宫的命运 见两人醒过来之后 只不过是满脸苍白地坐在地上 并无性命之忧 守卫们对视了一眼 举着鞭子就冲了过来 对着他们 就是一阵疯狂地抽打 老许家几个男人 都被抽打得连连躲闪 只得拖着酸软无力的身子 继续去开始挖煤 呸 这家人倒是胆子大了 还学会装神弄鬼 想要糊弄我们呢 还不是这几日 对他们太过仁慈了 才惯得这些人 不知道天高地厚 以后只管拿鞭子照死地抽 老子还就不幸打不服他们 说的也是 这些人就是贱皮子 一天不抽就不行 一群守卫站在老许家人的背后 指指点点 他们的声音很大 也丝毫不顾忌 会传到老许家人的耳朵里 与之相反 还故意提高了一些音调 让许家人也能听得清楚 爹 三叔 你们这是干啥啊 许文林有些埋怨自家老爹跟三叔 这两人还不清楚眼前的情况吗 怎么还惊天乱呢 是啊 爹 如今我们都落到这种地步了 千万不要再去惹怒这些守卫了 不然人家真的可能会打死我们 即便是打死也是白死 反正我们都自己在卖身器上签字画压了 死了人家往那山林中一扔 估计一会儿就被野狼给啃的骨头都剩不下 第205章 学着做蜂窝梅 老许家大房的三兄弟 都以为这事儿 是自家老爹跟三叔做的幺蛾子 很不理解的同时 只好跟在后面一通好言相劝 目着脸的许青海 看了一眼自家兄弟 就见许青江 也正好朝着自己看了过来 两人相视一眼 都无比的确定 今日他们不可能会看错 那死丫头跟崔氏 就是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 这还不算 那死丫头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毛病 莫名其妙就上来对着自己出手 简直就是个疯子 但是现在这事儿 他们也说不清 再说 还有那些守卫们在虎视眈眈的盯着这边 好似一有动静 就会毫不犹豫的冲过来 对着自己一顿胖揍 这件事另有隐情 先不要在这里讨论了 等到晚上休息的时候 我们再好好聊聊 许青海当机立断的 让大家先干活 许青江也虚弱的开口说道 等没人的时候再说吧 不然万一那些人在下狠手 估计大家都得遭殃 自家老爹跟三叔所说都对 大房的兄弟三人都点头同意 答应了一声就继续干活 守卫们见这些人 都开始老老实实地干活了 嘴角鄙夷的勾了勾 哼 没骨气的孬肿 果然是又蠢又怂 不然也不会被人给直接卖了 玉秀跟崔氏在空间中待了好一会儿 才看见那管事休息的小木屋里 出来了三个一山凌乱的女人 也是巧了 其中有两人 他们都认识 正是许桂花跟三房的高士 三人出来后 就埋着头往旁边的一处棚子走去 连眼神都不敢往老许家男人那边瞟 崔氏作为一个成年人 自然知道他们的遭遇 只不过 此时自家小闺女也在这里 当即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玉秀心中暗笑 这有啥啊 前世那些小视频乱飞的时候 他啥样的没看过 娘 时候也不早了 咱们先回去吧 只不过 为了照顾自家老娘的面子 玉秀还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现 神色平静地提一道 崔氏也同意现在回去 刚想着离开 就见有几个男人 挑着几个大箩筐出来 里面是黑油油的煤炭渣子 这是 没渣 玉秀迟疑了一下 就见那几个男人 把箩筐挑到旁边的山坡处 手一伸 就把那些黑乎乎的东西 给倒了出去 本来被积雪覆盖的山坡 经过这样一倒 很快就变成了黑色 丁 恭喜宿主触发了系统任务 请宿主利用自己知道的知识 合理地利用这些煤炭碎线 不但可以让这些珍贵的资源不至于被浪费 更加是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就在这时 许久没有出现的小系统 再次发布了任务 玉秀想了想 这还能怎么利用 不就是教他们做成蜂窝煤吗 只做出来蜂窝煤还不行 还得把煤炉子也给制作出来才行 奖励呢 抽奖一次 成交 一人一系统 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玉秀让小系统帮忙 查找了一下煤炉子的做法 最后拿着几个大筐子 趁着山坡上煤人 过去悄无声息地装走了几大筐碎煤炭 他做事 崔氏一般是不会乱问的 此时见玉秀装回来 这么些黑乎乎的东西 即便是很好奇 还是没有问出来 娘 我突然想起来 这些东西可能有用 咱们先把它带回去之后再说 玉秀说完 又顺便去装了些黄土 这里有现成的黄土 省得回去后 再挖自家院子里的土 那也很是麻烦 带着崔氏回到家里 许清禾还在外院 带着那些人制作药丸 玉秀也没有这个时候喊他 把煤炭跟黄土 全都放在了院子里的屋檐下 雪花还在飘飘洋洋地飞着 玉秀弄了些热食 跟崔氏一起吃了 崔氏要去休息 他就找出宣纸 开始涂涂画画起来 很快 玉秀就按照记忆里的样子 画出了一个煤炉子 和一个煤球机的图样 在系统商城里搜索了一下 买回好几个煤球机 这是铁制的 拿出来也能解释的过去 烧煤球的煤炉子商城上没有找到 不过是几分钟之后 后台就收到许多私信 他选了一个看起来比较顺眼的账号 做了交换 于是他就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煤炉子 矿山都是属于朝廷的 玉秀想了想 还是决定先把东西给做出来 再像上次一样 去找找当朝太子齐私院 问问能不能跟朝廷合作一番 怕自己的想法有误 玉秀又让小系统 帮忙查了一下蜂窝煤的配比 刚想亲自动手实验一下的时候 便宜老爹许清禾总算是回来了 闺女这是弄的啥呀 这黑乎乎的东西 哪里是你一个小姑娘能够做的 赶紧让让 爹来做 许清禾简直是霸道总裁上线 不由分说 就把玉秀给挤到旁边去 问清楚玉秀制作方法 拖去外面碍事的大厂 挽起玉秀 就开始把煤粉跟黄泥 按照比例给调和在一起 接着就是用煤球机脱模 这就更加的简单了 这也不算是什么保密之事 玉秀想了想 出去喊了张大柱等人进来帮忙 有许清合在一边指导 一群人很快就把玉秀 带回来的煤粉跟黄泥都用完了 做好的煤球 要放在干燥通风之处阴干 于是大家又把煤球 给搬进柴房门口 这边正好合适 到了晚上 玉秀顾及重施 再次出现在东宫齐思远的书房里 只不过这次过来的时候 玉秀身上 还背着一个大大的竹框子 你 这是带了什么来 齐思远正在翻阅书册 听见声音一抬头 就见玉秀背着一个 比他自己还要大的竹框出现在了屋子门口 他连忙站了起来 本来想问你 怎么又来了 在看见他大竹框的时候 就改成了 你带了什么来 同时也赶紧伸手过去 就要帮着把竹框给接下来 见他还算是拾去 玉秀摆摆手 让他站开一些 随手就把贝罗给放在了地上 露出里面黑乎乎的东西来 这是 齐思远伸手摸了一把 玉秀也没有阻止他 不出意外的是 他直接摸了一手黑玫瑰 扑辞 第206章 变废为宝的好东西 见到往日里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 满脸错愕 玉秀忍不住笑了出来 殿下 是有何吩咐吗 就这点动静 外面就有人出声询问 齐思远这才回过神来 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声 无事 都退远一些 莫在这里打扰本宫看书 是 外面的人应了一声 接着玉秀 就听见一阵细碎的脚步声 慢慢地离开了门口 朝着院子外面而去 不知这是何物 怎么这般 齐思远举着手到烛火下看了看 只见自己的手掌上 沾染上了一层细细的黑色粉末 他倒是从来没有见过 也是 作为尊贵的太子殿下 自然是不认识这些东西的 即便是认识煤炭 估计也是那一大块大块的样子 至于说这些粉末 他应该是不会想到的 这可是好东西 殿下请看 玉秀一边说 一边把煤炉给搬了出来 接着按照步骤 放入一些引火之物跟蜂窝煤 再用火折子 把火给点燃 他做这些的时候是在半开的窗户边上 随着氢烟慢慢升起 玉秀用手扇了扇 等到火苗窜了上来 他又拿起屋子里的黄铜水壶放了上去 这东西名字叫蜂窝煤 是用废弃的煤灰跟黄泥做成 燃烧效果好 不但是火力非常的旺 燃烧的时间还很长 是居家必备好物件 说话之间 蜂窝煤已经燃烧了起来 之前的那点氢烟全都消散开去 随着火烧的铁势 水壶里很快就冒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来 这东西烧水竟然这么快 齐思源很是惊奇 这叫蜂窝煤的东西 看上去虽然黑了一些 但是确实是像许小姐所说的那样 火力实在是很猛 看着还很是方便 要是百姓们家中准备上这样一个 岂不是说做饭都变得简单又省事了 不过使用这东西 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用它的时候不能关闭门窗 不然煤炭燃烧时候 冒出的那骨烟有毒 能让人直接没命 见齐思源 还是赶紧把这东西的缺点给说了 至于其他 也怕这些人会听不懂 玉秀便直接说了有毒 其实 不管是蜂窝煤 还是大块的煤炭 使用时都得通风换气 不然都是同样的下场 玉秀只是想要先把这些话说在前头 以免会给人带来严重的后果 哪知道齐思源听了 却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似是想到了其他事情 玉秀也没有追问 把蜂窝煤的做法和用途 跟他说了一遍 齐思源这才反应了过来 原来这东西 就是用煤炭做出来的 不怪 他会摸得一手的有黑 黄泥和废弃的煤灰 岂不是说 这东西是便废为宝 是一本万利的好东西 黄泥不值钱 山上到处都有 挖煤石废弃不要的碎渣子 平日里都是倒掉 也不用钱财 只需要请人制作出来就行 那人工更是不值当什么 齐思源暗暗思量 好一会儿才看向玉秀问道 许小姐送来这样的好东西 不知道有什么条件 人家总不能啥都不要 就纯粹地想要送自己这份大礼吧 那宁王府老姑奶奶的事情 已经办妥了 估计再有几日 那家人就该抵达京城了 听说那家人已经回来了 玉秀也很高兴 便也没有藏着掖着 直接把自己的要求给说了出来 蜂窝煤的配比 方祖无条件提供 还得一份煤球机的图纸跟样品 但是这枚炉子 我想由我们家来找人生产 他从竹框子里 拿出自己定制的煤球机 又抽出一张纸地过去 这上面详细地写了 蜂窝煤的制作过程 和煤球机的图纸 我们分头行动 到时候煤球和煤炉子 一起搭配着售卖 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购买 齐思远看了看那所谓的煤炉子 看着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人家既然是想做 那就给他做呗 他想都没想 就同意了下来 见对面女子 笑得眉眼弯弯的样子 他也忍不住勾了勾嘴角 这会儿的功夫 黄铜水壶里面的水 都快要烧干了 玉秀弯腰 拿起一边的盖子 给出风口盖了起来 现在把他盖子盖起来 上面的火就会慢慢变小 但是不会轻易地熄灭 要是炭火没有燃尽的情况下 明早上再打开盖子 火又会重新燃烧起来 玉秀拿着盖子 给他演示了一下 齐思远就见那火苗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很快就了解了其中的奥妙 反正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就行 使用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关窗 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 齐思远老实地点头 表示自己真的是记住了 再说了 他刚刚拿出来的那张纸上 也是写得非常的清楚 玉秀带来的背楼里 还有十来块蜂窝煤 是玉秀送来给他做样品的 事情顺利地完成 玉秀就准备离开 他还要去看看老王妃休息了没有 也好跟他商量一下后面的事情 那个先等一下 可能是怕玉秀 又像是上次来时那样 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齐思远连忙出声叫住他 你们家那搭建火炕的方子 很是不错 这两日 我们也派了很多人下去查识 很大的 解决了这个冬日大难题 朝廷这几日也在争论这个事 可能之后 会对你父亲有个家讲啥的 你们要有个准备 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 经兆尹姚大人上报时 折子里写得很是明白 这火炕的方子 是许清禾自愿上交给朝廷的 当时皇帝就很高兴 只不过那时候 还没有见到什么效果 也就没有封赏下去 如今这道功绩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不但是上交方子的许清禾 就连经兆尹姚大人等一行人 全部都有功劳 论功行赏 那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了 那就多谢殿下提前告知 我爹知道了 一定很高兴 玉秀心中高兴 在这个天子为尊的古代 能够得皇帝奖赏 就已经是了不起的荣誉了 特别是在这大老云集的京城 能得皇帝夸奖两句 即便是啥东西都没有赏下来 也足够让人高看几眼 玉秀即便是不在意这个 但是许清禾跟崔氏 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古代人 自然是免不了这个俗 第207章 找上官家 玉秀心满意足地从皇宫里出来 又去跟老王妃商量了一些事情 便直接回了府里 煤炉的制作 就让庄子上的人去 虽然这几日已经开始下雪 但是外面也还有不少的人 在为生活奔忙 许清禾拿着图纸要去庄子上 玉秀有些不放心 便也跟着过去看了看 听说主家又有事情安排下来 那些因为不用去做火炕 而闲下来的人都兴奋不已 下雪怕啥呢 我们这一天天的吃得饱穿得暖 不干点活还不自在呢 是啊 再说了 真要是忙活起来 哪里还会冷呀 说不定还会热得冒汗呢 这不用跑远就在家门口坐的话 我们女人也能去大把手 听了许清禾大概的说了一遍 庄子上的人一个个都是摩拳擦掌 正好有一家人之前在窑上做过工 许清禾就让他出来 做了一个小管室 又把带过来的样品取了过来 当煤炉子上面的小锅里 冒出热气的时候 大家也都明白了煤炉工作的原理 这个不难 正好后山就有黄土 在被封处建的土窑 再搭上那么几排棚子就行了 反正我们庄子上人手也多 大家都搭一把手 也不算什么难事 说话这人 是个看起来很是朴实的汉子 大家都叫他刘老三 就是刚刚才被许清禾 给任命成为的管室 据刘老三自己说 早年他在家乡 就是带着几个兄弟帮人烧摇 后来遇到灾荒 实在是熬不过去 大家也只好搁奔东西了 那这件事 你们就看着办 需要什么 就直接进城里去买 到时候找大厨去账房上支银子就行 许清禾把事情交代了下去 又看着李清时等另外几个管室说道 也不怕告诉你们 这黑油油的东西 名叫蜂窝煤 是朝廷如今正在赶着做的 我们的煤炉子 也要赶紧做出来 到时候跟着这蜂窝煤搭配着售卖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也要配合好 一定不能出什么岔子 他这是 先把其中的厉害关系 给说在前面 万一这些人 谁敢起什么小心思 听见朝廷这几个字 也得掂量掂量才行 主子尽管放心 我们一定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保管把事情 给办得漂漂亮亮的 几个管室 都跟许清禾做了保证 其余人也都神色认真 既然选择给人做下人 当然是以主子交代的任务为重 这次玉秀带来的样品有两种 一个是单眼煤炉 里面最多可以放两块蜂窝煤 另外一个是三眼煤炉 看起来就要大上许多 里面最多可以放进去六块蜂窝煤 跟单眼煤炉相比 三眼煤炉更加的适合那种酒楼 或者小吃铺上食用 火力大 燃烧时间也长 炉子大一些 上面的大锅里 也能装下更多的食物 到时候放在上面慢慢的炖着 把事情交代完之后 许清和跟玉秀又去了另外一个庄子 都是许家的下人 有什么事情当然得一碗水端平 总不好厚此薄彼的 让人心里不舒服 左右两个庄子也不是很远 最后商量了一番 就有养老袋每日里带着人出门 到这边的庄子上来上宫就好 如此这般 许家就算是接下了做煤炉的任务 后来玉秀还有些好奇 第二日又跑了一趟矿山 还别说 那太子齐思远的行动力还挺强的 不过短短的两日时间 矿山这边的侧面 就是之前到那些煤炉的山坡处 已经架起来一个高高的棚子 蜂窝煤的做法本来就很是简单 玉秀远远地看了一眼 就发现这些人忙活的都是有模有样 没一会儿的时间 就做出来一排排堆放整齐的蜂窝煤 这些煤炉本来就是废弃之物 黄泥更是一文钱都不用出 上面的人当然很是重视 直接调来好些人做事 做蜂窝煤相比起来 要比挖煤这些轻松一些 被调过来的 都是平日里表现好又听话之人 像是老许家兄弟几人 那是没有他们的份的 与之相反 这些人被调到这边做蜂窝煤 那其他地方人就少了 许青海一家人 需要做的事情就更加的多了 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意外收获 玉秀看着那家人 累得像死狗一样 忍不住就笑了 因为庄子上人多 大家有都是做事的好手 玉秀也暗地里过去查看了一下 就见这些人做事也很靠谱 做出来的煤炉跟样品 也相差不了多少 于是他也就放心了 只等着蜂窝煤跟煤炉 都多做出来一些 到时候再一起拉到京城里 去售卖就好 大雪在纷纷扬扬地 下了好几日之后 终于停了下来 灰白的阳光照射 在雪地上 让百姓们都高兴起来 有那需要补充些日用品的 有需要看病抓药的 或者是家里没凉出来想办法的 反正大家纷纷穿上 家里的厚实衣服出门 让本来有些寂静的街道 很快又热闹了起来 这次的雪跟往年的也差不多 看起来更是没有什么异常 好在齐思远也只是跟皇帝讲世 接到了消息 并没有说消息的来源 就算是有什么失误 玉秀家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当朝皇帝还算是位明君 即便是最后并没有雪栽降临 他也只会感觉到十分的庆幸 并不会追责这传播消息之人 官家府门前 求求您了 就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 我们找关大公子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说 许灵芝十分娇弱地跪在地上 不停地哀求着官府的官家 而他的几个哥哥们 也都低垂着脑袋跟在后面 我们大少爷是多么金贵的人 哪里是你们这种阿猫阿狗 想见就能见着的 官家的管家 是一个看起来十分精明的中年人 此时面对府门前 这苦苦哀求的一家人 眼中有厌恶之色一闪而过 来人啊 你们几个就在这里守着 只要这些人赶上前一步 就把人给打出去 小的尊历 一群拿着棍棒之类的小丝扑了上来 整整齐齐地在府门前站了一排 全都眼神不善地 看着许家的一行人 第208章 我们不是骗子 你们怎么能这样 你们家可是对官大公子有救命之恩 如今不过是想要过来看看 就被你们这样欺辱 眼看着官家人多势众 这前些日子 还笑容可惧的官家 这么快就变了脸面 许凌芝那是又骑又急 只好把当日的救命之恩给抬了出来 当初要不是由我们许家相助 你们大公子 还不知道会落到什么样的机遇呢 许凌芝说着 就好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似的 拿着帕子呜呜地哭了起来 是啊 你们不能这样不讲良心 妹妹所说没错 要不是我妈许家一路照拂 你们公子如今还不知道如何呢 快些把人家喊出来 我们不过是想要说几句话罢了 许家的几个哥哥 也七嘴八舌地在一边说话 至于一家之主的许清荣 自然是拿不下那个面子 面无表情地站在后面 呜呜呜 官大公子 求您出来吧 许凌芝哭的气不成声 这要是有那外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人家官大公子 把他给怎么样了呢 可惜的是官家这边 指住了他一家 附近虽然也有其他府邸 但是今日好不容易雪亭了 大家都要忙着做事情 哪里有那个闲情意志到处看热闹 吵吵什么 就在这时 官家院子里传来一声女子的亲贺 接着就见一个打扮的 十分富贵的女子走了出来 她身上披着一件雪白的狐毛大肠 就那样高高在上地站在台阶上 面上似乎是罩上了一层寒冰 就这样冷冷地盯着许凌芝 小的给大少妇人请安 官家的下人们都对着女子行礼 那态度也是十分的恭敬 女子对着大家随意地摆了摆手 目光始终在许凌芝那清秀可人的脸蛋上来回巡视 你说 你要见大公子 我 我只是想要 这女人一身气势太过冷冽 许凌芝不过是一个没有见过什么市面的小村姑 哪里敢与她对视 当即就被吓得缩了缩脖子 嘴里念诺了好一会儿 都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这些人叫她大少夫人 那岂不是说 这个女人是官大公子的夫人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许凌芝只感觉到心里闷闷的 直觉告诉她 这个所谓的大少夫人对自己可能是充满了恶意 说不出来 那不就是骗子吗 来人 见她这畏畏缩缩的样子 那大少夫人忍不住冷吃了一声 就要招呼小丝们把人得赶走 这好不容易不下雪了 她还想着带着人去自己的几个铺子上看看呢 没想到却见到这样一个小剑蹄子 这一般不知羞耻 竟然口口声声地要找自家夫君 简直是岂有此理 我们不是骗子 真的不是骗子 夫人您听我说啊 眼看着那些小丝都已经朝着自己逼了过来 许凌芝也是急了 刚想把当日的事情给说出来 却又被人给阻止了 说什么说 不就是仗着有那么几分姿色 想要飞上枝头当凤凰吗 说话的事关大管家 他对着身边小丝使了一个眼色 那人就点头跑进了府里 大少夫人 您可是千金之躯 这些贱蹄子哪里陪跟您说话 小的这就让人给赶走 以免胡说八道地脏了您的耳朵 管家眼神闪了闪 对着大少夫人小声地说了几句 看这些人的穿着 许诗日子过不下去了 这才想要过来碰碰运气 您真要是留下来听他胡说 倒是如了他的意了 这话也是很有道理 大少夫人定定地看了一眼管家 直到把他给看得心里直打鼓 这才轻笑一声收回了目光 管家所说即是 那既然是如此 这件事情便交给你了 赶紧把人给弄走 不然 这要是让人给看见了 不是瞧我们官府的笑话吗 见管家连连点头称事 大少夫人又瞥了一眼许凌芝 嘴角微微地勾了勾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这才带着人离去 他这一离去 不但是许家的几个人 就连管家也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不是 我们没有 赶紧闭嘴吧 简直是一点颜色都看不懂 见许凌芝还在替自己分辨 管家简直是气不打一出来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们跟我过来 不过是 一个小黄毛丫头 管家也没有多跟许凌芝计较 看了许清荣这个大男人一眼 就当先朝着外面走去 许家人互相看了看 许清荣轻咳了一声 对几个儿女们使了一个眼色 便也跟在了管家的后面 几人一前一后的 去了外面的一个小茶楼 管家也不理这些人 自顾自地叫小二上了一些点心和茶水 旁若无人地用了起来 说吧 今日找来到底是何事 见许家人都跟着过来了 许凌芝的哥哥 还很有眼色地 把包间的门给关了起来 管家也不跟他们啰嗦 直接问他们的来意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才找上门来的 还请管家大人有大量 别与我们这样的乡下人一般计较 之前在管家门前 许清荣那是一句话都不说 现在进了这屋子里 对面的管家也问了 他便对着人拱了拱手 在一边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管家喝着茶水 只瞥了他一眼 并没有出声说话 许清荣有些微地尴尬 不过这次是自己许家求上门来 又真的是出而反而 所以也没有办法 只得把这次自己一家的要求 给说了一遍 哼哼 没想到你们演起戏来 倒还挺有一手的 许清荣说了几句话 管家就忍不住鄙夷地看了看他 出声打断道 所以说你们家在一家人都在的情况下 人家能悄无声息地 把那么多东西和粮食给弄走 这是想要糊弄谁呢 他在管家做了这么些年多大管家 什么样的稀奇古怪没有见过 像是这样的事情 在他看来也只有两个可能 要么是闹鬼了 要么就是这些人坚守自盗 要知道这里可是天子脚下 闹鬼明显是不可能的 那最后只剩下一个坚守自盗了 这件事千真万确 您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金赵尹衙门打听打听 事发的第二日 我们就赶紧去衙门里报案了 第209章 继续买粮 明显感觉到对方鄙夷的视线 许清荣只感觉到十分的憋屈和难堪 但是没有办法 只得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现 硬着头皮把事情给说完了 如今我们一家过得十分的艰难 要是只是如此也还罢了 大家都系紧裤腰带 把肚子给勒紧一些 也能节省一些粮食下来 把这个冬季给撑过去 许清荣说着 情绪有些低落 声音里也带上了些哽咽 只不过孩子他娘之前逃荒时伤了身子 前些日子遇到这样的事情 又跟着着急上火 再加上 最近实在是太冷了 他的身子扛不过去 终于是病倒了 请管家发发慈悲 就遗救我娘吧 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 这才找了过来 求您了 许凌芝跟几个哥哥们也上前 不停地哀求着管家 希望他看在自家老娘重病在床 急需迎前医治的情况 能够出手相助 你们这是想要挟恩图报 管家根本就不理他们 只冷冷地看着这些人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 不说当初你们救了大公子之事 即便是你们不出手 大公子的随从们 也很快就赶到了 可以这样说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救命之恩 听他这样说 许家人都急了 刚想反驳 就见管家摆了摆手 轻描淡写地说道 即便是真有什么救命之恩 我们把你们一个村子的人 都给带到了京城 不但给你买了大宅院 帮着办好了户籍 还给了那么大一笔银子 这所谓的恩情 也算是已经偿还没了吧 说起来 他们官家这事 按照他的想法 哪里犯得着如此麻烦 早在静静的第一日 就让人消失不见了 如果真是那样做 如今也不会有这些 恬不知耻之人 再次找上门来 我们没有那个意思 只想求你们 给我们一条活络 要是这次拿到银钱 以后我们哪怕到处去要饭 也不会再寻到官家门前来 即便是心中十分的不对劲 但是为了能够早先拿到钱财 许清荣还是低声下气地 说起了好话 至于说这样说会有尸体面 那体面才值几个钱的东西 哪里有白花花的银子 拿到手中划算 过了没多会儿 就有一个小四小跑着过来了 凑在官家的耳边 不知道嘀咕了几句什么 又脸色十分怪异地 看了许家人一眼 就退出了包间 小四出去之后 官家的脸上 又挂起来一抹笑意 不再跟许家人东拉西扯 只问清楚了 他们需要的银钱数量之后 就很是干脆地 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 丢在了许清荣的面前 既然是家中困难 那这些银票就先拿去吧 没有半句多余的话 管家服了服一百就离开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 竟然会如此的顺利 许家的几个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脸上的喜色 怎么都掩饰不住 许清荣伸出颤抖的手 拿起了银票 一看之下 就睁大了眼睛 一千两 虽然之前官家人 也是给了一千两 但是那时候 人家又是叮嘱又是威胁 只恨不得盯着 让他们指天发誓了 刚刚管家问他们需要多少 许清荣心中挣扎了许久 才试探着说了五百两 哪知道 人家竟然是如此爽快 直接给丢了一千两的银票 许凌芝和几个哥哥们 也都围了过来 拿着银票反复地确认了几遍 完全没有发现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银票也拿到了 我们今天就继续去买粮 再给每个人买几身保暖的衣服 紧紧攥着手中的银票 许清荣对着自己的儿女们说道 这一次 他要把钱财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再也不可能像是上次那样 被皇室死脚蛮缠的一哄 就答应交给他来保管 最后 却连什么时候丢了的都不知道 刚刚管家点了好几样小点心 也不过是吃了几块把了 此时他人走了 许家的几个哥哥们 都大摇大摆地坐了过去 毫不客气地拿起来便吃 许大哥吃得有些噎了 还端过管家之前 喝过的还剩下一半的茶盏 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 大哥给我也喝一口 我也要 噎死我了 因为最近府里丢了这么多东西 大家都是省吃俭用十分的煎熬 像是这样的点心 他们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吃到 此时就摆在他们面前 谁还能忍得住 许玲之咽了咽口水 本来他也想要去拿一块吃的 但是看见几个哥哥 把桌子上糟蹋成了那样 又很是厌烦地撇开了视线 爹 还要买些肉回去 家中许久没吃 大家都馋了 对对对 天天都是清水煮白菜 吃得大家都要变成白菜了 如今有赢钱了 可不是要好好地买些好吃的 也好给大家都补补身子 少不了你们的 这次我们只买自家需要的粮食 再去买些肉食给大家解解馋 鉴于上次把全部银钱 都拿去囤了粮食 一次就被人家给连锅一起端走了 如今再拿着银票 许清荣可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等到许家几兄弟 风卷残云一般地 把桌子上打扫干净 一行人就赶紧去粮店买粮食 好在粮价虽然略微涨了一些 却还是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许清荣挑挑拣拣地看了一遍 最后才买了一些 看起来性价比挺高的陈粮 虽然不准备再囤粮 但是家里有这么多人张嘴吃饭 所以相比较别人买个十斤八斤的 许家还算是买得比较多的人家 做生意的人都比较精明 见到许清荣上次买了这么多粮食 这才隔了没有多少时间 又来买了这么多 虽然有些惊讶 却也没有多问 照样问了地址之后 让粮铺的伙计赶着马车 把粮食给送过去 爹 给些碎银子 我去买些女儿家用的东西吧 许清荣的银票已经被换开了 就早些回来 毕竟这个闺女很是有几分能耐 许清荣这些年对她也偏重几分 见她开口要碎银子也没有多想 随意地抓了一把塞在她的手里 第210章 马金了 许凌芝受伤 许凌芝早就想好要买些什么东西 此时拿着银子心中高兴 对于老爹的嘱咐 她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白白手看着自家老爹跟哥哥们离去 她刚想转身去往旁边的布庄 就听见身后有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伴随着车夫惊慌失措的吆喝声 让开 快让开 路太滑了 马金了 大家快让开 车夫一边扯着缰绳一边大喊 街道上的行人纷纷退让开来 露出了街道中间被清扫出来的那条道路 许凌芝那一瞬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吓得两腿发软 呆愣愣地站在那里 根本就不知道躲避 碰 随着一声闷响 那马车迎面撞在许凌芝的身上 当场把人给撞得摔出去挤杖开外 扑呲 许凌芝只感觉胸口一阵剧痛 喉咙口有一阵星天涌了上来 她一张嘴就喷出一口血水来 等到许清荣父子几人仓皇失措地赶过来时 她已经人事不省地晕死过去了 妹妹 快睁开眼看看 芝儿醒醒 许家的父子几人抱着许凌芝一阵摇晃 又是喊又是叫的 她却是没有什么反应都没有 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好抱着人往街角的医馆跑去 好在情况不是最糟 经过医馆里老大夫的诊治 许凌芝除了手臂被摔得错位了 其他就是被撞击时内脏有些轻伤 这也是得益于她摔倒时 正好摔在血堆上面 不然真要是之前的轻石地板 估计都来不了一管人就没了 老大夫通过手法 帮许凌芝的手臂复位好 然后又拿了一条木板给固定住 接着就是需要好好养着便好 那她怎么还不行 许清荣很是着急地问道 这个闺女可是他们家中的摇钱术 这些年 要不是她时不时地做些预兆的梦 他们家哪里能有机会落户到京都 无碍 虽然没有致命伤 但是 可能是刚刚撞击的时候 受到了惊吓 等一下我让同帮着去熬一碗汤药 来给她灌下去 让她好好休养就好了 老大夫扶了扶了扶自己花白的胡子 见许家的几个男人 都很是紧张这个小丫头 只当他们 这一家十分地和谐 便好心地安慰了几句 又道 要是不放心 便让她在医馆这里住上一天 要是真有什么情况 我们也好随时对症下药 及时处理 老大夫这话言之有理 许清荣当即便同意了下来 别人照顾她都不放心 便想着亲自在这里照看着 至于许凌芝的几个哥哥 则是推推嗓嗓地商量了好一会儿 以后决定 大家一起留下来 守在妹妹的身边 等她清醒过来再说 之前因为想要做戏 去官家要银子 皇室也是豁出去了 毕竟做戏做全套 就穿着单薄的衣服 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 成功地让自己受了风寒 所以 她只得卧病在床 等着家里的人去官家求情 于是 许凌芝的大哥跑回家 跟自家老娘交代了一声 把买的风寒药交给她之后 便又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医馆里 按照老大夫的说法 许凌芝最多半夜 也就会清醒过来了 哪知道许家人这一等 就等了两天两夜 许清荣父子几人 一直形影不离地守在她的床边 时不时地请老大夫过来瞧瞧 因为这几日 天气太过寒冷 所以感染了风寒之人 还是挺多的 医馆中人来人往十分地热闹 再加上许家时不时地过来掺和 把个老大夫给忙得够呛 这边老大夫忙得脚打后脑勺 另外一边的玉秀也没闲着 一大早 老王妃就让人送信过来 让玉秀有时间过去一趟 许清荣则留在家里陪着催世 另外有时间 就去监督下人们做药丸子 因为之前就从齐四远那里 听了许慕云要回来的消息 所以玉秀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今日府里就已经收到了信件 说是那个女人一家 今日就能抵达京城 让我们派人去迎接一下 果然玉秀刚进屋 老王妃就迫不及待地 把事情给说了 自从知道 很有可能是自家小姑子许慕云 把孩子给调包的 老王妃便再也没有 喊过一次她的名字 每次都直接用那个女人来代替 那这样说来 他们是想要住进宁王府里来 玉秀安抚地拍了拍自家祖母的手臂 扶着她坐在了椅子上才问道 他们刘家也是世家大族 只不过这些年都在太原府那边发展 京中自然是也有产业的 不过 不过如何 老王妃即便是不说 玉秀也能猜想得到 刘家再是富贵 也无法跟宁王府相比 再说了 许慕云这次回来 也是带着刘家的一大家子人 再加上伺候的那些下人跟护卫们 这人吃马嚼的 每日里啥啥的都需要去买 自然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往日里没有怀疑过她 自然是不在意这些 她是许家嫁出去的闺女 带着家人回来住一段时间 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老王妃本来就是一个宽容的女人 再加上许慕云出嫁之前 两人就时常在一起说话 关系处得特别好 她既然是做了人家的嫂嫂 公婆男人都不在了 她便也担起了长嫂如母的担子 对许慕云那是十分的疼爱 想到往日里 自己对那个女人的各种好 老王妃就感觉到十分的懊悔 人家害了自己的孩子 还从自己这里得了许多的好处去 背地里说不定还在怎么笑话自己呢 过去的事情 咱们就先不想了 既然她这次回来了 那就一定要借着这个机会把事情给查得清楚 只不过 她再想要来占便宜 也是不可能的了 见自家祖母沉浸在往事中十分的痛苦 玉秀连忙把自己的想法给说了一遍 如今宁王府里三老爷身子不好 也无法起来招待 宁王跟二老爷又不在府里 就只剩下一群女人 哪能把刘家的那么多人留在府里住着 听起来多不成体统 玉秀都已经打听过了 刘家这次回来的是许慕云的男人和两个儿子 再加上各房的女眷和几个孙子孙女 光老老小小的主子就有十来口人 第211章 就不信他们不认识路 这一大家子回到京城 有自己的宅子不想着去住 偏偏要挤到宁王府的客房里住着 不但是吃喝拉撒的 不用自己操心费神了 像是马上就要过大年了 各家宴请送礼啥的 他们也能跟着蹭些便利 想法倒是挺好的 要是一王老王妃也不会把这当回事 反正宁王府家大业大的 哪里会在这上面计较这么多 倒是那刘家这些年已经养成了习惯 还堂而皇之地来信 让人去迎接了 接啥接 他们从太原府这么远的路程都过来了 这都已经到京城脚跟了 就不信他还会不认识路了 说话间 宁王妃派人过来问是不是要去接刘家人 被老王妃给一口否决了 打发走宁王妃派来的人 老王妃跟玉秀两人 又在屋子里窃窃私语地商量了好一会儿 才总算是把方案给定了下来 如此也不着急了 祖孙两人便又说了些闲话 准备坐等着许木云跟刘家人上门来 母亲 如今天气寒冷 不出城外去接也罢了 这要是我们连大门都不出 恐怕是有些不太好吧 还没有说几句话 宁王妃就带着人急吼吼地过来了 她作为当家夫人 自然是要把各方面都考虑在前面 这要是传出去许家的老姑奶奶 回娘家受到了冷带 指不定还会在后面编排些什么事情呢 无碍 如今我们府里情况特殊 我这身子骨虽然是已经好些了 但是毕竟是年纪大了 总是有些不如从前了 需要安静养身子 就不招待刘家人住在府里了 万一要是过了病气给人家 那就是我这个老太婆的罪过了 在各方面证据都不齐全的情况下 老王妃是不会说出其他话的 所以这个时候 她就给宁王妃讲些最简单的道理 再说 那刘家老老少少的来了这么多人 其中还有那么多男人 真要是住进我们宁王府 那才是会惹人说闲话 人家也不是没有府邸 本来就留着有老仆打理 回去也就能住了 其实宁王妃心里 也是不愿意那些人住进来的 只不过是为了名声和颜面 如今自家婆母所说也有道理 而且还是说出去 也站得住脚跟的 便也就放心了 母亲说得极是 纳尔席就下去安排了 宁王妃行礼告辞 临走时 还不忘对着玉秀笑着说道 多谢玉秀姑娘 过来陪母亲说话 等会儿要是有时间 便来我院子里坐坐也好 古人说话都十分的含蓄 这话也就是说 你等会儿有时间过来找我 我有话要跟你说 玉秀对于这个宁王妃 还是印象挺好的 便也赶紧答应了下来 王妃娘娘放心 等会儿我一定过去 得了玉秀肯定的答复 宁王妃这才心满意足地 带着人离开 宁王府这边 一切都照常进行 而刘家一些人 也已经到了城门外面 祖母 您不是说 会有人出来迎接我们吗 这到处都是鸡血 哪里有什么人啊 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 掀开帘子看了看 很快又色缩着 把脑袋收了回去 这天也太冷了 等会儿到了宁王府 她一定要先泡一个热水澡 再美美地饱餐一顿才行 是啊 母亲 这往年宁王府都早早派人出来迎接 今早上 我们还特意送了信过去 莫非府里是出了什么岔子不成 这怎么好半天都没有动静 一个年轻夫人 怀里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也跟着问了一句 她是刘家的小儿媳妇 怀里抱着的孩子 是她的小儿子 也就是许慕云的小孙子 而前面说话的小姑娘 则是这个小儿媳妇的大女儿 许慕云也看见了 外面根本就没有人过来接她们 本来心里就很是不痛快 又听见这两个没眼色的人 在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 心中怒火翻腾 一张保养得极好的脸 更是被气得变成了猪肝色 吵吵什么 要是不愿意等 那就现在下去 自己走回去 许慕云脸色很是难看 怒声呵斥了一句 至于说什么走回去 那也不至于 其实这也是她自己拿桥 不过是仗着自己是宁王府嫁出去的闺女 又常年生活在外地 这每年也就回京一两次 当然想要娘家人 给自己做一做脸面罢了 当然了 往年老王妃也是同样的想法 同样是作为女人 她自然是明白 许慕云的各种心思 左右也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 不过是交代下人们跑一趟的事 能有什么关系 可是今年许慕云则是失算了 他们这路上也是受了不少的罪 眼看着已经到城郊 就赶紧让人先行进城 去给宁王府报信 后面的一行人 则不慌不忙地在城外休整 就这样 猴在雪窝子里 翘首以盼地 敢等着人家来接 至于刘家人 也没有想到 这次会受到冷带 本来信心满满地 等着人家过来接 再堂而皇之地 住进宁王府里去 像是之后 谁家要宴请 或者是上门做客 他们全都能跟宁王府里的人 差不多的待遇 也凡是沾光了 现在倒好 左等等不来 又等等没人 眼看着天气实在是太冷 大人孩子都快要吃不消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刘家的当家人刘广文 终于是等得不耐烦了 派人来问了一声 接下来还要等多久 在听见许慕云 也说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时候 当即便沉下脸来 带着人打马继续前行 就已经来到了城门外面 说来也是巧合 此时城门口 排起了长长的的车队 全都是 穿得十分厚实的精壮汉子 赶着马车 车子是普通的平板车 上面也不知道 是装着些什么东西 还用一层厚实的油布 给严严实实地照了起来 守门的侍卫们 正挨个掀开检查 也不知道与人在说些什么 只在一个小册子上写了几笔 就放人进去了 刘家有护卫跑过去看了一眼 回来就对刘广文 这个主子禀告道 听那些人说 这是运送什么炭火的车队 必须要每辆车 都登记下来才行 虽然守门的侍卫动作很快 也没有什么耽误 但是按照这样的检查法 等到这些人全部进城 估计天也快要黑下来了 刘家 这次回京的人可不少 加上护卫这些 也有百十来人了 听说不过是运送炭火的 那早些晚些 又耽误不了什么事情 便想着 不如先让他们进城得了 第212章 谁来了都得排队 刘家的当家人刘广文 如今是担任太原府知府一职 他的两个儿子 也是在当地担任要职 平时在外面作威作福的 肯定是习惯了 虽然进京城之前 已经给自己做好了心理暗示 来了这大老云集的京都 可不能像是在太原府那般拿大 必须要谨言慎行 明哲保身才行 但是今日 本来大家都是一肚子邪火 没出去撒 先是宁王府失信 没有来人接他们 接着又是城门 被这些人给堵住了进不去 不但是刘广文不愿意再忍了 后面马车里的许木云 也是鬼火直梦 当下就先开了车帘 对着外面的护卫说道 去问问还要多久 磨磨蹭蹭的 想要冻死谁不成 我看他们都是五大三粗的大男人 在外面多等一会儿也不要紧 不如让我们先进去吧 是 小的这就去 许木云这话 完全就是命令 护卫听了 虽然是心里有些打鼓 但是还是小跑着 去找了护卫队长 把原话跟他说了一遍 自己这个妻子 既然是愿意出头 刘广文也乐得省事 对着护卫队长摆了摆手 示意他 只管按照吩咐去做就行了 对于许木云这个妻子 刘广文一般不与他起什么争执 因为他很多时候 还得仗着宁王府的这条关系 所以 这些年 他们夫妻也是相敬如宾 还算是和谐 护卫过去的时候 还耍了一个小心机 把宁王府的招牌给抬了出来 本来以为是万无一失的事情 哪知道却是事与愿违 宁王府的人 听了守门侍卫来禀报 正在城门楼里休息室 跟人喝茶的宋以恒来了兴趣 既然是宁王府之人 大公子这 陪着宋以恒的城门卫 有些为难 试探性地看着宋以恒 要不然 就让人先进去 宋以恒如今虽然没有官职 但是人家姑母是皇后 就连皇帝都很是信任他 所以 在外面还是有几分面子的 这次矿山的蜂窝煤 已经加班加点地生产出来了 皇帝便把这事 交给了他去做 包括后面的售卖运输啥的 全都由他来负责操办 要真是宁王府之人 我们当然可以先让一让 但据本公子所知 宁王府之人做事 很少有这样张扬的时候 还是先看看再说 万一有人冒名顶替的钻空子 我们被人给耍了 倒是不要紧 耽误了陛下的事情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听说外面的车队有上百人 宋以恒也就想到了 之前玉秀跟他们说过的那件事 这样说来 这车队十有八九 就是宁王府的老姑奶奶 许慕云一家回京了 别说这女人 也真是有够不要脸的 都已经从宁王府嫁出去几十年了 还拿着娘家的名头 在外面作威作福 这要是今日宋以恒不在这里的话 一个小小的城门卫 哪里敢去与宁王府作对 再说 宁王府在京城的风平也还不错 这些人也自然是会乐得 送上一个顺手人情的 大公子此话有理 还是让他们在后面 老老实实地排队进城嘛 此时听了宋以恒一席话 这感觉到头上 都有冷汗滴下来了 连声音士 赶紧打发了侍卫出去好好守着 反正他们按照规矩办事 今日不管是谁来了 都要遵守秩序才行 什么 他们不答应 护卫垂头丧气地回来一禀报 当即就把许慕云给气得够呛 当即就抄起小桌子上的一只茶盏 朝着护卫的身上砸过去 好在护卫身上的衣服后时 被这样砸一下 也就是被里面的半杯水 给湿了一块衣服 其他倒是什么问题都没有 你没有说我们是宁王府之人吗 许慕云呼呼地喘了两口粗气 然后就是一声大吼 吓得二少夫人抱紧怀里的孩子 色缩了一下 不过那些人也是油盐不尽 非说不管是谁来了都得排队 即便是宁王府也不行 护卫一边低着头禀报 一边也暗暗地提高了警惕 生怕从马车里 还会飞出什么暗器打伤自己 真是岂有此脸 也不知道他们在京城 到底是做了什么 竟然让宁王府的颜面沦落至此 许慕云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根本就没有想过 可能是自己的原因 而是怪罪宁王府的人不会经营 才让他今日在这里 被人给吓了脸子 别说那些有的没的 被人听见了不太好 眼看着许慕云又想要发火 刘广文赶紧走了过来 给妻子使了一个安抚的眼神 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荷包 递到了护卫的手里 再去一次吧 好好与人商量一下 我们这里有老人有孩子的 实在是不宜在外久留 护卫接过钱袋子之后 连忙答应了一声 就又小跑着往城门口过去了 你说咱们这样的身份 跟那些看大门的 治什么气啊 刘广文笑意温柔地看了许慕云一眼 因为媳妇跟孙子孙女都在马车里一起坐着 所以她也不好再说别的 随口地安慰了几句 只说这事就交给她来办就好 许慕云也知道 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快些先进城里去 把这一家人给安顿下来再说 放心吧 我没事的 可能也是因为连日里赶路 所以才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许慕云虽然平日里也算不上有多温柔 但也多半时候 都是笑眯眯地看着十分的和气 即便是被人给惹得生气 也很少会发很大的脾气 要是有什么事情 基本上都是交给她身边最得力的妈妈去做的 她自己倒是也落了一个慈悲心肠的好名声 很快 护卫又回来了 手中的钱袋子还裹上了一些积血 看来是人家接过钱袋子看了看 这才又不屑地丢在了地上的 这下子 刘广文也没有办法了 本来大家也都憋着一肚子的气 又不敢在这里撒野 只好憋屈地在马车上等着 一天祈祷这些人检查的动作稍微快些 另外又不断地抬头去望向城里的方向 希望能够看到宁王府派来迎接他们的人 宁王府里 玉秀都已经从宁王妃的院子里出来了 外面还是没有动静 正在想着 是不是那些人不过来了 就看见二夫人带着丫头们急匆匆地过来了 仔细一看 眼角还有些湿润 第213章 连我的人也敢打 玉秀姑娘也在呢 我找王妃有些事情 二夫人见到玉秀 嘴角扯了扯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来 给她一个有些抱歉的眼神 就脚下生风地进了宁王妃的院子里 看来这事儿 确实还挺紧急的 因为是老王妃院子里的林嬷嬷 陪着玉秀一起过来的 所以这会儿出来 林嬷嬷又恭敬地把玉秀 给请到了老王妃的院子里 快来看看 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见到玉秀回来 老王妃十分地高兴 过来拉着她在桌子前坐下 这几样可都是我亲手做的 你快尝尝看喜不喜欢 她说着 就把一双筷子递到玉秀手里 十分殷切地看着她 这一刻老王妃的表情 像急了一个 等着大人夸奖的孩子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桌子上就摆上了好几样小点心 不管是花样还是摆盘 都十分地精致 一看就是用了心去做的 玉秀不禁心里一热 要是园主没有出生在老许家 而是一直待在自己的亲祖母身边 那应该是多么幸福呀 多谢祖母 这看着色香味俱全 让人一看就胃口大开呢 玉秀夹起一块小点心送到嘴里 然后十分满足地眯起了眼睛 原来祖母您的手艺这么好呀 等会儿我带些回去 给我爹娘一起吃 好好 祖母给你爹娘都留好了 你回去的时候带上就行 得到了玉秀的夸赞 老太太笑得眉眼弯弯 自己的这个小孙女真好 轻生的就是比那别人家 胃不熟的小崽子强 其实三房的许乐蝶之前 也经常来老太太院子里献殷勤 但是老王妃连她爹都不喜欢 怎么可能喜欢她那样 爱耍小心机的姑娘 再说 老王妃还有许乐瑶 跟许乐婉姐妹这两个孙女 两人都是知书达底的好姑娘 这样一对比 自然是更加地看不上 金鱼算计的许乐蝶了 每次人家过来 她都是随意地应付几句 就把人给打发走了 看都懒得看 玉秀给老太太也喂了一块 两人说说笑笑地吃着 屋子里一片欢声笑语 眼看着天色已晚 玉秀在老王妃院子里用过晚饭 又扶着她在屋子里走了一圈 正想着是不是要先告辞回家时 外面终于是传来了动静 主子 那些人来了 林嬷嬷从院子外面进来 神色之间也是有些激动 虽然那件事说起来 林嬷嬷也是有嫌疑的 但是经过老王妃自己的排查 自然是早就洗清了她身上的疑点 再加上这些年 他们主仆俩也真是无话不谈 老王妃身边的大小事情 都是由林嬷嬷去安排的 自然是十分地清楚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家人全都过来了 老王妃冷笑一声站起身来 等了这么久 终于是把人给等来了 她早就在心里设想了 无数个收拾许木云的法子 不过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 自然是不能打草惊蛇 万一再让人有了防备之心 那就不好了 全都等在大门口了 王妃跟二夫人都过去了 林嬷嬷把外面的情况说了一遍 这也跟自己预料之中的 是一模一样的 去跟王妃说一声 让她按照计划行事便好 林嬷嬷应声而去 那脚步竟然是卖得飞快 你也过去瞧瞧热闹吧 我正好也该休息一下了 像是看穿了自家孙女 那跃跃欲试的心思 老王妃便对玉秀也摆了白手 那孙女就过去瞧瞧 回去后也好把具体情况 跟我爹娘说一下 玉秀也没啥不好意思的 笑嘻嘻地硬下了 临走前还不忘帮着 喊了小丫头进来伺候 宁王府大门口 许木云跟刘家人 好不容易才进到城里 心中都是十分的憋屈和不满 之前还安慰自己 很有可能是路上积雪太后 所以宁王府的人 才没有出去接她们 这不管怎么说 府里外家的闺女 带着人回来了 娘家总该打开大门 让人在那里等着也行吧 可是此时一看 宁王府大门紧紧地关闭着 四周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那是十分的寂静 刘家人自持身份 即便是心有不满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出面做什么 而是表示 一切都由许木云做主 让人上去叫门 就说是宁王府的姑奶奶 回来探亲了 许木云黑沉着一张脸 吩咐伺候的吓人 心中把老王妃 跟宁王妃一行人 给恨了个彻底 前些时候的信件来往还是好好的 刘家人却给自己来了这样一下子 不是故意地打他的脸 让他以后在刘家人面前 哪里还有什么颜面 伺候的婆子 也是许木云早年陪嫁过去刘家的 跟了他这么多年了 对他的心思也是十分的明了 当即就迈着小碎步上前 举着拳头就要锤门 做什么呢 就在这时 宁王府那紧紧关闭着的大门 总算是从里面给打开了 管家王贵带着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什么人敢在宁王府门前撒野 来人给我拿下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一群小丝呼啦啦地从门里涌来出来 婆子都来不及解释什么 就被人一拥而上地按在了地上 嘴里也被塞进了一张 不知道是什么的帕子 这一下 打了许木云跟刘家人一个猝不及防 本来还稳稳地坐在马车里 准备等到宁王妃这个侄媳妇 带着人过来请自己的 哪知道婆子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 就被人给像是一头死猪一样的 按在了地上 简直是放肆 都到了自己家门口了 许木云哪里还能再忍 当即就一把推开了车厢门 朝着外面大喝了一声 王贵 你如今倒是胆子不小 竟然连我的人都敢打 他冷笑一声 从马车上站了起来 就那样居高临下地 看着老管家王贵 这狗奴才 哪里是要打那婆子 分明是想要当着刘家人的面 来打自己这个主子的脸才对 哎呀 老奴这年纪大了 老眼昏花的 竟然是没有认出来 是府里的老姑奶奶回来了 王贵好似愣了一下 才把许木云给认出来 连忙笑着上前两步 对着他弯了弯腰 与其中还带着些责怪的问道 老姑奶奶也真是的 这要回来 怎么也不知道 让人送个信啥的回来 我们好歹也能去城外面接一下 这突然就到家门口了 还真是有些意外呢 第214章 不合规矩 本来就满心怨恨的许木云一听 那火气更是腾腾地直冲天灵盖 好吗 合着他们这一天 在城外受到的憋屈是白受了 人家一句话没有收到信件 就把事情给推脱得干干净净 老姑奶奶回来了 快里面请 您那院子 我们早就让人给打扫干净了 什么都是准备好了的 直到许木云的腿都快要占僵了 宁王妃跟二夫人 才带着人急匆匆地出来招待 经过这接二连三的挫折和打击 本来满腹怨气的许木云 跟刘家人也快要歇伙了 此时一听 宁王妃这个侄媳妇 还算是得懂事的 也不敢再无理取闹抓着不放 不管是主子还是下人 大家脸上都带上了几分喜色 这连日赶路 白白的在外面冻了一天 此时大家也不想着什么 让宁王妃给自己做面子了 只盼着赶紧进去洗个热水澡 再吃些东西 也好暖一暖身子 还是我直媳妇十大体 真是有心了 许木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来 对着宁王妃夸赞了几句 抬头没有在人群中 看见三房的许景然和秦氏 又不禁皱了皱眉头 这些年 她跟三房的两个人 走得还挺平凡 经常会有书信礼物 啥都往来 按理说是 不应该对自己避而不见才对 还有自家那好嫂嫂也没有出来 听说前些日子病重了 莫非毛病又犯了 留了三房的人在跟前伺候着 许木云心中一律重重 不过他们如今 这人困马乏的 此时也不是追问这个的时候 不如先进去安顿下来 具体情况自然就能搞清楚了 那个侄媳妇啊 我那院子也不大 其他人就安顿到 那个最大的客院里去吧 正好那边屋子多 也能勉强住下了 许木云一边说 一边抬腿 就要往院子里面走 刘家人一个个的 也都很是自然地下了马车 准备就要跟着一起住进来了 老姑奶奶 这是说的什么话 就在大家以为 马上就能安顿下来 美美地吃上一顿的时候 就听见宁王妃轻笑了一声 老姑奶奶是宁王府嫁出去的闺女 回娘家住上个几日 那自然是没有关系的 可要是让这么多外人一起住进来 就有些不合规矩了吧 众人都不妨宁王妃 会说这样的话 本来他们两家可是实实在在的亲戚 又是远道而来的 住在家里 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谁也不会去管这样的闲事 可是 如今人家堂而皇之地 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那事情就不一样了 刘家人脚下的动作 都十分尴尬地停了下来 一时之间 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几个面皮薄的人 已经开始面红而赤起来 要是可以的话 恨不得此时就转身离开 省得在这里受人家的白眼 你 你这是什么话 许慕云当即就感觉到 有一股气血 直冲天灵盖 颤抖着手指好半天 都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好啊 如今娘家是都轮到这个侄媳妇 当家做主了 就不把自己这个外家的姑奶奶 给放在眼里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合不合规矩的 许慕云扯了扯嘴角 要是可以的话 她当然还是 不想跟娘家人闹得太僵 便想要跟宁王妃这个侄媳妇 好好地讲讲道理 他们是我的丈夫和儿孙们 哪里是什么外人 毕竟是两个姓了 不是外人 难道还是一家人 如今你两个侄子都不在府里 就剩下我们这一屋子孤儿寡母的 即便是亲戚 也不好留人住下来 不等许慕云说完 就被宁王妃给堵了回去 再说了 你们刘家在京城里 也不是没有房产 趁着如今天色还早 其他人就赶紧过去安顿了吧 大嫂说的是 老姑奶奶也要为 我们这一屋子女人的生育考虑考虑 再说府里如今还有几个病人 也是需要安静休养的时候 根本没办法招待这么多人 二夫人也上前一步 站到了宁王妃的身边 附和着一起说道 这宁王府也是我的家 何时轮得到你们两个外人做主 还不给我让开 两人竟然是铁了心的 要跟自己作对 许慕云简直是快要被气死了 当即就再也忍不住心中那把邪火 气急败坏地嘶吼了一声 我倒要进去问问我那嫂嫂 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调教自己二媳妇的 怎么就纵得你们这样的不懂规矩 还敢把远嫁的姑奶奶挡在门外 简直是岂有此理 她说完就朝着两人伸出手来 就是想要仗着自己长辈的身份 这两个做侄媳妇的不敢还手 把人先给推开冲进去再说 哎哟 老姑奶奶可别着急上火 就在这时 林嬷嬷赶紧上前来 一把拉住了许慕云的胳膊 并把人给往后面带了几步 这段时间 我们老王妃天天都在念叨 您怎么还不回来 要是知道您今日回来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咱们就别在这里耽搁了 快进去吧 林嬷嬷跟在老王妃身边伺候了多年 自然是跟许慕云也是熟悉的 也明白这个女人心里的心里的想法 你们几个 赶紧把老姑奶奶的行李 给拿上进去安顿 这外面待久了 快要把人都给冻僵了 她一边絮絮叨叨的 一边扯着许慕云往里面走 身后的几个婆子 听了她的话 也跟着一哄而上 把几个马车里面的行李 捡着好的贵重的拿了不少 拿不下的 还招呼那些小厮一起过去帮忙 等目瞪口呆的刘家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好几车他们大老远拉回来 准备趁着这个机会跑跑关系 用来送礼的贵重礼品 都已经进了宁王府 爹 咱们怎么办 刘家的两个儿子急了 他们围在老爹刘广文的身边 脸色十分的不好 此时 许慕云已经被那群人给裹挟着 进了宁王府 宁王妃等几位女眷也都回去了 大门口就只剩下老管家王贵 带着一群下人 正眼神抵一地看着这边 还能怎么办 人家明说了 不招待我们 难道我们一群大男人 还能死皮了脸地留在这里不走不撑 第215章 回娘家享福 刘家人满怀着希望而来 又带着一肚子的火气离去 此时天已经彻底地黑了下来 但是因为到处都是积雪 不管是房顶还是路边 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所以还是有些光线的 刘家的宅子距离宁王府有些远 车队弯弯绕绕地 过了好些大街小巷 才总算是在一处院落门前停下来 平日里守在这里的是一对老年夫妻 两人年纪大了 又没有什么事情做 本来都已经睡下来了 得知主子一家回来了 又只得从暖和和的被窝里爬起来 帮着跑前跑后的跟着伺候 母亲也真是的 他自己倒是回娘家享福了 可苦了我们这些人跟着受罪 总算是能够坐下来 好好地喘一口气了 看着这冷冷清清 啥也没有的屋子 刘家的大儿媳妇 严是心中不满 忍不住开始抱怨了起来 得了吧 我看如今宁王府 估计都已经变天了 老王妃虽然对母亲很是不错 但是她毕竟年纪大了 听说又身体不好 估计在府里没啥话语权了 在刘家老大刘家祺的眼里 如今宁王府肯定是 已经被宁王妃给掌握在手里了 听说那宁王在边关 已经失踪许久了 徐老二也带着两个侄子 去了边关 那府里除了三房的病秧子 是个男人 其他就是些后宅妇人 在刘家祺的眼里 后宅自古以来 就是充满了争斗的 像是婆媳之间 肘里之间 妻妾之间 嫡妾之间 要是男人们 都在府里还要好一些 毕竟大家还都要 顾及一些颜面 就算是被地里 搞些小动作 也是无伤大雅的事 但是如今 那偌大的宁王府 就只剩下那些女人 怎么可能还和谐相处 估计早就争斗得不可开交了 宁王妃可是占据着天然的优势 要是她没有猜错的话 她应该早就把宁王府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 不然要还是老王妃当家 按照她对自己母亲的爱护程度 肯定早就派人去城外迎接了 自家人又哪里会被人这样下脸子 那这样说来 母亲进了宁王府 岂不是羊入虎口 严实停下手中收拾的动作 带着些疑虑地看着自家男人 那可是她亲娘 要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她怎么也应该站出来维护一下 不应该这样冷眼旁观的 严实虽然心颜子小 但是对于两个儿子的教导 还是很上心的 此时眼看着自家男人这样冷心冷情 不由得心中发寒 有些怪异地看着她 你这娘们说的啥话 刘家琪被妻子看得很是不自在 便提高声音 替自己辩驳道 你能不能尝尝脑子 好好想想 母亲是宁王府的姑娘 不管如今府里是谁当着这个家 也不可能苛刻她的 更加不会做什么有害她的事情 不然要是传出去了 宁王府的名声也就要扫地了 严实被男人吼得一愣 想了想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便也不再多想什么 反正人家的亲儿子都不着急 自己一个外星人 确实也没有必要去管这么多 再说了 平日里那老太婆就看自己不顺眼 最疼爱的可是二房的那一家子 自己又何必吃饱了 撑得多管闲事呢 其实严实不知道 被许木云疼爱的二房几人 也正在讨论这件事情 二房夫妻俩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 分别是16岁的刘耀峰 10岁的刘猪猪和5岁的刘耀阳 我不要住在这里 我要找祖母 跟他一起住王府 此时看着这空空荡荡 什么都没有的简陋屋子 刘耀阳就忍不住哭着 要找许木云这个祖母 祖母在路上 可是跟他说了许多宁王府的好吃的 还说去了那里能住很大的宅子 比自家在太原府的家还要大 可是如今 祖母把自己这个 他最最疼爱的小孙子丢在这里 却自己去住大宅子吃好吃的去了 弟弟别哭 明日姐姐就带你去找祖母 跟刘耀阳一样 刘猪猪也十分的嫌弃 这个黑乎乎破烂烂的宅子 正好小弟哭着 要找祖母 他便赶紧搂着自家小弟哄了起来 他这一路上 都跟许木云坐在一个马车上 可是听他无数次的 说起过宁王府的辉煌 再加上几个哥哥们 都去宁王府见识过 他当然 对那边的富贵生活 十分的向往 哎 你祖母平日里嘴上说着 最疼爱你们几个 但是我看呀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二房的僵尸 从包袱里取出来 一些点心放在桌子上 看着自己这可怜兮兮的小儿女 十分的心疼 忍不住对着自家男人 刘嘉宁抱怨了起来 要是真心疼爱这几个孩子 那刚刚在宁王府外面 他就不会只顾着自己进去了 怎么也会顺手 把这几个孩子 给带进去一起住 人家虽然说是一群大男人 住进去不方便 但是又没人说 孩子们也不能一起进去 也就是几句话的事情 说不定他再争取一下 自己还可以一起 住进宁王府里 跟着过过那样的好日子呢 如今 住在这啥都没有准备的地方 天气又这么冷 难道要自己掏私房银子 去置办东西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别瞎说 说不定明日里 母亲就派人来接我们呢 按照母亲的脾气 今晚上一定会把宁王府那些人 给折腾得够呛 为自己一家今日收到的屈辱出一口气 刘嘉宁因为吃定了宁王府 所以根本就没有想着 早派人过来置办东西 这边屋子虽然是不少 但是能用的东西却是不多 今晚上 这些人仓促之间住了进来 即便是看门的老两口 拿出自己的全部存货 也不够这些人吃用的 还得加上刘嘉 在路上带着的干粮 才勉强构分 不管怎么说 先坚持着 把今晚上这顿饭给应付过去再说 等到明日里天亮 就能让人去铺子里采买了 跟刘嘉人这边的鸡飞狗跳不同 徐木云被林默默 一路扯着胳膊进了院子 本来还以为要 带着她去见老王妃呢 没想到 人家 却直接给她送到了 她之前还没有出格时锁住的院子 对于这一起闹剧 玉秀只站在台阶上冷眼看着 原来就是这个女人 害了自家那便宜老爹的一辈子 第216章 许灵芝的噩梦 许木云锁住的院子不大 因为日常就有人打扫维护 所以看着很是干净 她带回来的丫头婆子们 一共有八人 都被安排进了这个院子里 因为早就打算好了 所以她自己的行李不是很多 像是各种衣物手势 都只带了平日里最喜欢的几样 就打定主意要好好地坑娘家人一笔 不过 那些婆子们动作很快 从马车上搬下来的那些东西 一个个都是用礼盒包装的严严实实 不是玉石百贱 就是书法自画 只随便拿两样出来 也就够许木云这主仆几人的开销了 院子里小厨房什么的都有 许木云一行人 被带进院子里之后 林默默只跟她寒暄了几句 就说 要回去伺候老王妃 便把人给丢在这里不管了 至于宁王妃跟二夫人这些女眷 更是再也没有露过面 就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许木云直到在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 又喝下一盏热茶的时候 才感觉到 今日的一切都透露着一股不对劲 这要是正常情况下 即便是不方便留客人在府上住下 也好歹要坐上几桌子好酒好菜 给远到来的客人接个风洗个尘啥的 绝对不会搞成 今日这样剑拔弩张的样子 她的心里有些打鼓 眼皮子也一直在不停地乱跳 总感觉到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一样 心中十分忐忑不安的许木云 派了几个婆子们出去打听 自己则坐立不安地在屋子里等消息 许凌芝是在第二日晚上醒过来的 她揉着胀痛无比的脑袋 看着这陌生的屋子 一时之间不知道是真实还是梦境 闺女 你可算是醒过来了 这两日可把我们给吓得够呛 许清荣掀开门帘从外面进来 见到昏睡了这么久的许凌芝 已经挣扎着半坐了起来 当即就高兴地喊了起来 妹妹 你胳膊还疼不疼 妹妹醒了就太好了 外面的几个哥哥 听见屋子里的说话声 也都挤到了屋子里面来 围在她的床边嘘寒问暖 看起来倒是颇为紧张 这个妹妹的样子 爹 大哥 二哥 三哥 看着这几个 因为自己清醒过来 而很是激动的亲人 许凌芝的眼眶就是一红 随着她声音中的哽咽 眼泪也啪哒啪哒地掉个不停 妹妹别哭 老大夫都已经说过了 你身上的伤不是很严重 只要是醒过来了 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见自家妹妹哭了 许凌芝的大哥 只以为她是被吓到了 连忙出声安慰 都怪那该死的马车夫 要不是他连个马车都干不好 我妹妹哪里需要 受这样的罪 徐老二也在一边咒骂 之前许凌芝被安排到 医馆里住下之后 他们就留下许清荣 一个人在这里守着 兄弟几人在大街上 打听了许久 都没人知道 那马车到底是谁家的 真是气死人 几人的安慰 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半靠着床 她的许凌芝 已经哭得气不成声 爹 太吓人了 有人要杀我们 我娘 他 许凌芝这两日说是昏睡 其实一直都在不停地做梦 而且 这次的梦境 跟以往都不一样 竟然是特别的真实 真实到许凌芝都感觉到 那些事情 是她亲身经历过一般 在梦里 她才终于是发现 那日他们所救之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官家的大公子 而是当朝的二皇子 齐思玉 当初南方大面积 发生了旱灾 百姓们死伤无数 到处都是逃亡到流民 皇帝坐不住了 在身边人的鼓动下 把自己唯一的两个儿子 太子齐思玉 跟二皇子齐思玉派出去 前往皇陵祭祀祈福 后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两位皇子 在前往皇陵的途中 遇到了刺客 全都跟护卫的随从 和暗卫给走散了 太子齐思玉比较倒霉 很快就被人发现 死在了山里 而二皇子齐思玉 则被逃亡途中的 许灵之一家相救 那时候齐思玉照样说 他是官家的大公子 表示他们在京城 还是一个挺大的家族 只要许家人 把他给安全送回京城 到时候 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好处 本来大家就是出来逃荒 原本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齐思玉既然是这样说了 大家当然是没有什么意见 当即就带着许家村人一起 把他跟后面找过来的随从 一起护在中间 一路安全地送到了京城 到了这里之后 还是官家出面 给他们家置办了宅子和户籍 也照样是把许家村人 给安顿到了城北的澎湖区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 齐思玉再次出现时 就表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说是他当初 在第一眼见到自己的时候 就爱上了自己 要娶许灵之一个农女 做他的太子妃 是的 太子齐思玉死后 皇帝也是大病了一场 根本就无心 也无精力打理朝政 便只好封了齐思玉做太子 并让他帮着操持朝廷中的 大小事情 许灵之不过是一个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农女 要不是这次出来逃荒 他可能一辈子 都走不出那个小小的镇子 眼前人长相俊美 又身居高位 自家人对他 还有着救命之恩 许灵之怎么可能会不动心 这只要答应了 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 而且还是真正的金凤凰 于是 许灵之毫不犹豫的 就答应了下来 做起了嫁进皇家的美梦 可是许家人的身份 太过于低微 即便是作为太子的齐思玉 没有意见 别的文武百官也不会同意的 最后 齐思玉给许灵之出了一个主意 让他想的办法 去认个义父 从而提告一下自己的身份 人选他都已经帮忙选出来了 就是宁王府老王妃 新任的干儿子许清禾 此时的许清禾 已经去了边关 跟在宁王府二老爷 许锦衣的身边 他本来就是农户出身 做事情踏实 又不怕苦不喊累 很快就得到了上面人的赞赏 后来更是在外敌入侵的时候 英勇杀敌 阴差阳错之下 活住了对方的大首领 一举立下了赫赫战功 被皇帝封为了威武大将军 第217章 等着我们回去自投罗网 于是 许清禾一家人找到了许清禾 告诉他了 当初玉秀母女 被老许家人打死换粮食的经过 并表示 当初还是他这个村长 站出来主持公道 赶走了那些人 最后把母女两人给安葬了 有着这样的恩情在前 许清禾在面对许凌芝 想要认她做义父的时候 便也就无法说出拒绝的话来 不但把许凌芝认作义女 还把许清禾一家人 当作恩人对待 而作为许清和义女的许凌芝 也自然是得偿所愿 风风光光地嫁进了太子府里 只不过太子齐思玉也说了 他虽然最爱的人是他 但是作为即将要坐上那个位置的人 必须要平衡朝廷中的势力才行 于是 很快又娶了好几方侧妃进府 这些侧妃 不是丞相家的嫡女 就是清贵世家的才女 全都是文采兼备 琴棋书画接通的美人 哪里会把许凌芝这样干巴巴 啥也不会地乡下泥腿子放在眼里 不是今日这个侧妃给他使伴子 就是明日被另外一个侧妃陷害 许凌芝本来还想着 只要是齐思玉坐上皇位 他这个太子妃就能够当上皇后了 到了那个时候 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自然可以好好地收拾这些妖艳贱货们 哪知道他皇后的美梦 还没有做多久 许清和这个大将军 就被人给毒杀身亡了 于是 许凌芝的美梦 彻底地成了一滩泡影 在许清和死亡的当天晚上 他也被人给推下了府里的荷花池 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凌芝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小时候 虽然不再记得前世发生的事情 但时不时地会在梦里梦见一些 前世发生过的大事 虽然这辈子 有许多事情都跟前世的不一样 但是此时许凌芝还是十分坚定地认为 前世的那些事情 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妹妹 你可不要说胡话了 大哥心里甚得慌 许老大搓了搓自己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结结巴巴地说道 要是不然 大哥再去喊老大夫进来 好好的给你扎上几针 是啊 你小孩子家家的 可不要胡说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太子殿下 但是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太子死亡的消息 这要是被人 许净荣毕竟是做过这么多年村长的人 自然是比几个儿女要谨慎一些 当即就瞪了许凌芝一眼 示意她不要胡说八道 这要是被人得听了去 他们家敢公然诅咒太子 估计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 而且 那许净荷怎么可能变成什么大将军 当日可是他亲眼看着他 被人给撞下山崖的 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 肯定是不死也要废了 即便是真的被人所救 怎么也不可能那样好命的 能够被人老王妃收为义子吧 许净荣好笑地摇了摇头 这要是往常的一些小事 他绝对会认为 许凌芝说的是真的 但是这件事 也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而且还有好几处重要的地方 都对应不上 比如 玉秀和崔氏 这两人当初根本就没有死 还闹出那么一起分家断亲的事情来 爹 我没有胡说 许凌芝眼泪掉得更凶了 坚定地相信自己 没有说的都是真的 想着许凌芝这次也真是受了大罪 很有可能是被马车给撞坏了脑子 这才开始胡言乱语了 好好 你没胡说 那你既然是 现在醒过来了 不如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许净荣无奈地哄道 打算先把人给带回去再说 这一直住在医馆里 也不是那么回事 再说 也太费银钱不是 哪里有在自己家里舒服 还省银钱 许家的几个哥哥 也都赞同自家老爹的话 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带着人回家 不 不要回去 听说要回去 许凌芝却开始尖声大喊了起来 不能回去 不能回去 她的眼神中 带着满满的惊恐之色 见父亲跟哥哥们都看了过来 她便一把扯住了 离她最近的许大哥 手指紧紧地攥住她的衣摆 刚想说话 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哎呦 姑娘总算是醒过来了 这两日 可把你爹和哥哥们吓坏了 怎么还哭了 是伤口还疼吗 随着门被推开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衣馆的伙计 是一个穿着半久棉衣的少年 这孩子也是被吓坏了 刚刚一醒过来 就开始说胡话 小哥不要介意 许清荣怕许凌芝 在当着外人 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来 赶紧走过去招呼道 并给儿子们使了一个眼神 让他们帮着给看着一点 衣馆伙计过来送药的 很快就被许清荣三言两语地 打发了出去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许凌芝也在大哥的帮助下 擦干了眼泪 长长地喘了几口粗气 让自己平静了下来 爹 几位哥哥 你们知道我 为什么能这么快就醒不来吗 许凌芝又惊又怕 一行眼泪再次冲出眼眶 让本来不相信他的几个许家人 也都不得不重新去想 刚刚他所说的那些话 因为在梦里 有很多黑衣人在追杀我们 还把我娘 等他再次抽抽耶耶地 把后面的事情给说完 许家的几个人 都被吓得面无人色 那这样说 那些人如今还躲在我们院子里 只等着我们回去自投罗网 许清荣脸色变得很是苍白 按说他们家 不过是刚来京城没几天 平日里 因为对京城里面不是太熟悉 也都是深居简出的 应该是 不至于有人会置自家于死地吧 莫非又是许凌芝这个闺女 再胡说不成 但是看着她哭得那样伤心 应该是不至于 拿她娘的性命来开玩笑吧 他们杀了人还不走 就是为了等我们回去后 把我们家给一网打尽 许凌芝咬牙 在这个梦境的最后 就是他们一家从医馆中回去后 刚发现惨死的青娘皇室 那些黑衣人就从里屋跳了出来 二话不说地举着刀便砍 人家都是伸手很厉害的杀手 哪里是他们这种普通人 能够抵挡得住的 几人仓皇之中逃跑 都还没有跑出院子 许凌芝就眼睁睁地看着 亲爹跟几个哥哥 凄惨无比地死在了自己的眼前 最后 在那个黑衣人举着刀 朝着她砍来的时候 她终于在极度惊恐之下醒了过来 第218章 简易版的年夜饭 屋子里是死一样的沉默 大家虽然不确定 许凌芝所说之事的真假 但是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去赌 不如让医馆的伙计帮着跑一趟 就说是再捡一副风寒 要帮着送过去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再回去也不晚 最后还是老谋深算的许清荣 想出来一个好办法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 她让许凌芝继续躺在床上装晕 然后又掏出一些铜板 拿着出去找刚刚那伙计了 许家的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意见 许凌芝也按照亲爹的想法 又躺回床上去闭上了眼睛 梦里的一幕幕 像是走马灯一样的 在她眼前浮现 许凌芝猜测 自己很有可能 这是重生了一回 之所以会时不时的梦见一些事情 可能是自己的记忆丢失了很多 这次被马车阴差阳错的遗状 反而还是因祸得福 把全部事情都给记起来了 大哥 想要证明我没有胡说很简单 你们只要是想办法去外面打听一下 许清荣是不是被宁王府的老王妃 收为了一子 就明白 我说的是真的了 许凌芝突然想到了许清荣 要是他真得像自己梦里的那样 会成为一个大将军 那自己一家 倒是可以想个办法找上门去 寻求他的庇护 这倒是个好办法 不过人家宁王府 那也是高门大院的 哪里是我们这些泥腿子 可以随便打听的呀 许大哥迟疑了一下 他其实胆子很小 就怕过去打听消息不成 到时候 还被人得抓起来揍一顿就不好了 那就让我去吧 要是宁王府真要收一子 外面人肯定会传出些风声才对 见自家大哥心有顾虑 许二哥便主动地站了出来 他一向胆子大 这些天他也是许家 在外面走动最多的一个人 于是 等许清荣回来之后 许二哥跟他说了这件事 就把自己给包裹得严严实实地出门了 许凌芝这边 开始了漫长的又焦躁的等待 但是被他们惦记的许清和府上 却是十分的热闹 这肉不错 又肥又嫩 吃起来还香喷喷的 没有半点腥味 特别是这卤下水 鲜香麻辣 让人吃了还想再吃 还有这猪大肠也好吃 油亮亮的 真是太香了 腊肠和烟熏肉也好吃 我只需要就这这香味 就能咽下两碗饭下肚 哈哈 说得好听 那你等会儿 可别跟咱们抢 院子里摆了十来张大桌子 所有人围坐在桌子边上 一边闻着大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 一边喝起了小酒 这两日雪也暂时停了 许久不见的太阳 也悄悄地露出脸颊 庄子上送了一批做好的煤炉子进城 正好也顺便把之前那些做好的腊肠 和烟熏肉给烧了过来 煤炉子的售卖不用玉秀操心 在城门口的时候 就被宋以恒带着人给拉走了 于是许清禾便想着 年关将近 接下来很有可能还会下雪 庄子上剩下的肥猪也都好几百斤了 一个个长得那是肥头大耳的 不如干脆得杀了吃肉 不但能给庄子上的人都分上一些 还能给大家都减轻一些工作量 让所有人都能够过上一个好年 于是 庄子上所有的大肥猪都遭了殃 早上一口猪食都还没有吃到 就被人给按住捆了起来 有了上次的经验 大家干起 活来十分的轻松 再加上主家早就说了 还会给大家都分些肉 所以 所有人都干尽十足 杀猪 分割 清洗 做起来都很是顺手 这次两边加起来杀的猪有25头 又全部都是大肥猪 所以 即便是给每家店户都分了一些 剩下的猪肉 还是有许多 因为 上次所做的腊肠和烟熏肉 大家都很喜欢吃 于是许清禾便让庄子上的妇人们 继续做起来 猪杀了之后 大家也都轻松了起来 今日除了不方便行走的老弱病残 留在庄子上 其他人都被用马车给拉着 一起来到了许家吃杀猪饭 这也是玉秀想出来的主意 也算是跟大家提前吃个年夜饭 顺便把接下来的工作 跟大家说一下 再给表现好的人 发一些奖金作为鼓励 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热闹的场面 随着一盆盆浓油赤酱的红烧肉 摆在了桌子上 大家全都没有了心思 在胡乱地吹牛 一个个的都开始咽起了口水 这次的年夜饭 玉秀拿出来很多的调料 像是各种酱油 五香粉 味精 全都是他带着许清禾 在空间中换了一遍包装 确认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才拿出来用的 这个潮带调料十分的单一 平日里大家烧菜 能够多放几滴油 就是奢侈了 哪里见过这个阵仗 当即就被这油亮的色泽 给拿捏住了味蕾 玉秀还教了大厨房几道菜谱 像是小酥肉 粉蒸肉 毛血旺这些 全都给倒腾了出来 院子里的人 已经在许清禾的招呼下吃了起来 崔大舅和两位表哥 也在一边帮衬着 至于崔老太太 则是跟崔氏一起 留在了后院没有出来 大厨房的几人手艺都不错 这又是土生土长 刚杀的鲜猪肉 再加上玉秀拿出来的各种调料 今日的饭菜做出来 就算是玉秀这个前世 吃过了无数美食的现代人 也十分的喜欢 先是带着人 给崔老太太和崔氏 送了一桌子进去 玉秀又拿出一个 早就准备好了的时刻 把提前留在锅里的几道菜 装了进去 老王妃对她很好 她今日做了好吃的 自然也要送一些过去 给她尝尝才是 等到玉秀从宁王府回来 院子里的人都已经吃饱喝足了 当然 许清禾虽然准备了酒 但是不多 只够每个人分着喝上一小杯 主要也是考虑着 他们等一下还要回去 万一再喝多了 别出傻事 即便是这样 大家也已经够满足了 好酒好菜地吃着 新房子住着 这哪里是当下人 真要是说起来 比他们老家的地主父户们 日子还要好过 更加重要的是 最后大家都还有红包拿 可算是 把大家给乐坏了 好话一个劲地从嘴里说出来 恨不得现在就到了耕种的季节 他们一定能卯足了劲 去为主家干活 许家的热闹渐渐散去 府里的人忙活了一天 也都早早地休息了 直到半夜 玉秀猛然睁开了眼睛 默默地看向了 正在被推动的窗户 忍不住笑了 第219章 谁要害我 因为外面的积血未化 所以即便是夜里 也是有一些光线的 再加上玉秀的势力 是经过灵泉水强化的 所以把外面的情况 看得非常的清楚 除了那鬼鬼祟祟 正在推动自己窗户的黑衣人 院子里 还有十来个蒙着面的黑衣人 正在互相比划着首饰 很快就散开了 来不及去想 这些都是什么人 玉秀从空间中 拿出许久未用过的玄铁弓箭 就见那人已经把窗户推开 手中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闪现着凌然的寒光 玉秀也不再多想 飞快地拉弓搭箭 也不需要瞄准 与箭脱手而出 穿破黑暗 直直地扎进那人的胸口处 噗通 那人中箭后 便仰面倒下 落地时 发出一阵沉闷的响声 这声音在黑暗中 听得格外的明显 其他刚准备前往 其他地方的人 都听得很是清楚 纷纷转身往这边赶来 玉秀靠在窗户的阴暗处 握紧手中的玄铁弓箭 犀利的眼神 紧紧地追随着这些人的脚步 高高的院墙外 有轻飘飘地跃进来 七八个黑衣人 这些人一个个包裹得 严严实实 只露出一双犀利的眼睛在外面 但是身材都很是高大 踩在松软的雪地上 只留下浅浅的一行脚印 看来伸手很是厉害 这时又来帮手了 噗痴 啊 你们是什么人 啊 不等玉秀狐疑 后来的黑衣人 已经栖身上前 手中的长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消在了前面那一伙人的要害之处 嘿 这会儿还互相厮杀了起来 不过前面的黑衣人 本来伸手就要弱很多 看着后面人过来 还以为是老大不放心他们 才又派了人过来 所以也没有多少防备 随着这一连串的惨叫声响起 前面的黑衣人 纷纷被砍倒在地 院子里的积雪 也被喷溅得血水浸染 像是冬日里的红霉 格外地惹人注目 这动静不小 惊动了外院首夜之人 玉秀很快就听见 有一阵脚步声 朝着后院跑了过来 玉秀虽然有些搞不懂 这些人玩的什么把戏 但是也不想自己府里的下人 被这些人杀死 刚想从黑暗中站出来 就见那些黑衣人弯腰 扛起地上的尸体 再次飞过那堵围墙 消失不见了 怎么样 刚刚是什么声音 刚刚就在这个方向 这可是小姐的院子 我们也不好随意进去 不如去告诉管家 首夜之人 已经来到了玉秀的院子外 正在外面嘀咕着 怎么声音不见了 是不是要去禀报张管家 这边没事 你们回去吧 玉秀已经披上了厚实的大厂 在门口应了一声 也不管这些人心中的惊讶 又把门给关紧了 不过他这次没有进屋 而是也跟着翻出了那道围墙 把小系统给喊出来指路 寻着刚刚离去的那些黑衣人而去 那些人虽然离去得很快 但是毕竟身上还扛得有人 玉秀又有小系统帮着给指明方向 所以很快便发现了那些人的踪迹 那些人翻身上了一处宅院的房顶 甩手就把肩膀上扛着的人给丢了下去 砸进了院子里的一堆积血之中 那院子里也不知道是住着什么人 听着这声音很快就点亮了烛火 玉秀远远地看着 屋顶上的黑衣人并没有露面 而是飞快地从那房顶上撤离了 说来也是好笑 这下了几天的大雪 四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偏偏这些人出来做事 还是习惯性地穿着黑衣黑裤 在一片雪白之中 那是看得格外的清晰 见那些人都走了 玉秀暗暗地把这个院子给记住 然后又朝着他们跟了过去 走着走着玉秀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这条路竟然是非常的熟悉 果然没多会儿 他就见到那七八个黑衣人 全都进了太子齐思远所住的东宫 这时候玉秀才总算是摸清楚了一些眉目 看来后面这些人 应该就是齐思远的人没错了 只不过不知道前面的那些倒霉蛋 到底是什么人 而齐思远的人怎么用那样的凑巧 正好能够在关键时刻赶过去的 玉秀在脑子里想了很久 也没有把想要害他们家的人想出来 他倒是想过宁王府三房的许锦然夫妻 不过玉秀昨日里过去才去看过了 那两人被老王妃给置得是服服帖帖 整日里除了在院子里互相谩骂之外 根本就不可能在外面来兴风作浪 那些黑衣人进了东宫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玉秀想了想便也没有过去 而是掉头出了皇宫 很快地来到了刚刚的那座大院子外面 此时大院子已经是灯火通明 被丢在雪堆里的那些黑衣人 也都被人给拉了出来 此时被人笔直地放在一排 就那样摆在院子里 有几个人举着火把 在查看那些人的伤口 玉秀看过去的时候 正好见到有人 从一个黑衣人的胸口 拔出他射出的那只羽箭 正举着在那里仔细地看 玉秀没有管这些 听见屋子里还有说话声 就从另外一边进了院子 躲在暗处往屋子里看去 里面坐着七八个男人 全都是一副眉头紧锁的样子 就这样定了 明日里就把银票给退回去 这马上就要过大年了 可别在这个时候 折腾出什么事情来 一个中年人 叹了一口气之后站了起来 拍了拍桌子上的 那个黑乎乎的木匣子 大哥说的是 看来那家人是有高手护着 我们即便是把家底 给抖漏出来 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之前我就不同意 接这个单子 人家是神医门里出来的 怎么可能没有自保之力 那你说 这是我们能随便拒绝的吗 人家可是说了 是宫里的那位 胡说八道什么呢 几个人很快又开始抱怨起来 很快又被刚刚 那中年男人给呵斥住了 宫里那位到底是哪位 第220章 不义之财 玉秀想来想去也想不通 宫里会有谁会想要 害自己一家的性命 不过这些人既然是说了 要把银钱给退回去 那自然是要跟的人接头才是 玉秀想了想 便回去给自家的爹娘 留了一封信 说明了自己的去处 然后就守在这里 准备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不过等玉秀又辗转着 跟到最后的时候 才发现 那人就是皇帝跟前的新公公 对于这次的任务失败 新公公那是十分的不满意 接过小太监递回去的 那个木匣子时 脸上阴沉的 都快要能滴出水来了 啪唧 木匣子被他狠狠地 砸在了地板上 一双老眼死死地 盯着面前的小太监 脸上的横肉都挤到一起了 咬牙切齿的道 既然收了银钱就得办事 不过是一家子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他们云兰阁 不是说高手如云吗 怎么也不至于没有办法 木匣子被这一下子 砸得给摔开了 里面的银票散落的满地 都是玉秀远远地看着 最少也有十来张 他不禁自嘲地一笑 这没有想到 他们这一家子泥腿子 倒是还蛮值钱的 因为这事情没有办好 小太监被新公公 一通好骂也不敢吱声 只好缩着脖子低着头 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最后 那老东西可能是骂得累了 又回房去取了一些银票出来 丢给小太监 你等会儿再去 我还就不相信了 见到这么多银票 那些人还能不动心 新公公恨声说道 顺便再给那人带句话 收了银钱便好好办事 要是这次把事情给我办砸了 以后也别在这京城里混了 是 小的这就再去 小太监连忙低头 把那木匣子又捡了起来 把手中的银票 也一起放了进去 对着新公公行礼之后 就拱着身子离开了 玉秀在看见新公公 又拿出那厚厚的一叠银票时 心中一动 当即就把手中的弓箭 又收回了空间里面 看来那老东西 这些年在宫里得了不少的钱财 这随手都能拿出这么多银票 上次在娇山县的时候 他的侄子和兄长 更是过着纸醉金尼的奢华日子 反正都是不义之财 不拿更是白不拿 玉秀从阴暗中站出来 刚想着要过去的时候 就感觉到 有一道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心中一惊 猛然回过头去 就见 是一个精瘦的青年 站在不远处的大树后面 见自己发现塌了 不但是不闪不闭 还对着自己使了一个眼色 随后就离开了 这人呼吸声极轻 走动之间也很是沉稳 要不是他自己没有躲避的意思 估计玉秀根本就不可能发现他 看来这也是一个高手 新公公已经又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玉秀犹豫了一下 还是朝着刚刚那青年追了过去 那青年带着玉秀 在皇宫里一阵穿梭 等到他再停下来的时候 玉秀又是好一阵无语 原来这里不是别处 而是他来过了好几次的太子 齐思远的住所 姑娘请进 殿下在里面等您 那青年见到玉秀 果然跟了过来 笑眯眯地对着他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玉秀确实是有很多疑问想要弄清楚 所以他也没有迟疑 当即便点了点头进了院子 齐思远已经在书房里准备好了热茶 见到玉秀进来 他便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 请玉秀在住案前坐了下来 来尝尝我这新茶味道如何 这可是我从父皇那里要过来的 特意留给你的 把一盏热茶放在玉秀的手边 齐思远也顺势坐在了另外一边的椅子上 本来还想着 今日去外面寻你说说事情 没想到你自己进宫里来了 齐思远叹了一口气 因为玉秀好几次 窍无声息地进了他的宫里 虽然都是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但是他宫里属于防范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前一段时间 他又重新换了一批暗卫 这些人都是暗卫营培养了出来 准备着将来给新上任的皇帝所用 不过他如今也是太子了 只要是不犯下什么大错 以后登上皇位 也就是时间上的问题 这也是经过皇帝同意过了的 所以他身边如今高手不少 他还怕玉秀以后进不来了 便想着找时间出去 把这件事情跟他说说 哪知道派出去 盯着新公公的暗卫 很快就回来禀报 说是玉秀也在那边 看样子是知道了一些 齐思远自然是知道玉秀的本事的 当即便让人赶紧去阻止 并把人给带着过来 这茶还不错 玉秀捧着茶盏抿了一口 就放在了桌子上 不过想着人家 这还是专门给自己留的 也不好不领情 便违心地夸了一句 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不过是一些在他喝起来 很是普通的茶叶 不过在这个朝代 这茶叶相比起 外面的那些粗制滥造 自然算得上是顶级了 他的小超市里 就有不少的茶叶 随便拿出来一罐 也能把这茶给 比进泥地里去 玉秀想着 下次有机会 他也拿一些茶叶出来 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还是先说正事要紧 昨夜里多谢殿下的人出手相救 小女子代表我们整个许家 感谢殿下的救命之恩 玉秀说着就站起身来 对着齐思远躬身行了一礼 虽然他不会让自己的家人出事 但是人家这份人情 那是必须得领才是 许小姐不必多礼 这事情说来也是巧合 齐思远很是绅士地虚服了一把 这才把事情 给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之前他就说了 许家因为上交火炕方子这件事情 被金赵尹姚大人 给抱到了皇帝面前 这次下雪那火炕 大家又反应很好用 皇帝为了奖励 许家这样无私的行为 便亲自写下了一幅字 准备等几日 让人给装标好了送到许家去 皇帝想要知道一个人的信息 自然是有人会下去仔细查访 也是因为这样 那新公公才会注意到许家 他那兄长跟侄子在外面作威作福 当初也是死得蹊跷 这次许家的资料递上来 也正好暴露了你们母女俩 当初进城的信息 第221章 先把人给放倒再说 他怀疑 那两人的死是我们干的 不知有何证据不成 玉秀挑眉 没想到当初那些事情 他做的那样隐秘 在这个没有监控的时代 那老东西还能联想到 他们母女的身上来 他哪里需要什么证据 反正父皇的封赏还没有发下去 即便是你们许家真的被人给害了 也掀不起什么风望来 到时候 他再跟在后面说几句 许家人没福气之类的话 也就把这事给糊弄过去 齐思源有些自嘲地说道 他父皇虽然不是个昏君 但是却极为耳根子软 又对这个新公公很是信任 很多时候 只要他歪着嘴巴说上几句 是是而非的话 就能改变一件事的结局 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玉秀稍微想了想 便也明白了 皇帝一般不会关注这些小事 看什么听什么 全都是身边的贴身太监安排着 久而久之 这些太监的权力威望 甚至要比很多朝廷大员要高些 没办法 人家可是贴身服侍皇帝的 只要哪日瞅准机会说你几句坏话 即便是当时皇帝没有放在心里 但是万一你下次做了什么错事 那之前听在耳朵里的话 就能成为治你罪的一种依据 也是 但是在这种封建制度下 有些事情哪里会需要什么证据 人家既然觉得你有嫌疑 就会直截了当地下杀手 哪里会去管什么证据不证据的 那既然如此 你们为何还要留着那老东西 玉秀有些不明白 齐思远作为皇子 在皇帝的心里 怎么也应该比这样一个老太监 要来得重要一些吧 哼 许小姐还真是快言快语 有些事情 可不像是表面上所见的那样简单 齐思远苦笑了一声 也没有瞒着玉秀 压低声音说道 当初我在外面被人追杀 本来还怀疑是二皇子一挡干的好事 后来得知他也是九死一生的回到京城 才知道 还有一道幕后黑手 在操纵着这一切 也是想要挑起我们两位皇子的争斗 让人家坐收渔翁之力 所以他在知道这个真相的时候 才不敢公然去报答玉秀母女的救命之恩 只能暗地里派人护着一些 那这事儿 莫非跟那新公公也有关系不成 玉秀不妨 今日会听到这样的隐秘 不由得有些头疼 他只想要护着自家爹娘 和两个未出生的弟妹们好好生活 从来没想过 要搅和到这些阴谋诡计之中来 当然有关系 据我的人所查 那人极有可能是对方的一颗重要棋子 因为当初就是他说动父皇 派我们两位皇子 去皇陵为民祈福的 祈祀员咬牙 说来他恨不得 现在就把那老东西给弄死 上次他虽然被玉秀母子所救 但是也损失了很多忠心之人 他们都是为了救他而死 也算是被那老东西给害死的 那也就是说 如今那新公公还除不得 话说出口 玉秀瞬间便也明白了过来 除一个新公公不难 难得是顺着他这个疼 去摸纳幕后之瓜 要是不把幕后之人 给捞出来解决掉 那这件事情 就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不然 除了这个新公公 可能还会有李公公 张公公啥的出现 你所说不错 只得暂时先留他多活几日 祈祠远接玉秀自己想通了 便也想要安抚他一下 你放心 虽然暂时不能动他 但是这段时间 也会给他找些麻烦事 祈祠远把自己这边的方案 说了一遍 玉秀也没有什么意见 只是有些可惜了 那老东西 肯定收藏了许多好东西 看来 这是没有他的范儿了 他有些心不在焉 祈祠远便又跟他说起 蜂窝煤的事情 这东西已经开始售卖 在这寒冷的下雪天 果然是 十分的受人喜爱 之前他就收到表兄宋义恒 让人送过来的信件 说是蜂窝煤虽然卖的不贵 但是耐不住没有傻本钱 数量还大 所以收益很是不错 用蜂窝煤 就必须要煤炉 所以 许家的煤炉 也是卖得很快 特别是那三眼煤炉 更是受那些大户人家 和酒楼饭堂里的喜爱 表兄说 这一批货卖完就能算账 到时候会让人送到府上去 要是那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还要再加大进度 趁这两天雪停下来了 再多坐上一些 祈祠远很高兴 蜂窝煤真能这么好用 不但是便废为宝 最主要的是 解决了百姓们的困难 让他们有了这样好的取暖设备 又给安然度过这次寒冬 增添了一份保障 最后 玉秀又打听那个大院子里的人 得知是京城的一个帮派 名字叫云兰阁 专门帮人做一些暗地里的事情 手底下倒是养着一大批人手 这次之所以祈祠远的人 能这摇巧地 赶在黑衣人的后面 那是因为他们 是在监视新公公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事情的 才赶着过去 正好跟在了那些杀手的后面 这些朝廷的阴谋诡 也计玉秀也插不上手 但是却对那云兰阁 十分的感兴趣 其次远见了 便也跟他多说了一些 这也让玉秀对接下来的计划 更加的有信心 从皇宫里出来之后 玉秀先是回家了一趟 也没有瞒着崔氏跟许清禾 跟他们说了昨晚上的事情 让他们也能有个心理准备 万一再遇到事情 不至于会惊慌失措 放心吧 大家身上都带了强销药粉 咱们都是不会功夫的 打不过人家 也不会跟人应聘 到时候先撒一把药粉出去 把人给放倒再说 许清禾拍了拍怀里 崔氏给他准备的药粉 心中也是多了几分底气 他作为一个男人 保护妻女也是他的职责 他当然不想在崔氏跟玉秀面前露气 不过在许清禾说 咱们都不会功夫的时候 崔氏和玉秀的表情 倒是有那么几分不自然 玉秀会功夫这事 许清禾那是早就知道了 至于崔氏也会那铁石掌的事情 则没人跟他提起过 也不知道 下次许清禾见到自己那柔弱的娘仔 一掌劈碎一个大石头的时候 是一种怎样的表情 交代好家里的事情之后 玉秀便又来到了云兰阁所在的大院子 他在外面绕着走了两圈 那是越看越满意 第222章 送你跟他们团聚 云兰阁里的人 今日也很是烦恼 那位的单子退回去 又被重新送了过来 匣子里的银票 还多了一倍都不止 大哥 咱们干了这一票 实在不行 就离开京城吧 才不动人心 见到这么多银票 当即就有人眼神发直 我们这些年在京城过的 那也是颤颤巍巍 这到处都是朝廷大员 咱们谁也得罪不起 还不如干了这一单 就解散所有兄弟 到时候 大家把钱财一分 寻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 去过过好日子去 可那许家人有高人相护 咱们也不能把自己的命 给赔上去吧 有人出声质疑 当即又被人给打断 之前我们折损了那么多兄弟 怎么可能就这样不管不问 我看这个任务 我们不但是要接 还要把那许家人给屠戮殆尽 最好是鸡犬不留 说这话的是一个 个子矮胖的男子 他一双绿豆小眼中 带着丝丝脚侠 不断地在人群中拱火 吐吐吐带尽 鸡犬不留 就在大家被他说得 热血沸腾的时候 突然门外传来一道 清脆的女子声音 就凭你们 也配 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玉秀手持弓箭 站在了门口 你是什么人 敢闯我们云兰阁的场子 那矮胖男子 眼神瞇了瞇 十分不善地看着玉秀 伸手握住了腰间的长剑 要想知道 本姑娘是什么人 你还是下去问阎王爷吧 玉秀冷笑一声 手指轻弹 那与剑就击射而出 迎面射进矮胖男子的胸口里 刚刚他在外面听的分明 这些人 之中最为恶毒之人 就是他 正好 就拿他开刀好了 扑吃 矮胖男子胸口中剑 当即从嘴里喷出一大口血水来 手中的长剑 再也拿捏不住 往后亮枪了好几步 就轰然倒了下 去 这一幕 把其他人都给惊呆了 大家不妨这女子二话不说 就开始下杀手 心中气怒不已 当即纷纷拿起自己的武器 就把玉秀给围在了中间 既然有胆子 赶来我们这里撒眼 那就别怪得几个不客气了 说话之人是一个高大的汉子 他跟刚刚被玉秀射杀那人 有些亲戚关系 平日里又走得挺近 所以此时双目似要喷火 大喊了一声之后 举着手中的大刀 就朝着玉秀劈来 其他几个人见状 也都怪叫着握紧了手里的武器 纷纷朝着玉秀挥了过去 等等 大家有话好好说 不要冲动啊 上手的那个中年人 见识不对 连忙站起来 试图阻止大家 他刚刚看着玉秀射出的那只剑 就突然想到 之前被丢回院子里的那些手下 其中就有一个人 也是被同样的剑给射杀 那这样一想 面前的小姑娘 肯定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自己这些人 虽然也很是勇猛 但也不可能是人家的对手 不过根本就没有人理他 双方剑拔弩张 直接展开了一通混战 玉秀的手中 紧握着一把匕首 在七八个大男人中间左右抵挡 看起来竟然是格外的灵活 对于这些想要伤害许家的人 玉秀完全没有留守的意思 每招皆是往几人的要害而去 随着一阵阵凄厉的惨叫 很快 刚刚那些不可一世之人 全都躺倒在了地上 有人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喉咙 有人用手捂着胸口 不过这些都没有什么用 即便是他们的手捂得很紧 那些烟红的血水 还是飞快地喷涌出 转眼之间 屋子里就只剩下玉秀 跟那个中年人还站着 见他面色很是不好的样子 玉秀挑眉 轻笑了一声问道 怎么 你不一起上吗 中年人心中一阵 不动声色地 往后面退了两步 看了看地上躺着 已经没有了呼吸的人 刚刚他们还在一起 慷慨激昂地讨论事情 这不过是转眼之间 就已经变成了一具 具死相惨烈的尸体 不敢 不敢 这位姑娘莫非是许家人 中年人想到自己 听过的那些资料 许家有个姑娘 不管是样貌 还是年龄 都能够对得上 没错 我这不是过来瞧瞧 是谁那般 要钱不要命 还想偶许家人的性命 玉秀说话的表情 那是十分的嚣张 不过此时在中年人的眼里 这个姑娘 确实是有嚣张的本钱 就刚刚被他杀死的这些人 全都是云兰阁里面的重要人物 就这样 全都折损在了 这个姑娘的手里 中年人名叫徐庆 是云兰阁的老板监管事 自从他师父 把云兰阁交到他手里的时候 这些年 他也是艰难的经营着 平日里 也是谨小慎微的性子 不能惹的人 他们也很有自知之明 根本连碰 都不敢去碰一下 所以 这些年在京城混的 还算是顺利 只不过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次会阴沟里翻船 再在玉秀 这样一个小姑娘的手里了 姑娘放心 许家的这个单子 我早就拒绝了 这是对方又强行 送过来的银票 我们这也是正在讨论 怎么再把银票给人还回去 徐庆勉强扯出一抹笑意来 看了一眼桌子上的 那只黑木匣子 银钱虽好 却是有手拿 没命花呀 是讨论怎么让我 许家鸡犬不留对吧 玉秀眼神中带着杀气 这些人果然都是该死 他绝对不允许 谁来破坏 他好不容易一点点 经营出来的小家 徐庆心中一紧 连忙白手表示 玉秀误会了 还想好好解释解释 就被玉秀给白手打断了 少说这些废话吧 本姑娘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玉秀不耐烦 在这里听她狡辩 她想要试试看 这些人能不能为她所用 第一个 从今以后 云兰阁必须听我指挥 让干啥就干啥 事情办得好了 还会有奖励 徐庆心中大吉 这姑娘胃口还挺大 竟然想要把这个云兰阁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 那第二个呢 云兰阁可是他辛辛苦苦地 经营了这么多年 他怎么会甘心 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拱手让人呢 第二 倒是用不着这么麻烦 玉秀拉长了音调 似笑非笑地看了徐庆一眼 徐庆听说不麻烦 心中刚刚一喜 就听见那姑娘悠悠地说道 就是本小姐好人做到底 送你下去 与这些人一起团聚了 第二百二十三章 是她 一定是她 徐庆的脸 一下子变得煞白起来 有些惊惧地看着眼前的女子 她心中哪里会甘愿 就此被她拿捏住 即便是姑娘杀了我们 又如何 云兰阁其他兄弟们 就算是不能为我们报仇 也不可能听你一个女子管束的 是吗 那无所谓 我把人全都一起灭了就是 能看出对方心中的惊恐 玉秀冷笑一声 举着匕首 就朝着徐庆逼了过来 能收服最好 收不了那就杀了算了 反正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慢着 慢着 有话好好说 见玉秀眼中杀意不似作假 徐庆被吓得 又连着后退了几步 此时她已经背靠着墙角了 再也没有了任何退路 眼看着那把荧光闪闪的匕首 已经到了眼前 徐庆眼珠子一转 大喊了一声 同意 我同意了 时时务者为俊杰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还是先答应下来再说吧 玉秀哪里不知道她的小心机 也没有拆穿的意思 从荷包里摸出一颗黑乎乎 带着股心臭味的药丸子 一掌拍进了徐庆的嘴里 药丸子不小 徐庆只感觉到 自己差点被噎死 等她连着翻了好几个白眼之后 才发现那药丸子 已经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完蛋 她伸手就想要抠自己的喉咙 却被玉秀一脚给踹倒在地 徐庆像的大虾米一样的 弓着身子躺倒在地 双手紧紧地捂着自己的肚子 面色十分的痛苦 这药丸子 是玉秀在系统商场里 跟人兑换出来的 看样子 效果还是不错 既然如此她也不着急了 无视屋子里这横七竖八的尸体 拉开一张椅子 就坐了下去 不出预料的是 徐庆并没有能熬多久就服软了 表示 为了能够换得解药 她以后一切都听玉秀的指挥 于是 等玉秀从云栏隔出来的时候 就又多了一批小弟 不过为了以后做事方便 她表示 让徐庆一切按照以前的规矩做事 只不过遇到大事 要过来请示自己才行 徐庆心中发苦 兄弟们都被她砍得砍杀的杀 哪里还能照常运行 不过这也不需要 她苦恼多久 因为玉秀转头 就从下面提拔了好几个人起来 表示谁做得好 以后就是云栏隔的新管事了 玉秀在这边 收服自己的第一批小弟 另外一边的许灵芝一家人 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妹妹 都 都过去两个多时辰了 那火箭 还没有回来 徐大哥脸色苍白 说话间 神色满是惊恐 会不会是他贪玩 跑去其他地方了 许三哥也很害怕 万一这件事是真的 许家人岂不是惨了 到底是谁要害我们 那些人会不会追到医馆里来杀人 许四哥颤抖着声音问道 立马就被自家老爹瞪了一眼 别一副没出息的样子 这一管人来人往的这么热闹 那些人肯定不敢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许灵芝一直紧紧皱着眉头 他毕竟是重新活了一世 脑子也比许家的其他人 赚得要快一些 说来我们在京城 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那些黑衣人 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样子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驱动那些人呢 许灵芝嘴里喃喃 想到那个随时随地 都笑眯眯的男人 突然脑子里就灵光一现 是他 一定是他 跟前世一样 那个男人明明就是当朝皇子 却偏偏要说是官家的大公子 只不过跟前世不一样的是 前世自己家 靠着那一千两银票 安然过冬 并没有再去官家门前闹过 可是这次 他们家被人给偷了个干净 万般无奈才求到官家门口 本来是想给自己一家人 找条活路的 没想到 却是自寻死路 看来是那人不想再提起 在外面的事情 也不愿意别人知道 许家对他的救命之恩 难怪难怪 那管家之前 掏银票是那样爽快 要五百直接给一千 合着是想要先把自己 这一家人先给稳住 然后再给一网打尽 就他们许家 这无权无事 连个亲人都没有 即便是满门被杀 也没人为他们申冤报仇 许灵芝说出自己的想法 许清荣感觉很有道理 几个哥哥 更是义愤填膺 恨不得再回到当初 他们一定不会好心地去救人 很快 许二哥也满脸惊慌地回来了 他在外面跑了这么久 一共带回来两个消息 一是外面并没有 宁王府老王妃收义子的消息 倒是在传老王妃 本来病重不治 幸好有神医门的弟子 找上门来 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二就是 那一广伙计 确实是进了他们家的院子里 正好被旁边扫血的邻居看见 不过却没有看见有人再出来 许二哥还偷偷绕进巷子口 看了一眼 他家门前因为积血未扫 所以那伙计的脚印 看得十分的清楚 确实是只有进去的 而没有再出来的 许家几个人 本来正在为许清禾 没有那样的好运而庆幸 接着听见后面的消息 一个个脸色都凝重了起来 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许家人倒是非常地感谢 那撞了许灵芝的马车 要不是他来了这么一下子 估计他们现在早就下阎王殿去团聚了 来不及去想 在家的皇室是不是遇害了 许家几人凑在一起 嘀嘀咕咕地商量了起来 接下来该如何自救 大概是因为 刀已经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所以大家都爆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聪明才智 既然有人想要杀了我们灭口 那我们就把事情闹大 搞得人尽皆知才好 不错 那样一来 京城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许家是皇子的救命恩人 要是我们出事 皇家也要出面摆平 不然不得含了百姓的心 让人唾骂 这个办法好 我们等下就分开行动 争取用最快的速度 把消息给传开 到时候 那些人肯定会投鼠忌器 不敢再轻举妄动 几人说干就干 除了身上有伤的许灵芝 许清荣带着几个儿子 全都出去了 第224章 看你能不能守得住 玉秀一直在派人暗中观察 许灵芝家里 对于他们家的这些破事 他就当时看得热闹了 不过在知道许家人 去散步救了皇子的消息时 他忍不住挑了挑眉 这许灵芝倒还真是聪明 秘密只要是传播出去 那就不再是秘密了 不过说来也是有趣 那辆撞伤许灵芝的马车 并不是意外 而是官家大少夫人的手柄 那日他见到许灵芝那 楚楚可怜的小模样 心中就很是不喜 更加可恶的是 这样的剑蹄子 竟然赶上门来寻他男人 那不是公然向他挑衅吗 当时他没有发作 背后叫了管家身边的小司 过来一问 才知道这家人 果然是他夫君吩咐管家安置的 不但给人买宅院 还给了那么多的银钱 大少夫人忍不了 干脆先下手为强 要把许灵芝 这个不要脸的剑蹄子给解决了 哪知道阴差阳错之下 竟然还救了许家人一命 这些事跟玉秀家没有关系 他也不会好心地去告诉许灵芝 只让人再继续看着 就不再管了 宁王府里 许慕云一大早就收拾好自己 带着人来到了老王妃的院子门口 却被人告知 老王妃还在歇息 让他在院子里先等着 这要是放在以前 许慕云当然不会答应 反而还会甩手 就给婆子两个大嘴巴子 但是经过之前的那些下马威 他如今已经泄了在娘家 作威作福的心思 变得谨小慎微起来 他在院子里冷兮兮地站了许久 才终于看着林嬷嬷 从屋子里走出来 他赶紧堆起满脸的笑容 迎上去问道 怎么样 嫂嫂还不打算见我吗 老姑奶奶 这是说的什么话 林嬷嬷虽然是在笑 但是语气中 却是带着些责怪着说道 我们老太太 哪里是不肯见你 实在是身子不太好 夜里不能安心 这才起得晚了一些 老姑奶奶也不是什么外人 肯定是能理解的吧 许慕云心里一噎 人生硬道 确实如此 嫂嫂身子不好 自然是该多谢这才是 我这也是太久没有见嫂嫂 才会心急了一些 林嬷嬷见她服软 也没有再多做为难 当即就把人爹请进了花厅 老姑奶奶先稍坐一下 我们主子很快就会过来 她说完就招呼着小丫头上茶 许慕云这一等 又等了好半天 许慕云的茶水也喝了好几盏 还是见不到老王妃出来 她心中又急又气 却也不甘心就这样离去 祖母 那女人还真是沉得住气呢 玉秀早就过来陪老王妃说话了 见许慕云这样忍气吞声 不禁有些佩服 说来她这些年 在刘家也是做当家主母的人 自然是有着几分威严 这回来 娘家却被人这样对待 肯定是憋足了一肚子的火 不急 先压压她的气势 不然还以为这是前些年 宁王府这个娘家 就任由她作威作福呢 老王妃也是很有魄力 下定决心 要好好地收拾许慕云一番 再跟她细说当年的事情 那祖母可别气着自己 为了那些人生气 根本就不值得 玉秀见老太太 一副傲娇的样子 暗暗投笑 为那许慕云 默默地点了一根蜡 你就放心吧 祖母好不容易 才见到我的亲儿子一家 还想要等到你大伯二伯 还有两个堂兄回来 到时候我们宁王府 才算是真正的团圆了 老王妃想到自己 在边关的儿孙 特别是失踪了的大儿子 心中纠痛 眼中也泛起了泪花 只要是死前 能够见到我们一家人团聚 即便是将来我到了地下 见到你祖父 跟许家的列祖列宗 也不会再有遗憾的了 见老太太面色痛苦 玉秀赶紧掏出帕子 帮她擦拭了一下泪水 安慰着说道 祖母放心 大伯他们吉人自有天相 肯定会平平安安地 回到您的身边 到时候 大家整日里陪在您身边 让您做京城里 最幸福的老太太 玉秀有些惋惜 自己的空间顺移 虽然是挺方便 但是每次的距离也不是太远 想要走一趟边关 那也很是不太现实 不过小系统上次说 快要升级了 要是升级之后 能给自己一个惊喜就好了 玉秀在宁王府 陪了老太太一上午 那许木云就干巴巴地 在花厅里等了一上午 后来许氏茶水喝得太多了 实在是扛不住 只得十分憋屈地带着人离去 这其中 刘家也派人送来了拜帖 不过被宁王妃 以府里都是女眷 不便招待外壳而回绝了 这样一来 竟是完全把许木云 跟刘家给分割开了 皇宫里 不是让你们把事情 都给解决好吗 这怎么还被散播得满城皆知 二皇子齐思玉 阴沉着一张脸 十分不满地 看着自己眼前之人 这人也不是外人 正是被他扯出来 做挡箭牌的 官家大公子关燕林 也就是齐思玉的亲表兄 关燕林不敢说 是因为自己的娘子吃醋 才会引起这一连串的失误 只得低着头 承认自己办事不利 这次都是我没有考虑周全 回去后我就召集人手 势必尽快让那一家人 全部消失掉 官燕林话才说了一半 就感受到了自家表弟 那阴寒的眼神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心中就是毅力 表兄有没有想想 如今这次传的满京城 都是沸沸扬扬 就连久不出宫的父皇 都听说了消息 还把我叫去询问经过 这要是那家人 突然被人杀害 你猜有没有人会想到 我这个皇子身上 齐思玉十分地不满 就算是那些人 不会猜到 是自己杀人灭口 但是怎么说 人家也救了自己 到时候 自己不出面解决问题 肯定会在百姓那里 失去威望 以后谁还肯真心 实意地为自己卖命 事已至此 他们不但不能在 实施原计划 反而还要出面 去答谢那一家人 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 金银珠宝等 值钱之物 到时候 表兄只管帮忙 给敲锣打鼓地送去就好 哼 那家人既然是贪心不足 蛇吞象 那就看他们 能不能守得住 这些东西了 第225章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许灵之一行人 是在消息 被散播的满天飞的时候 回去的 这次他们也是 做足了准备 专门从外面 请了一个四人 抬着的小轿子 又喊了 医馆附近的几个婶子一起 帮着把虚弱的许灵芝 给抬着上了轿子 这一行十来个人 再加上看热闹的 倒是颇有一番气势 此时那医馆的伙计 已经消失了一天一夜了 他本身也就是 孤儿一个又没有家人 医馆的人又忙得不行 只随意地找了找 没有找见 只以为他跑出去玩了 便也把事情给搁置下来了 许家几个人 跟在人群后面 表面上笑眯眯地说着 多谢大家过来帮忙 实际上 心脏都跳得 快要从胸膛中飞出来了 即便是雪地里 十分地难走 但是总归不是太远 所以这些人 磨磨蹭蹭走到枫叶巷时 也才用了不到 半个时辰的功夫 不料刚拐进巷子 就迎面撞见 几个有些面熟的人 许青蓉一正 突然就瞪大眼睛 十分不可思议地 在那几个人的身上巡视着 只见对方几人身上 都披着厚实的大厂 里面露出来的衣角 也都是紧断刺绣 一看就十分地富贵 崔 崔 徐 徐大哥也十分地震惊 抬手指着对面 结结巴巴的好半天 都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许青蓉父子几人 心中不由地都开始酸涩起来 想到许灵芝之前 所说的那些话 明白那是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许青蓉还真是好面 难道还真的说是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没错 此时迎面来的几个人 正是崔家父子三人 跟许青蓉 看着对面那几个面色扭曲的男人 许青蓉想到 自家娘子跟闺女说过的那些话 直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 冷笑一声没有说话 崔大就便上前几步 皮笑若不笑地招呼了一声 是许村长啊 还真是许久不见 没想到大家还真有缘分啊 是 是缘分 许青蓉一边出声应付着 一边暗暗地观察着 许青蓉的一举一动 倒是没有想到 我们还有机会 在这么远的地方碰面 青蓉啊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你是不知道 当初你掉下山崖 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心思 许青蓉想说自己费了好大的心思 组织人手去寻她 不过却被许青蓉冷哼一声给打断了 是吗 是费了好大的心思想 怎么把我娘子跟闺女给打死换粮是吧 那也是 真的很麻烦您费心了 许青蓉看着对面的许家几人 只感觉是仇人相见 那是分外的眼红 许青蓉面色一变 没想到这人会知道的这样清楚 难道说是崔家人过来告状的 还是说 那死丫头母女俩 也已经找来了京城 跟着许青蓉相认了 许青蓉这时候也想到了 当初玉秀跟崔氏母女俩 拼了命地与老许家人私打 最后还大逆不到的 要跟老许家人断亲的事 脸色就更加的不好了 要是那死丫头 真的也来了京城 肯定会在许青蓉这边 添油加醋地说自己的坏话 轿子里本来还虚弱躺着的许灵芝 听见外面的声音 偷偷地掀开帘子看了一眼 心中就是一阵狂跳 没错了 这人如今的气势已经变了 相比起自己记忆里的那个 已经功成名就归来大将军 他身上此时还欠缺一种杀伐之气 却多了一些从前没有的从容跟自信 听见外面几人的气氛不是太好 许灵之声怕 他爹跟几个哥哥把人给得罪了 赶紧轻轻地咳了一声 虚弱地喊道 爹 到家了吗 许青蓉也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眼前的这个情况 立马就答应了一声 马上进院子了 闺女在等等 说完他就对许青蓉几人点了点头 又笑着招呼那些妇人跟教夫上前 来到了巷子里的最后一家院子 期间路过中间的几个院子时 看着雪地上的那些脚印 他也明白 许青蓉几人是从哪个院子出来的 难道许青蓉也住在这里不成 许青蓉父子几人都有些好奇 不过此时也没有那个心思去刨根究底 大门并没有上锁 许青蓉一边暗暗地观察 一边在暗中戒备着 目光在几间屋子里寻视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闺女受伤了 外面诱了 麻烦几位大哥把轿子抬到房间门口 许青蓉可不敢以身犯险 对着几个教夫拱拱手 又喊着几个妇人过来扶着一点 因为之前许青蓉也跟他们说好了 这次帮着好好的把许凌芝给送回来 必定会好好酬谢他们的 这也不费多大的事 左右也不过是多走几步路 所以妇人们首先就走过去了 伸手去推房间门 不是说孩子他娘在家吗 怎么不见出来 有妇人还在好奇 许青蓉父子几人却已经平住了呼吸 做出一副随时可以逃命的姿势来 轿子里的许凌芝也早就做了起来 准备一有动静就跟着往外跑 反正这次人多 那些人即便是想杀人 应该也没有那样容易 我娘 这不是感染风寒了吗 所以便让她留在家中好好休息 许大哥眼神十分紧张地 看着那妇人的动作 随着他一把把门给推开 屋子里的场景也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啊 死 死人了 救命 快跑 只见入目所见的是一大滩暗红的鲜血 此时都已经在地上凝固了 血水上面还有一个人影 正蜷缩着身子一动不动地躺着 妇人们吓得花容失色 几个教夫更是随便把轿子往地上一放 就跟着撒鸭子朝外跑 许家父子几人动作最快 都已经跑到大门口了 才反应过来 地上只躺着有死人 却并没有像是许凌芝所说的那样 有黑衣人举着刀追杀他们 爹 是 是娘吗 许凌芝也亮亮呛呛地跑到了门口 那些妇人跟教夫本来还想要冲出去的 却被许清荣给呵斥住了 都别乱跑 咱们人多怕什么 大家跟我一起进去看看 是个什么情况 一群人此时都被吓得脸色惨白 十分的后悔 跟着走这一趟 现在倒好 撇不开了吧 许清荣给许凌芝使了一个眼色 让她不要大呼小叫 然后就带着人轻手轻脚地再走回门口 总算是把屋子里的情况给看清了 第二百十六章 看谁技高一筹 大家壮着胆子走进了一看 不光是许清荣父子 就连那几个妇人 也是一眼就把人给认了出来 是小臣子 小臣子找到了 没想到她死在了这里 小臣子怎么会到这里来 妇人们开始议论纷纷 此时也顾不得自己害怕了 站在门口 开始指手画脚地嘀咕了起来 许清荣几人的视线 则在屋子里巡视了一遍 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才松了一口气 接着 许清荣才又像是才想起来一样 带着人冲去了后院 果然找到了已经浑身僵硬的皇室 哭喊了起来 那哭声在外人眼里 倒也是有几分真切 只不过 他们自己则是明白的 此时性命攸关的时候 大家都只顾得 关心自己的小命了 哪里有心思 去哭皇室这个已死之人 院子里的两个人 都被人给杀死了 这件事 很快就有人去报了衙门 捕头带着衙医们 很快就到了现场 经过查验 屋子里被人杀死的 就是皇室和那个小臣子 两人的尸体 也被衙门里人给先拉走了 至于凶手 现场什么都没有发现 许家人也不敢多说什么 就只说全部听从衙门里的安排 这里许家人也是不敢再住了 好在如今 他们身上有了些银子 便只好去客栈 租了个小院子先住着 虽然要花掉一笔钱财 那一笔稀里糊涂丢掉姓名 要强上许多吧 此时 许家人救了皇子的事情 也传得人尽皆知 虽然朝廷 如今有两位皇子 但是许清荣一家 是官家出面安置的 肯定就是二皇子 其私欲没错了 所以很快 就有一个老太监 带着人 找到了许家人租住的小院子 他们这次过来 可不是空着手来的 而是敲锣打鼓地 抬着四个沉甸甸的大箱子 还有四个庄的 满满当当的大竹框子 只在上面 盖着一层红布遮挡 一路悄悄打打地走来 倒是很快就吸引了 一大批看热闹的人 因为害怕 在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许清荣找到的这家客栈 在一条大街上 平日里人来人往 也很是热闹 所以 这次即便是外面天气寒冷 所以还是有不少人 赶着跑过来看 这就是救了二皇子的许家 还真是好运哦 你们看那大箱子 沉甸甸的 还不知道装了多少金银珠宝呢 哎哟 这可是发财了 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 本来大家都是普通人 现在这家人 却是皇子的救命恩人 人家还敲锣打鼓地 送了这么多好东西过来 可算是扎了别人的眼窝子了 许多人羡慕极度地 眼圈子发红 在心里暗叹自己 怎么没有那个好命 还有一些人的目光 紧紧地锁定了那些个大箱子 心中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那就不清楚了 徐老爷 几位少爷小姐 咱们殿下最近事务繁忙 这才没有顾得上过来当面致谢 想着前些日子 托官家给了两千两的银票和房产 有些少了 这不是 今日又派了小的过来 送些谢礼给你们 老太监脸上的笑意不达眼底 说话之间 那如刀子一般的视线 也在许家几人的身上 来回扫视着 看得几人十分地不自在 哼 不是想要搞得人尽皆知吗 那咱们就给你来个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看看到底是谁祭告一筹 公公客气了 多谢殿下的赏赐 我们当初也是正巧遇到了 不管是谁 这出门在外的 总要互相帮扶一把才是 虽然心中有些不安 但是几个儿女都靠不住 许清荣只得硬着头皮上前招待 双方不过寒暄了几句 老太监就让人掀开了那些红布 露出里面的一些东西 有闪闪夺目的珠宝浴室 有包装精致的名人字画 但是最多最吸引人眼球的 则是那一排排摆放整齐的金银元宝 这些元宝齐齐整整的摆放在红布上面 看样子可是不老少 这还不止 等到那几个大箱子被人掀开 里面也全部都是大银钉子 哎呀 这许家还真是发财了 这些东西 要都是我家的就好了 嘿嘿 那你怎么不也去救一救皇子 说不定人家给的比这还多 看热闹的人群都沸腾了起来 大家伸长了脖子 往里面看 好像只要是多看几眼 那些东西就有可能会长上翅膀 飞到自己怀里来一样 面对着围观人群这狼一般的眼神 别说是许清荣跟许凌芝了 就连有些迟钝的许家几兄弟 都反应了过来 劳烦公公今日过来 不如咱们去里面坐坐 许清荣给几个儿子都使了一个眼神 示意他们赶紧把东西先给搬进去 这光天化日的 把这么多好东西放在外面 说不定等会儿这些人 就会冲上来给他们抢走 不做了 咱家回去还有事 谢礼既然已经送到 那咱家就先走一步 老太监本来就存了过来搞事情的心 哪里还会跟他进屋子里去坐 当即就丢下一句话 然后带着人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 太监们放下这么些好东西就走了 面对着周围这些如狼似虎的贪婪目光 许家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哪里还敢耽搁 当即就对着大家勉强笑笑 然后奋力地把四个大箱子 四个竹框子给搬进了院子里 等到把门紧紧地关了起来 许家人才浑身脱离一般地 许大哥靠坐在箱子边上 爱不释手地抚摸着箱子里的金银钉子 眼里的欣喜都快要溢出来了 要是换成银票 得有好几万两吧 不一定呢 你们看那几样百件 虽然咱们不认识 但看起来就好名贵的样子 还有字画呢 听说那个才最值钱 不过咱们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泥腿子 拿着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啊 许家的几个儿子都兴奋地谈论了起来 好像是有了这些 以后他们就可以过高枕无忧的好日子 唯一清醒的许清荣跟许灵芝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思 第227章 一箭双雕的好主意 快别在这里说些废话了 赶紧把东西抬进屋子放了 许清荣呵斥了几个儿子一声 这些完蛋玩意儿 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里吵吵嚷嚷地闹着 和这是生怕外面的人听不见心中着急事吧 对于这个老爹 许家的几兄弟还是打心底畏惧的 所以也不敢在这里耽搁 赶紧跑了几个来回 这才吃力地把东西给搬进了屋子里 这些东西太眨眼了 也不知道那人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在大庭广众地给我们来上这样一下 倒是搞得人骑虎难下 许清荣皱眉 这些金银珠宝虽然很好 但是这进了他们的屋子 突然就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 倒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这要是在以前 许灵芝一定不会认为那人是故意的 相反还会千方百计地帮着他说好话 但是活过了一世之后 他看得那是十分地清楚 人家这是恼恨 我们把事情散播出去 这才想了这么一个主意 想要我们家不得暗生 许灵芝撇了撇嘴 那人这心思可真是十分地阴狠恶毒 他现在想想 前世那个人对自己温柔相待 所图的也不过是用他来收拢 纳成了大将军的许清荣 后来大将军不在了 自己这个所谓的小棋子 也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 这几日许灵芝一家人 也把朝廷的局势打探得差不多了 知道太子齐思远还活得好好的 二皇子也始终都是二皇子 到如今还没有当上太子 不得不说 许灵芝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心中有着几分暗爽 那人前世踩着自己的皇兄上位 这次太子没事 他也就可能永远都接触不到那个位置了 许灵芝虽然不清楚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差错 才会导致跟前世不一样 但是也算是帮他出了一口心头恶气了 那怎么些好东西放在家里也不行啊 说不定刚刚在外面 就有好些人盯上了我们家 估计从今夜里开始 就会有人偷摸着半夜闯进来 许灵芝在屋子里焦躁地走来走去 反正他如今的脑子里 全部都被这些晶莹之物给填满了 来回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圈 都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来 爹 您先坐下来 我倒是有个好办法 许灵芝眼珠子转了转 他此时还能感觉到自己 被水呛死的那种无助感 心中的恨意简直是翻江倒海 爹您忘了 之前在枫叶巷 咱们可是遇到了老书人 如今我们没有地方可去 不如把这些好东西 先寄存在他家吧 许灵芝虽然有些恨二皇子 但是要说最恨的还是许清禾 前世要不是因为他 自己也许就凭着那些钱财 安安生生地嫁给一个普通人 在这京城里 就算是普通人 也算是能过上了好日子 可许清禾明明都当上了大将军 偏偏却还会被人给堵死 简直是蠢得可以 要是他放得再聪慧一些 也不至于这么早就被人害死 那自己说不定就一直有利用价值 到时候只要是做了皇后 那该有多么的风光啊 后来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自己还因为他的牵连而允命 这些是不怪他那还能怪谁 所以此时许灵芝多许清禾 这个前世的义父 那是恨到了骨子里 你是说许清禾 许清禾有些犹豫 之前两人相见时 那人看自己的目光可不算是和善 他恐怕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同意吧 许清禾打心底里 不想去见许清禾 具体倒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那咱们就跟他说好 只在他那里存放一段时间 到时候大不了分给他一些好处就是了 许灵芝眼神闪了闪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廊 这些东西要是不送一些出去 不但是一点都保不住 说不定他们这一家几口都有性命之忧 那要是在他家丢了怎么办 许清禾还是有些不愿意 但是也想不出更加好的办法 在他家丢了 许灵芝难难地念叨了一句 突然就忍不住笑了 在他家丢了 那岂不是更好 反正我们把东西都交给他们保管 那东西不见了 自然是他负责赔偿财神 这办法好 许灵芝突然在想 要是有人因为这些东西 把许清禾给杀了 他找不回这些东西 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许清禾这才反应了过来 直夸这个办法好 不但是能给这趟守山玉 找个妥贴的地方安置 说不定还能坑那许清禾一把 真是一箭双雕啊 那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咱们就快些把东西给送过去 事情就这样拍板定了下来 许清禾安排着几个儿子分头行动 有人去找马车 有人先去打探许清禾 在不在之前的那个院子里 说来也是巧合 因为最近有一批上好的药材送进来 想着这边离许家也不远 关键是空屋子还挺多 崔大舅就主动说放在这边 需要用到的时候再来搬就是了 之前遇到许清禾一家人的时候 正是许清和跟崔大舅几人 过来看屋子 几人又把里面不多的几样家具 给挪出去 空出几大间屋子出来 准备到时候 把药材给分开存放 许家二哥跑过来打探情况的时候 正好就见到许清和挽着衣袖 在帮着那些伙计 一起搬运马车上的一筐筐药材 只看他那身上的装扮 许二哥心中就不断地发酸 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旧棉衣 看向许清和的眼神中 就充满了恨意 凭什么 自己一家人想要过上好日子 就是千难万难 看看人家以前 可是老许家的软包子窝囊费 如今倒是过上了 穿金带银的生活 许二哥怀着愤恨的心情跑回去 把这事情一说 正好许大哥也找了好几辆马车回来 于是几人赶紧把箱子给锁好 这才小心翼翼地 抬到了马车上去 附近有人打探他们 是不是要搬走了 许清荣也完全不避讳 只言说这些东西 自己家地方小不好放 他要给送到同乡家中 先寄放几日 第228章 真是蠢货 这时候能在外面打探的 多数都是带着些别样的目的 这一点 许清荣自然是心知肚明 不过这跟他的想法 也是不谋而合 他还巴不得这件事 让所有人都知道 也正好可以转移 开人家的视线 这不是我们家如今出了些事情 还租住在这个小客栈里面 这么多东西放在这里 要是被人惦记去了 可怎么是好 许清荣坐在马车架子上 跟围观的人诉说着 这样做的原因 反正我们两家人相隔也不远 正好在他家里放几天 等到我家中的事情 都解决好了之后 再搬回来也方便 这办法不错 你们放过去 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围观的人听着这些话 嘴上附和着硬道 眼神始终都没有离开过那些东西 脚步也不由自主地 跟着马车一起往前移动 许清荣还不知道 正有人想要把自己往水里拖 就一行人忙得满头大汗 按说他如今府里下人不少 哪里还用得着自己动手做事情 但是许清荣自己 也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反而还说活动活动 身子松快一些 也是因为他这清荣的性子 如今在这京城 不但是跟家中的下人们 相处得极好 平日里也有好几个相处的 还不错的朋友 就像是金兆颖的姚大人 还有一个朝廷御史 另外几人则是宁王府的族亲 大家都是年龄相仿的中年人 偶尔倒也是能约着一起 喝喝小酒聊个天啥的 主子 这些剩下的 就有小的们干吧 张大柱劝道 这算是什么事啊 做主子的干起活 爱比他们这些下人还要厉害 他都怕自己哪天 就会丢了饭碗 这车祸卸完 明日还有挤车 等会儿再把旁边的厢房 也腾出空来 许清荣起身看了一眼 安排着几人继续搬货 然后拿着一块毛巾 开始擦拭头上的汗珠 还别说 这一趟忙活下来 他竟然感觉到十分的畅快 许清荣苦笑一声 想到早上出来时 真是有道理 自己可能还真是一个 一天都闲不下来的贱皮子 他拿着外衣 招呼了崔大舅一声 准备带着他再回许家去 家里还有一大批人 在忙着制药 他作为家中唯一的一个大男人 当然是要多上心一些才是 清荣兄弟 就在这时 向子口传来一声熟悉的喊声 许清荣抬头一看 就见迎面过来了好几辆马车 马车上还坐着那个 他无比熟悉 也无比讨厌的人 清荣兄弟 没想到还真是缘分 我们可是同族的亲兄弟 这来到了京城 正好又做了邻居 许清荣笑着 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上来就要 拿许清荣的手 那表情竟然是十分的热情 还不忘招呼 后面的几个儿子上前来 你们几个臭小子 怎么这么没规矩 还愣着做什么 快过来给你说问个好 许清荣一直冷眼看着他 不过这也不要紧 许清荣那是自说自话 只要想到 马上就要 把这烫手山芋 丢到许清荣的身上 就打心底里的高兴 我记得往日里 你这村长大人 都是喊我徐老二的 如今这突然改了口 倒是让我有些不适应了 眼看着许家几兄弟 都要上前来给自己打招呼 许清荣嘲讽的一笑 很是厌恶地摆了摆手 几位要是闲着没事的话 就往边上去去 给我们让个路出来 这一天天的他 事情可忙着呢 哪里有空跟这些人 在这里扯皮 哎呀 清荣兄弟 别着急嘛 被许清荣提起 以往在村子里的事情 许清荣脸色变了变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心中却是暗骂 往日里见这小子 一副老实芭蕉的样子 没想到这还挺记仇的 这不是前几天家里出了些事 你嫂子他 许清荣一副哀伤的样子 话说了一半 就等着对方主动接话 他再继续说 但是许清荣 却只是不动声色地撇了撇嘴 根本就没有追问的意思 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才想借你们的宅子放些东西 人家没反应 许清荣有些尴尬 但是没有办法 都已经到这里来了 万没有打退堂鼓打道理 你就放心吧 我们就放十来天时间 而且也不会白放到 到时候给你一百两银子的辛苦费 你看如何 他虽然是这样问 但是心中却是十分的笃定 许清荣会答应 不过是借个地方用用 十来天的时间里 就能挣一百两银子 这好事可上哪里去找去 虽然他看许清荣如今过得还不错 但是又有谁会嫌弃银子多呢 什么东西 你想要放在这个院子里 许清荣看了看那边的马车 透过掀开的帘子 能够看见上面有黑沉沉的大箱子 倒是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他这几日忙着这药材的事情 哪里去关注许清荣一家的事情 这些一般都是玉秀操心的 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讲 不过即便是他不知道 对方的险恶用心 但是也没有打算答应他的任何要求 如此也不过是随口问一问罢了 不过是一些别人送的谢礼罢了 许清荣以为他答应了 高兴的嘴角都快要裂到耳朵后面了 干脆留了一个心眼 没把里面的具体情况说出来 不过他也说好了是谢礼 这满大街的 谁不知道他家的谢礼 是二皇子送来的金银珠宝啊 就放在这个院子里 你看这不是巧了吗 我们两家就挨在一起 等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抬回来就是 许清荣怕许清和再出声反对 赶紧招呼这几个儿子 往下面搬箱子 没想到 事情既然是这般顺利 不但是许家的几个男人高兴 就连坐在马车里 跟着过来的许凌芝也十分的激动 真是蠢货 就这样的性子 也不怪上辈子早早的就被人给弄死了 许清和跟崔大舅 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明白了对方眼中的意思 干脆闭上了嘴 谁也没有再说话 只眼睁睁地看着许家的父子几人 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往下面搬箱子 根本就没有阻止的意思 第229章 什么 这不是你家 张大柱几人搬完了马车上面的药材 见到这边有情况 本来还想着过来 也被许清和给使了一个眼神制止住了 他倒是要好好看看 这些人到底是想要耍什么把戏 许清和一直在边上看着 脸上也还带着几分笑意 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 这让许清荣心中大喜过望 那就不麻烦清和兄弟动手了 我们几个直接给搬进去就行 他对着许家的几兄弟 使了一个眼神 准备抬着箱子 就要往院子里进 此时巷子外面 已经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 只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大家的目光 全程都粘在大箱子跟大竹框上面 本来还有人怀疑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之前的那些东西 但是在许清荣不小心地扯下了 那块遮盖的红布 大家看清楚里面的东西 这才把提着的心放回肚子里去 池泽生变 几人生怕许清和会反悔 便也不再多说 闷着头上前 就要越过崔大舅跟许清和两人 把箱子往院子里抬 慢着 拿着你们的东西赶紧滚蛋 要是再敢前进一步 老子打不断你的狗腿 崔大舅都快要被这些人给气笑了 立声呵斥了一句 清和兄弟 大舅哥再亲 也不过是外星人 咱们可是同宗同族的亲兄弟 难道还不比那外星人亲 许清荣心中恼怒 见许清和一直淡淡的 也不帮着自己说句话 便也板下脸来 我们兄弟说话 何时轮得着你一个外人插嘴 说完他好像是还嫌事情不够大 对着那些看热闹的人群喊了一声 大家伙来帮着评评理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还真是 同族兄弟肯定比外加人靠谱 那当然了 毕竟是血脉相连嘛 一群人伸长的脖子往里看 许清荣也在人群中扫视了一眼 突然眼神就是一顿 随后就装作无视人一样的转过头来 看着许清和的目光 那是更加的势在必得 他刚刚在人群中 看见了好几个官家的下人 正虎视眈眈的看着自己 这可不行 今日不管是用什么办法 他一定要把手中的这个麻烦事 推到许清和身上才行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 崔大舅看了看许清荣 那是十分的不耐烦 当初他妹子嫁到老许家 中间好几次被那家人给欺负 都是这个所谓公正的村长出面做的合适老 却每次都偏帮着老许家人 可不是一个好东西 赶紧给我滚 少在这里没事找事 崔大舅性格很是强势 许清荣被他给喷得满脸都是口水 心中气恼不已 当即就把视线转到许清和的方向 你看我也没有用啊 这宅子也不是我家的 我就算是答应了你放进去 人家也不让啊 见许清荣这样一个大男人 还一副委屈的样子 许清和只感觉到很是恶心 转身十分无辜地瘫了瘫手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徐大哥惊叫了一声 话还没有说完就反应了过来 几人面面相去 此时都才想起来一件事情 是啊 人家也确实没有说 这院子是他许清和的呀 做什么呢 都闲着没事干了是不是 就在这时 人群外面响起了一阵呵斥声 大家纷纷让开 就见有一行牙役凶神恶煞地挤了进来 这里之前发生了一起命案 正愁找不到凶手呢 牙役的这话一出 所有看热闹的人都一晃而散地跑开了 几位大哥来得正好 他们 张大柱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荷包 递给带头那人 又给他使了一个眼神 这些人想要擅闯民宅 是不是得带进衙门里关上几天 带头的牙役捏了捏绣口中那沉甸甸的大荷包 又见许清和正在一边微笑着看向自己 立马明白了该怎么做 擅闯民宅不是盗窃就是行凶 那就一起带回衙门里去 这个牙役正是金赵尹姚大人的手下 当初许清和跟姚大人谈笑风生的时候 他可是亲眼见到的 所以此时也不管到底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他先恐吓人家一顿再说吧 我们不是 许清荣想要解释 一时着急 嘴巴张了张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几位大哥误会了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许凌芝在马车里把刚刚那一幕看得十分的清楚 眼看着事情要糟 不顾自己身上还有伤 赶紧挣扎着从马车上爬了下来 全都是误会啊 我们这都是同宗同族的一家人 哪里就算得上是擅闯民宅 再说我们这不是还没有进去 许凌芝前是在京城生活了那么久 对于这些人情事故比其他人自然是明白一些 当即拉着许清荣在一边嘀嘀咕咕 意思是让他也跟着出些银钱 对于牙医们来说 自然是能多拿一些是一些 所以也没有出声阻止 此时那些药材已经全部搬进了院子里 张大柱把院子门也顺便给锁了起来 许清和见此机会 跟那牙医打了一个招呼 就带着人头也不回得扬长而去 等许清荣不情不愿地 从怀里掏出银子来打点玩时 许清和一行人已经出了巷子口 哎 别走啊 许清荣大吉赶紧要跟着过去 就被一个牙医一脚踹倒 当即就磕出了满嘴的鲜血 你 几位大哥 刚刚不是 许凌芝没有想到 这些人如此不守规矩 明明才收了自己的银钱孝敬 这怎么还没有转身 就已经翻脸无情了 少在这里唧唧歪歪 赶紧散了 不要在这里没事找事 牙医哪里愿意跟他们多说 即便许凌芝此时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他也不过是鄙夷的多看了一眼 就朝着旁边呸了一口 骂了声晦气 就带着人也禁止离开了 要说这些牙医来的这样巧合 并不是偶然 之前这些人刚来的时候 许清和就给张大柱使了一个眼神 让他派人去喊牙医过来 这些牙医平日里 本来就在大街小巷的游走巡逻 所以这样跑上一趟 就能搞到一些孝敬前 又有何乱不为呢 第二百三十章 靠人不如靠己 爹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眼看着牙医们也全都走了 紧紧关闭的大门 迟疑着问许清荣 怎么办 回家去 许清荣抹了满脸的鲜血 心中气恼不已 偏偏这几个儿子 一个个的 虽然是都长得五大三粗的 却是什么忙都帮不上 靠人不如靠己 既然是之前的计划失败了 但是已经到了这里 要是再把这些东西 拉回租住的小院子 那岂不是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此时 许凌芝也没有了更好的办法 于是也只得同意了许清荣的法子 几人一通忙活 才总是把东西全都搬进了枫叶巷 最里面的那个院子里 都已经走投无路了 大家也就只得 先克服心中的恐惧 准备先在这里住下来再说 此时 玉秀也已经收到这个消息了 联想到前些日子 许凌芝家发生的那些事情 便也猜测出来 他们那一家人所打的主意 呵呵 好一招祸水东影 借刀杀人呀 只是可惜了 自家老爹憨事憨了些 却在大事上不糊涂 没有给那些人可乘之机 很快 许净和就带着人回来了 这几日他 又要忙着安置药材 又要忙着监督制药 听起来是挺忙的 但是整个人的精神 却比前些天空闲时 要好上许多 父女俩说起今日的事情 许净和的意思 是要找人去好好治一治 许净荣一家的毛病 省得他还把自己 当软包子拿捏 爹 这次他家得了那么多钱财 要是好好地躲起来 过日子也就罢了 偏偏还要想要害人 那就别怪 我们还手了 玉秀知道 自家老爹 无非是让人去找 那家人的麻烦 那样真是有些便宜他们了 如今那些精英之物 已经成了烫手山芋 即便是我们不出手 他们也是保不住的 还不如我们先给拿过来 等到合适的机会 用来做好事 也算是为他们家积德了 他们今日 不是还想要把东西 放进别人院子里吗 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 玉秀决定亲自跑一趟 帮许净之一家人 把问题给解决了 确实盯着他们的人不少 你要去的话 可要当心一点 可不要别人给发现了 玉秀的决定 许清禾当然没有意见 只是叮嘱了闺女几句 这件事就这样敲定了 也是害怕夜长梦多 天才擦黑 玉秀就静悄悄地 来到了许凌之家的院子里 虽然外面是天寒地冻的 但是玉秀进来时 还是感觉到 周围隐藏了许多 若有若无的人意 看来自家老爹所说不错 这些人守在这里 看来也就是想要试试 能不能分得一杯羹 只是可惜了 今日他们注定 是得白忙活一场 许家的院子里 灯火通明 除了有许家的几个人之外 此时还多了十来个 身强力壮的粗壮汉子 这些人身上的衣服 有些破旧 面色也都不是很好 看来应该是 许家临时买回来的下人 就是为了让他们 帮着护卫家里的安危 还是这儿有主意 这下子有了这些人守着 我这心总算是放下来了一些 屋子里 许家的几口人 正围坐在一起 屋子中间摆放着那些大箱子 此时全部被打开了 他们正在细细清点 我早就说 妹妹是家里最聪慧的一个人 以后哥哥们的好日子 就全靠你了 许大哥激动得满脸通红 妈撒着手下的金钉子 脑子里已经开始想象着 以后穿金带银的好生活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自然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大哥说这些做什么 许灵芝的脸上浮起一抹笑意 跟自家老爹和几个哥哥们相比 他的神情就要淡然很多 前世他虽然是嫁进太子府 没过上多少好日子 但是见过的那些好东西 可也真是不少 就这些在富贵人家眼里 都不值一提的金银珠宝 还真是有些入不了他的眼 从而也就能看出来 那人送了这么多扎眼的东西过来 就是存心想要把自家 给推到风口浪尖上去 爹和哥哥们 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那些下人虽然是都有卖身器 但是毕竟是外人 万一有人见钱眼开 为了这些东西铤而走险 那我们岂不是更加的危险 许灵芝自从恢复前世的全部记忆 想问题比之前相比 那是更加的周全 后院那假山 下面不是有个地窖吗 你们赶紧把树木给清点好 也好早些送进去藏起来 许灵芝还有些信不过那些新买的护卫 那这些事情 也就是只有让许家父子几人 亲自去做了 别忘了 最后再把箱子跟竹框给拿出来 至于那些银子 也留一些在外面 一方面是 我们自己也要开销 另外就是 万一真有人敢摸进来 也好把人给应付过去 那好 我们都听你的 等一下留出一些银子 其他的全部都给搬过去藏好 许清荣咬牙 当初刚搬来这个院子的时候 他们就无意中发现了那地窖 看着虽然是不太大 但是放这些东西 那也是足够用了 几人说做就做 为了避人耳目 许清荣还特意出去 把那些护卫给喊过来 说是体谅他们辛苦 让他们去吃些东西 备足了体力 晚上也好 有精力守夜 护卫们本来就是又冷又饿 听见主家这样一说 当然是非常的高兴 还以为是主家体贴他们 感激不已的道谢了一番 才小跑着朝厨房那边跑去 等到人都被打发着离开了 许家父子几人 又是搬又是扛的 忙活的满身大汗 来回跑了好几趟 才总算是把东西 全都安置到了地窖之中 许凌芝虽然是身上还有伤 但是也不放心 把这么大的事情 完全交给几个男人去办 也强撑着身子下地窖里看了 在确认无误之后 这才亲自把地窖门 给牢牢地锁了起来 至于钥匙 则是交给了家中的 最高化石人许清荣来保管着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许凌芝又让几人 把假山外的脚印给处理干净 还别说 这心思还真是挺缜密的 只是可惜了 这些拿去糊弄一下 外人也就罢了 偏偏这会儿 玉秀就站在暗处 把许凌芝一家人的小动作 看得清清楚楚 忍不住地勾唇笑了 第231章 朝着许凌芝扑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夜晚太暗了 玉秀总感觉到 许凌芝跟上次看见时 有些不一样 虽然她的面容 除了苍白了一些 也看不出什么变化来 但是她整个人 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都不像是 那个许家村的小农女了 倒是多了几分 别样的气质 不过玉秀也没有 太放在心上 等到他们离开之后 就立马闪身进了 那所谓的地窖里面 地窖不大 玉秀拿出手电筒 照了一下 果然就是些 明晃晃的金银钉子 除此之外 还有些手势和百件 字画她打开扫了一眼 撇了撇嘴 倒是没有拿走 又放回了地上 画得难看也就罢了 也是分文不值的东西 大手一挥 这些东西就进了 她的空间里面 本来装着金银珠宝的地窖 等到玉秀离开的时候 就只剩下那些 她看不上眼的字画了 可是因为 解决了这件大事 院子里又有护卫 举着火把再来回巡逻 所以 好些天没有睡个完整觉的 许灵芝一家人 此时都回到自己屋子里休息了 玉秀看着那被吹灭了的烛火 不禁有些为那死去的皇室 感觉到可悲 好端端的被人给害了 家里人完全没有当回事 就连尸体都被衙门里 带去一桩先安置了 不说许清荣这个丈夫 就连这几个 从他肚子里生出来的儿女们 也都没有给他守孝的意思 更不要说 想办法讨个公道了 虽然玉秀也非常地讨厌皇室 不过更加看不惯 许灵芝等人的凉薄 于是 干脆又像是上次一样 把他们屋子里 能拿的值钱之物 全给收走了 哼 等你们一觉睡醒 就能再次感觉到惊喜了 玉秀搞完事就直接走了 这些人要是自此安分手 挤过自己的日子也还罢了 他就当时留着他们看看热闹了 万一再不自量力地跑来 招惹自己家 那下次可能就不会 这样轻松地放过他们了 不过玉秀不知道的是 他前脚才离开不久 后脚就有一行人 摸进了许灵芝家里 还别说这些人胆子真大 我竟然都感觉有些毛毛的 怕什么 咱们兄弟做这种事情 这些年什么场面没有见到过 七八个黑影躲在暗处 十分熟练地避开了那些巡逻的护卫 闪身进到了那院之中 说来那些护卫 也不过是随意买来凑数的 哪里懂什么巡逻 本身穿得就很单薄 再加上这夜里本来就很冷 许灵芝一家人 也没有顾得上管他们的事 只想着让人赶紧做事 此时这些人举着火把 在院子里走了几圈 就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了 全部精力都在跟寒冷做斗争 哪里有心思去注意其他情况 那些人进到后院搜罗一番 十分顺利地找到了那些箱子和竹框子 在这里 发财了 快把包袱铺开 先装 几人都没有想到 事情会这样的顺利 心中是十分的惊喜 赶紧小声地招呼着伙伴 几人忙活着 把怀里的包袱皮给铺好 这才轻轻地打开了箱子 怎么回事 东西呢 他娘的 竟然敢耍他爷爷 几人心中的惊喜 转变成了气怒 不甘心地把所有箱子都给打开了 不出意外的是 里面全都是空空如也的 啥也没有 哼哼 看来这家人还是太狡猾了 一个男子咬牙 随手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巧的匕首来 恨声说道 既然人家不想让我们求财 那今日只有见血了 毕竟这家人跟二皇子扯上了一些关系 这些人还真没有打算动手 这些年 他们在京城中也是小偷小摸惯了的 但是说到杀人 还真是有些不敢 看来今日也真是被气得太狠了 护卫是不进后院的 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顾忌 从怀里掏出一把小猪管来 七八个人分开行动 飞快地在各个屋子里寻找着 屋子里的人本来就睡得很沉 此时又被这些人在空气中加了料 所以即便是屋子里的东西 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他们也还是沉沉地昏睡着 啥也不知道 本来还以为那些东西 会被藏到他们的卧房里 不过经过这一番搜寻 几人除了找见一把铜板之外 其余竟然是一个银钉子都没有找到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屋子里只要是能藏银子的地方 就没有他们想不到的 但是 几人寻找了好几遍 就愣是啥也没有翻到 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 领头之人把注意力放在了屋子里 唯一的女人许凌芝的身上 本来她还没有什么邪念 只是想把人给弄醒 然后逼她说出钱财的藏匿之地 哪知道许凌芝因为身上有伤 衣服穿得十分的宽松不说 衣襟还没有系好 那人只不过是推了她几把 许凌芝的衣带就彻底地散开了 露出来里面鲜红的肚兜 和白皙的肌肤 这 几人本来就不是杀正人君子 此时面对着这香艳的场面 哪里还能够忍得住 当即就看得眼都直了 大家互相对视了一眼 全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当即也不顾这次过来 原本只为求财 全都朝着昏睡的许凌芝扑了过去 一大早 齐思远就派了一个随从 给玉秀家送信 让他们今日准备一下 宫里可能会有旨意下来 玉秀虽然只在电视上看过截指 不过多少也明白一些 送走那传信之人 玉秀一家就开始沐浴更衣 张文堂也却安排 截指的香案之类的东西 等到一家人忙活好 上上下下的人都换上了崭新的衣服 这要也先停了下来 只一门心思地等着宫里来人 好在没有让他们等多久 就有一辆马车被护卫着 来到了许家门前 许清禾赶紧带着人迎出门去 大家就见到 除了那些带着刀剑的御林军之外 还有几个白金瘦弱的小太监 马车停了下来 小太监赶紧上前去帮忙掀开车帘子 从上面扶着一个白面无须的老太监下来 玉秀扶着崔氏 站在许清禾身后 偷偷地抬眼看去 不禁愣了一下 第232章 积善之家 原来那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玉秀上次在皇宫里 想要动手的那个新公公 见到许家人已经严阵以待 新公公就知道 他们已经得知了消息 脸色虽然有些不好 却也不敢在这个时候 公然给人使绊子 主要也是皇帝这次对许家的评价很高 又想要借此树立一个榜样起来 新公公作为皇帝的贴身太监 对于皇帝的心思 那是拿捏得稳稳的 在想到 他们能提前做好准备 看样子在宫里也是有人脉的 于是他本来有些阴寒的脸色 也好转了一些勉强 挤出一丝笑意 挂在了脸上 许清禾带着一家老小商去行李 新公公脸下心头的愤怒 乐呵呵地笑了 招手请了圣旨过来 接下来就是正常宣旨流程 虽然有些拗口 但是玉秀仔细听了一下 大概意思就是 表扬了一番 许清禾无私献出火炕方子的一举 说他是京城百姓的表率 不但奖励了金银各两箱子 还赏了一些名贵布料和药材 这些玉秀都没有太放在心上 最重要的是 皇帝还赐了一块匾额 上面龙飞奋舞地刻着几个大字 击扇之驾 据其思远之前送了信过来 也说是因为制作这块牌匾 才耽误了一些功夫 许清禾有些受宠若惊 赶紧带着家人一起谢过龙恩浩荡 就亲自带着人上去 从小太监们的手中接过了牌匾 后面的马车上搬下来好几箱子沉甸甸的贵重物品 不过这些可没有人敢随便打主意 那箱子上面所刻的遇刺几个大字 可不是随意说说的 赏赐虽然不是很贵重 但是对于许清禾这一家人来说 已经是莫大的荣誉了 就连赶着一起过来的崔家几口人 都发自内心地替他们高兴 因为这些人过来时闹出的阵仗不少 所以那些街坊邻居们也都围了过来 不管是否出自真心 反正嘴里都不停地说着恭喜的吉利话 就那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火炕 这些街坊家中也多半都做了 这不用不知道用了下一条 火炕经济实惠又干净 用起来还非常的方便 让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都好过了不少 但是之前谁也不知道 这方子是从许清禾家中出去的 此时经过今日这一宣传 大家也才明白过来 新公公冷眼看着许清禾在人群中左右逢源 一举一动之间都很有派头 在看崔氏虽然照着一件宽大的斗篷 但你也能看出这是一个温婉贤淑的女人 至于许家的女儿玉秀 等到新公公刚刚刚把视线转过来时 就猝不及防地撞进一道似笑非笑的眼神里面 新公公被这眼神看得很是不自在 他给云兰阁的人下了几次单子 前面的两次都被退回去了 后来他也是火了 亲自过去了一趟 除了那些银票 又拿出一件宫廷之物 这才让那徐清接下了订单 没多久就给他送了信过来 说着这单子云兰阁的大老板亲自接了 告诉他这件事情也急不得 等时机成熟之后 一定亲自给自己一个交代 新公公的一家人 新公公心中的愤怒都快要把他给淹没了 从他收到的消息来看 他那大侄子和大哥的出事 肯定就是这一家人的手柄 这也不怪新公公想尽办法 也要取了玉秀一家人的性命 主要是他自己没有子孙后代 就把大侄子当做自己的亲儿子来培养 将来等他出宫的那一日 就可以一养天年了 现在倒好 精心栽培的大侄子被人给害了 就连那几个帮他制药的大师 也被人一起弄死了 许清和不知道新公公的那些内心系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荷包 给过来的小太监们分了 又另外拿出来一个大谢的荷包 单独送给了新公公 实在是不想再多看许清和那灿烂的笑脸 新公公无心在留下 便带着人很快就告辞离开了 哼 就让你们再得意几天吧 即便是身后有高人相护 也不可能不错眼地看着你们 迟早能给人可乘之机 玉秀看着他们一行人慢慢远去 嘴角忍不住勾了勾 这老东西 今日过来最主要的 也是为了要亲眼见见自己 看看有可能杀害他那宝贝大侄子的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许清和已经忙碌着 让人把东西先搬回院子里去 至于那匾额 则是崔家父子几人跟他一起 亲自动手给抬进了前厅放下 他刚刚见到这牌匾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要专门收拾出来一间屋子 把这牌匾给好好的供起来 玉秀则跟崔老太太一起 扶着崔氏回了后院 今日他们准备好好的布置出一间产房来 也就是在后院的厢房里 收拾出来一间套房 里面的那些柜子箱子都被搬了出去 打扫干净了之后 又定制了一张高矮合适的软榻放了进去 玉秀又偷偷地弄了一些消毒水去喷了几遍 像是生产时需要用到的剪刀等物 也全都消毒后仔细地放了起来 再加上平日里一家人的饮食里 也都是加了灵泉水的 所以大家的身体都养得很好 所以玉秀也不是很紧张 夫人 小姐 宁王府二夫人求见 就在玉秀在想 还有没有什么遗忘之处时 小丫头清代拿着一张拜帖 急急忙忙地进来了 快请进来吧 崔氏随手接过那拜帖扫了一眼 就让人赶紧去请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不然这天寒地冻的 二夫人应该不会这样急着上门 她对玉秀解释着说道 虽然相处的次数不多 却也能看得出来 那二夫人为人也还不错 要是能力所及之处 能帮就帮一把吧 先听她怎么说吧 玉秀对二夫人的印象也还不错 自己每次过去看老太太 遇见二夫人 她总会很热情地打招呼 后来自己送了她一颗养颜的药丸 更是让她高兴地不行 连着给自己送了好几套首饰 崔娘子 求您救命 二夫人进来得很快 刚一张嘴 就忍不住哽咽了起来 第二百三十三张 还有救 这是怎么了 快坐下好好说 崔氏不方便去扶她 玉秀便赶紧过去 扶着摇摇欲坠的二夫人 在一边的软椅上坐了下来 乐婉 乐婉出事了 二夫人神色很是焦急 一把握住玉秀的手 眼中的泪就扑素素地掉落了下来 来不及听她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崔氏简单地问了几句 得知许乐婉前些日子不小心摔了一下 当场就有些见红 请了大夫过来诊脉后才发现 她已经是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 当时二夫人接到消息的时候 还专门去找了宁王妃 求她帮忙请了太医过去 帮忙看了一下 确定了大人孩子都无碍 不过因为是动了胎气 所以要好好卧床休养 等到腹中的胎坐稳了 才能起床活动 这样便好 二夫人也放下心来 罗家公子也跑前跑后的 亲自去看着熬药 她便以为是不会再有什么事情了 哪知道今日一大早 许乐婉的贴身丫头就跑回来报信 说是小姐昨晚上流了许多血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现在宁王妃已经带着人先过去了 二夫人在悲痛之中想到了崔氏 这才赶紧跑了过来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过去 听了二夫人这话 崔氏的神情很是凝重 当即就对着外面的几个丫头喊了一声 把需要用到的东西给收拾出来 再让人去准备马车 紫苏几人齐声应道 然后就分开行动 很快就把医药箱给拿着出来了 崔氏要去救人 玉秀当然要全程陪着 此时许清禾也得到了消息 也要跟着一起去 被崔氏给打发了 你就在府里等着吧 咱们是去救人的 又不是去打架的 用不着这么多人 等他们一行人坐着马车来到罗家时 罗家的院子里 进进出出的倒是有不少的人 有二夫人带路 他们十分顺利地进到了许乐丸所住的院子 此时大厅里坐满了罗家的女眷 不管有什么小心思 此时都表现得非常的着急 在看见玉秀几人的时候 大家都站了起来 罗夫人本来还想着跟二夫人说上几句话 不过谁也没有工夫搭理她 崔娘子 这边请 二夫人的目光冰寒 一一扫过那些罗家的女眷 不过没有多说 转身请了崔氏和玉秀经内饰 刚刚在外面时 玉秀就闻到了隐隐约约的血腥味 此时进到里面来 那血腥味道也更加的浓厚了起来 宁王妃坐在许乐丸的床边 邱妈妈正捧着一碗参汤 慢慢地喂着 而床上的许乐丸则是满脸惨白 就连唇绊都是没有丝毫的血色 玉秀看着她的第一眼 就发现她整个人身上 都萦绕着一股浓烈的死气 乐丸 二夫人见到自家闺女这个模样 再也绷不住自己的情绪 眼泪又忍不住落落下来 崔娘子来了就太好了 您快来帮着看看 宁王妃来不及去安抚二夫人 连忙站起身来 把位置给崔氏让了出来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崔氏也没有客气 快步来到床前 伸手把许乐丸的手臂 从被褥下面拿了出来 玉秀赶紧把床前的小圆凳子 往前推了推 扶着崔氏小心地坐了上去 崔婶子 许乐丸虚弱地睁开眼睛 吃力地喊了一声 被崔氏给赶紧阻止了 先别说话 让我把麦看看 许乐丸听话地闭上了嘴巴 只用十分留恋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亲娘二夫人 见到前些时候 还活蹦乱跳的女儿 如今就成了这个样子 二夫人只感觉到 心痛如刀脚 但是此时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她只得先按耐住心中的愤怒 死死地盯着崔氏把麦的动作 幸好来得及时 还有救 崔氏把完麦之后 紧紧皱在一起的眉头 才总算是松开了一些 取银针过来 玉秀赶紧帮忙拿出银针 又在崔氏的指挥下 掀开被� 帮着徐勒丸解开身上的衣物 一番行云流水的行针之后 大家都能明显地感觉到 徐勒丸的呼吸平缓了很多 腹中的胎儿 许氏早就化为了血水 催事有些惋惜 却没有在这个时候说出来 刺激徐勒丸 又检查了一下出血量 已经快速地停了下来 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见到二夫人十分紧张地看着自己 微微地笑了笑 安抚着说道 把心放回肚子里吧 没什么大事 她说着 又给玉秀使了一个眼色 指着桌子上的茶盏说道 她这嘴唇都干得开裂了 你帮着给她喂些热水下去 玉秀瞄懂 邱妈妈还想要带牢 也被她给拒绝了 背对着大家 亲自倒了半碗温水 实际上是对了一些灵泉水进去 这才慢慢地喂进了 许乐婉的嘴巴里 婉儿如何了 我把妇科圣手前大夫给请来了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个嘶哑的男子声音 随着一阵脚步声之后 内饰的帘子被人掀开了 近来一个有些狼狈的青年 玉秀放下碗朝着她望去 就见着男子 大概也就二十不到的年纪 身子看着有些单薄 不过看着还挺高的 五官也十分的俊朗 要不是她此时身上 沾了不少的泥污 发际上也有些树枝杂草 应该也是一个翩翩公子 看来 这就是许乐婉的夫君 罗家的大公子了 见到大家都转头看她 罗大公子随手在身上拍了拍 压低声音问道 婉儿这是睡着了 怎么 死不了你很失望 刚刚听说自家闺女没有什么大碍 二夫人就松了一口 此时见到自家这女婿 心中的愤怒也找到了发泄口 乐婉都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 你还在外面做什么 别跟我说请大夫 难道你们府里上下这一百多个人 就没有人能帮着 去请个大夫不成 她本来看着罗家这小子 是这个靠得住的 这才放心地把小闺女给嫁了过来 哪知道 这人在最关键时候 还这样拎不清 不是这样的 岳母您先息怒 罗大公子有些着急 连忙白手想要解释 钱大夫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请得动的 昨晚上徐乐婉突然就出了许多血 他也还是请了不少的大夫 就连太医院的太医都请了两个过来 不过大家要倒是开了不少 喝下去都没有什么作用 第234章 不能影响了神医门的名声 罗大公子名叫罗俊贤 跟徐乐婉也算是从小就定下亲事 两人相识多年 感情当然是非常的深厚 所以 在太医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罗俊贤并没有放弃 在听说京城有一个 被称为妇科圣手的钱大夫时 便让人赶紧去请 可是不巧的是 钱大夫出诊去了城外 他无法 只得在早上城门刚打开的时候赶着出去 好不容易才把钱大夫给带了回来 钱大夫在外间清洗 马上就进来给乐婉看诊 岳母勿要着急 罗俊贤没有多说自己是费了多少心血 才把钱大夫给请了来 只想着安抚好二夫人 就又风风火火地出去了 屋里的几个女人面面相去 对她的印象倒是稍微好了一些 没多话 一个武士上下的大夫背着手进来了 见到屋子里围着这么多人 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开口说道 屋子里人多不利于病人休养 无关人员就先出去吧 那我们先去外面等着 你在这里看着乐婉 见着大夫进来就想要赶人 二夫人当即就要发火 被宁王妃给按了下来 闺女我们也出去 也好 让这位大夫安心整治 崔氏招呼玉秀 也跟着一起出去 不管如何 只要能把许乐婉的性命保住了 其他都是小事 于是很快 屋子里除了二夫人在里面守着 就只有罗俊贤和钱大夫了 外面的那些女眷们都已经离开了 只剩下罗夫人正坐立不安地 在屋子里躲着步子 见到几人从内室出来 连忙快步迎了过来 崔娘子 乐婉怎么样了 她见到崔氏有些尴尬 事情太过于紧急 罗俊贤去请钱大夫的时候 她也没有想起来去请崔氏 现在两个大夫都在这里 要是性格不好的 可能当场就会发难 俊贤还不知道 今日能把您给请来 所以 见她面色不似作假 崔氏便把许乐婉的情况大致地说了 她没有说许乐婉腹中孩子的事情 罗夫人也没有多问 双手合十地连连念叨了几声 这时才反应了过来 赶紧请几人在软椅上坐了 之前是你给人试针止血的 出乎意料的是 几人刚坐下 小丫头的茶水才刚端上来 那时就快步冲出来一人 站在了崔氏的跟前 是我 怎么 莫非有何不妥 崔氏整理着自己 整理着自己的衣袖 诞生达到 并无不妥 莫非你真是杨神医的弟子 前大夫神色有些复杂 听见崔氏这样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他反倒有些不自在起来 许多话都到了嘴边 想了想又给咽了回去 其实他是有些不好意思 当年他还小 得机会见到了杨神医一面 只是那人说他资质平平 并没有学医的天赋 后来他拜了其他的师父 脑海中始终记得杨神医的那句话 也是为了堵那一口气 这些年他拼了命地学习 如今总算是闯出了一番名堂来 却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会在这个时候遇到杨神医的弟子 因为崔氏是个妇人的缘故 他倒是也不好一直把视线放在人家身上 如假包换 崔氏也没有跟他多说的意思 钱大夫不由得有些丧气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只杨神医的一个弟子 就有这样高超的医术 难道当年他说自己的那句话 并没有其他意思 而是说的实话 钱大夫虽然心中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不得不承认 自己引以为傲的医术 在眼前这个妇人跟前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钱大夫 今日真是辛苦你了 我让人送你回去 这时候 罗俊贤从屋子里出来 目光很快落在崔氏的身上 不过没有说话 而是准备先把钱大夫给送走再说 不管怎么样 之前人家听了他所说的情况 那是二话不说就跟着过来了 虽然没有帮着啥忙 但是也不能就不管人家吧 哪里用得着这样麻烦 我自己回去就行 罗公子留步 钱大夫摆摆手 虽然还有许多话想要问崔氏 不过也知道此时不是好时机 便对着几人拱了拱手 提着药箱便朝着外面走去 罗俊贤对着崔氏几人歉意的一笑 跟着快步出去了 喊来了管家 让他安排马车 好好地把人给送回医馆里面 当然了 虽然人家没帮上啥忙 但是谢礼还是少不了的 今日多谢崔娘子出手相助 刚刚我儿也睁开眼睛了一会儿 情况比昨晚上可是好多了 罗俊贤很快就重新反了回来 恭恭敬敬地对着崔氏长失意厉 神色之间满是感激 就昨晚上许乐婉的那个情况 可把她给吓死了 眼看着心爱的女子 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生命也随着血水在慢慢地流失 谁也不知道 她那时有多么地绝望 可刚刚前大夫 可是仔细把脉检查过了 说是许乐婉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接下来只需要好好休息 养身子就好 见两人都有些讶异 二夫人这才说出 刚刚崔氏 给人失真止血的事情 罗夫人也跟着儿子一起道歉 嘴里感激的话 不要钱一般地说出来 并说等许乐婉好一些了 会让小两口亲自上门去致谢 崔氏跟玉秀倒是不在乎这些 随意地应付了几句 大家又一起去看了看许乐婉 此时许乐婉还在沉沉地睡着 与之前相比 她虽然看着面色还是非常的苍白 但是却退去了那层挥败的死气 罗夫人跟宁王妃一起出去说一些事情 屋子里 此时只有紧紧守在窗前的二夫人和罗俊贤 崔氏想了想 还是把自己的发现给说了出来 她之所以会突然出血不止 那是因为 有人在她的宝胎药里面动了手脚 这样连着喝了好几天 不但是想要打掉她腹中的胎儿 还想要了她的性命 本来崔氏不想掺和到别人的家世里面 但是这人是她整治的 要是幕后黑手不揪出来 说不定后面还会对许乐婉出手 那样岂不是让她白忙活一场 要真是那样 也是影响到了 她这个神异门弟子的名声 第235章 带她回家 此话当真 二夫人那是又惊又怒 她本来以为这件事只是意外罢了 虽然心疼女儿却也对罗家没有什么怨恨 却原来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被人所害 崔氏没有在说什么 只确认地点了点头 把视线投向了罗俊贤 岳母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给我尔一个交代 自从崔氏说出那句话时 她就愣愣地看着床上昏睡的许乐婉 脸色十分的不好看 隔了好半上才咬牙说出一句话来 二夫人本来还想要再骂上几句 不过见到自家女婿这双眼通红的样子 还是选择了闭嘴 罗家是一个大家族 本来就子弟众多 再加上又没有分家 人多了 纷争也自然是多了起来 虽然不好插手别人的家事 不过二夫人也很是心疼自己的闺女 正在纠结之下 宁王妃带着秋妈妈进来了 别看二夫人平日里 看着是很强势的一个人 但是在府里 还是很依赖宁王妃这个长嫂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也总是会跟宁王妃商量着来做 此时见到宁王妃进来 就跟找到了主心谷一样 上前抓住她的衣袖 就把这件事情给说了出来 宁王妃没有闺女 二房的两个闺女 从小就很乖巧可爱 她自然是也当作 自己女儿一般的疼爱 此时一听 当即也是大怒 罗家竟然敢如此 对我们宁王府的人 简直是欺人太甚 亏得刚刚罗夫人 还跟她说了不少的好话 让她劝劝二夫人 别气坏了身子 她本来还以为人家是一片好意 没想到背后 还有这么多故事 我们自己家的闺女自己心疼 秋妈妈 回去叫人 今日我非把罗家 给闹个天翻地覆不可 宁王妃作为当家主母 又是长嫂 如今男人们不在家 她也自觉 自己有为家中 子女们撑腰的责任 当即就大手一挥 催促着秋妈妈回去找人 乖乖 这是要干嫁的节奏呀 玉秀没想到 看着温温柔柔的宁王妃 遇到事情 竟然是这般的豪气 不由得有了几分佩服 这才是世家 清静心血培养出来的女子 难怪能在男人们 都不在家的情况下 秋妈妈这些年跟在宁王妃身边 自然也学了她几分果断 当即也不多话 应声就要往外面走 先等一下 大伯母息怒 这件事 不如我们先商量一下 罗俊贤赶紧站出来阻止 一抬头就见屋子里 所有的女人都瞪着眼看她 包括那跟着催娘子 一起过来的小少女 也满眼愤怒地看着她 罗俊贤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对着几人团团作一 牙笛声音说道 福利关系很是复杂 与其把事情闹僵出去 让人生了防范之心 那还不如先假作不知 她这话也非常的有道理 不过如今徐乐丸 已经被害成这个 凄惨的样子了 不管是二夫人 还是宁王妃 都不愿意再让她 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了 几人又拉扯了几句 最后宁王妃果断拍板 让人把马车垫后一些 我们待了晚先回家里住 等到你们把事情处理好了 再过来接人吧 这次 她不再是跟人商量的语气 而是十分的果决 秋妈妈也毫不迟疑地 就小跑着出去安排了 大嫂 可是乐丸这情况 可能不太方便回去 倒是二夫人有些犹豫 即便是不想承认 但是这也是事实 女人滑胎了 就算是坐小月子 这可是很上不了台面的晦气事情 正常情况下 坐小月子的妇人 连别人的家门都不能进的 更别说是回娘家 去坐小月子了 这要是被人给知道了 还不知道要怎么指指点点呢 如果只是背地里 说几句小话还不要紧 万一再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到族里 其他女子的名声就不好了 有什么不方便呢 宁王妃瞥了这个地媳一眼 见她脸色非常的憔悴 额前还散落下几缕发丝 知道她也是非常的煎熬 与其就不由自主地放软和了一些 我们宁王府的姑娘 不管是嫁去了谁家 都用不着受这个委屈 就算是嫁出去了 这也是他们永远的家 要是族里哪个不长眼的 敢出来叽叽歪歪的 那以后 她家最好不好有啥事 不然可别想她跟着出半分力 二夫人很是感动 她当然也是想要把女儿接回去 好好地帮她调养好身子 不然可是会影响她的一辈子 见宁王妃态度强硬 罗俊贤也没有办法再阻止 只好无奈地同意了下来 准备亲自去查清楚这件事情 争取尽快把幕后之人给揪出来 他们几人在商量事情 崔氏跟玉秀 全程都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在一边静静地听着 这是人家的家事 他们要是再过多地掺和进去 也是给自己找麻烦 邱妈妈的动作很快 不但很快就弄过来一辆宽大的马车 随喜而来的 还有十来个佩戴着常见的侍卫 和一群粗壮的仆妇 在罗家的大部分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邱妈妈已经指挥着人进屋 连着许乐婉身下的被褥一起 给抬到了带来的马车上 马车他们也给厚厚地的 垫了好几层被褥 窗户也遮挡了起来 各方面都考虑得非常周全 争取不让许乐婉吹到半丝冷风 这么大的动静 惹来了罗家满府人的围观 这后院中妇人的事情 罗老爷一个大老爷们 本来也没有多放在心上 如今事情闹大了 他才不得不赶紧跑着过来 总算是在罗家的大门口 拦住了马车 这大家都是亲家 孩子既然嫁到了我们府上 我们一家人 可是把人当亲女儿一般的对待 从来没有亏待过 罗老爷狠狠地瞪了罗夫人一眼 这败家娘们还在那里站着 真要是让人把媳妇给带走了 事情传扬出去 这可让他们罗家的脸面 还往哪里放呀 本来昨日夜里 他们府上四处寻找大夫 就已经惊动了许多人 这亲家不声不响地 再把人给带回去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他们罗家人 磕大席了呢 第236章 裴家小表妹 有什么事情 咱们坐下来好好说 只要亲家夫人提出什么意见 我们罗家即便是想尽办法也要做到 用不着走这一步 罗老爷笑得有些勉强 这一天天的算是个什么事啊 这满府上下 还不够自己操心的 本来贤惠懂事的大儿媳妇 又闹出来妖蛾子 我们好好的姑娘嫁进罗家 这前前后后才多久的时间 如今就差点丢掉性命 要是再留在这里 指不定哪日 就被人给偷偷摸摸的害了呢 二夫人那满心的愤怒 总算是找到了发泄口 当即便跳出来 指着罗老爷就是一顿臭骂 谁家的孩子谁心疼 我这个做娘的 想要把人给接回去住几天 你们还有一件不成 罗老爷一向秉承 偏偏君子的作风 哪里是二夫人的对手 此时被人给指着鼻子骂 也被气得不轻 没人说有意见 但是许事嫁进我们罗家 就是罗家的媳妇 他还想要说声是罗家的人 死是罗家的鬼 就被罗俊贤给赶紧阻止住了 爹 快别说了 眼看着事情又要闹大 罗俊贤赶紧把罗老爷给扯到一边 小声地劝慰了几句 有人想要害许乐婉的事情 他没有说出来 只是说 人家母亲心疼孩子 带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也好 等到许乐婉身体好上一些了 他再去把人给接回来就是 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在大门口拉扯 玉秀扶着崔氏站在旁边 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罗家的那一群人 上次在宁王府见到的 那罗家大小姐罗诗亚没有露面 倒是罗家另外的三个叔叔小姐 倒是挤在人群后面看热闹 除了那三个姑娘之外 玉秀还发现 罗二小姐旁边站着另外一个姑娘 长着一张精致的瓜子小脸 肤色白净 身姿修长 即便是在这样寒冷的季节 她好像也不觉得会冷 穿着很湿单薄 更是给她身上添加了几分楚楚可怜的意味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玉秀在第一眼看见她时 就皱了皱眉头 那姑娘看着 好似特别的紧张 一双小手紧紧地抓着罗二小姐的胳膊 眼神之中却带着些害怕 又隐隐有着些兴奋的样子 眼睛始终盯在许乐晚乘坐的马车上面 罗二小姐好像是在安抚她 还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那个姑娘的后背 再看罗三小姐和罗四小姐 两人就是纯粹的幸灾乐祸 不过也不敢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表露出来 只凑在一起低声讨论着什么 那位姑娘是谁 怎么上次没有过来参加宁王府的赏花宴 正好秋妈妈就站在旁边 玉秀便问了她一声 秋妈妈顺着玉秀的视线看过去 也跟着皱了皱眉头 压低声音说道 这人奴婢也没有见到过 等一下我来找人问问 秋妈妈办事倒也很快 她去找的不是别人 而是许乐晚带过来的陪家丫鬟 也是今日跑回宁王府送信的人 那是柳姨娘的娘家侄女裴之秋 也就是罗二小姐的表姐 这些年时不时地就会来罗家 小住一段时日生活用度 都是照着罗家几个输出小姐的标准来的 姨娘的侄女 那就是说 这个裴之秋跟罗家的男人们 都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了 玉秀撇了撇嘴 没有在说什么 虽然是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仅凭着前世看过的那些电视剧 她心中就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就许乐晚出世 有很大的可能会跟着裴之秋相关 她打算先静观其变 这个罗俊贤给人的感觉还挺靠谱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本事 为自己的妻儿讨个公道了 这一会儿的功夫 罗老爷已经被二夫人给喷得体无顽肤 虽然十分的不情愿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得无奈地答应了宁王府的要求 于是 罗家的人只得眼巴巴地站在门口 看着宁王府的一行人 带着许乐晚扬长而去 罗老爷十分不满罗夫人的不作为 当着满府人的面 找了个理由 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这婆娘平日里不是很彪悍吗 这怎么而媳妇都被人给带回娘家了 她竟然是一个屁都不放 罗老爷一个大老爷们 如果是这个当家夫人你做不好 那就换人来做 罗夫人始终面无表情地不说话 罗老爷也拿他没有办法 最后只得丢下一句狠话 就甩着袖子离开了 其实她是不知道 罗夫人也隐隐察觉到 有人在背后搞事情 便想着宁王府先把许乐晚给带回去照顾几天也好 最近她的宝贝闺女罗诗亚 莫名其妙地感染了风寒 大夫倒是请了不少 要汤子也一碗碗地喝了下去 但是罗诗亚的病情却还是在反复发作 所以 罗夫人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自己的女儿身上 以己及人 那许乐晚要是真的有个什么好歹 二夫人 这个做娘的又会如何作响呢 眼看着宁王府的人都走的人影都看不见了 罗夫人也准备再去看看罗诗亚 至于罗老爷所说 那什么换的当家主母的话 他也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换 可不是他说换就能换的 再说了 是换他那柔柔弱弱的柳姨娘 还是换那只会风花雪月 吟诗作画的荣姨娘 亦或是说 他想要把这管家之权 交到二房 或者是三房人的手里 罗夫人有些不屑地撇了撇嘴 他嫁进罗家几十年 不但是给罗家生下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还伺候走了公爹和婆母 罗老爷想要动他 也没有那样容易 这边罗俊贤为了早日 把幕后黑手给揪出来 已经下去紧锣密鼓地安排了起来 崔氏和玉秀 也跟着宁王妃几人一起 去了宁王府 徐乐晚被抬着送到了 他出嫁前所住的院子 之前邱妈妈已经提前做了安排 此时屋子里已经被轰得暖融融了 床上的被褥之物也全都换上了新的 徐乐晚在中途醒过来了一会儿 崔氏又帮他整了一次脉 也完全放下心来 开了一个药方 让人赶紧去抓药回来熬煮 这几副药喝完再休养几日 他就能下地行走了 你们放心 他只要好好养着 对以后的子嗣并无什么影响 第二百三十七章 许凌芝旧游自取 二夫人最担心的 当然还是徐乐晚以后的生育问题 此时崔氏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 他也就彻底地放心下来 本来这件事 大家都不打算告诉老王妃 没想到这老太太 如今身体好了 在府里也是耳目众多 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带着人来到了徐乐晚的院子里 宁王妃看着门前 冷着脸不说话的老王妃 忍不住脸色也变了变 这老太太最是守规矩 也不知道会不会对这件事 有什么说法 乐晚怎么样了 老王妃把屋子里的众人 都看得低下头去 才叹了一口气 轻轻地走到徐乐晚的床前 徐乐晚刚刚才醒过来一会儿 二夫人给他为了一碗要下肚 因为身子虚弱 现在又紧闭着眼睛睡了过去 他的脸色 虽然比之前在罗家的时候好转了一些 但是此时看在老王妃的眼里 那也是十分的苍白 就连唇瓣都是没有半点血色 让他好好休息 我们去外面再说 老王妃伸手抚摸了一下徐乐晚的小脸 把大家都给带了出去 这看来 宁王府的这些人 是要商量怎么处理这件事了 崔氏笑了笑 赶紧上前 压低声音把徐乐晚的情况说了一遍 又留下一张药方 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你们只管派人来喊一声 就是了 我们也出来许久了 这就先回去了 崔氏是有那个自知之明的 不说以后怎么样 只说现在 老王妃虽然是把他当做自己人看待 但是宁王府的其他人眼里 他和玉秀这母女俩 可是妥妥的外人 要是再留下来 听人商量事情 那就有些不懂事了 老王妃也想到了这点 拍了拍崔氏的手 眼中满是感激 今日多亏有你 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 我让人先送你回去 这些自然是不用他一个老太太操心 宁王妃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玉秀就扶着崔氏 坐上马车归家了 这天天过着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好日子 许久都没有做什么事情了 这冷不丁的走动一下 还真的是有些疲累 马车上 崔氏扶着自己的大肚子 十分的无奈 还别说 有下人伺候的日子 还真不错 他现在都不敢回想 以往在许家村的时候 他是怎么一日日熬过来的 娘 累了咱就歇着 花那么多银钱买回的下人 不就是留着使唤的吗 玉秀依偎过去 把头靠在崔氏的胳膊上 听着他那均匀的心跳声 心中十分的安稳 他虽然在前世 是接受全民平等的思想 但是这里可是封建社会 那些丫头婆子们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也都是自愿卖身为奴的 他作为主家 使唤人干活 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不然他的银子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吃饱了闲的 把人给买回来当姐妹啊 能够不可待那些人 给人按时发放月钱 他就能算是一个好主家了 玉秀今日陪着在罗家折腾了一天 也没有顾得上去 看许凌芝那边的反应 他也是没有想到 就因为他收走了 许凌芝家的贵重物品 那些人在铺了个空之后 把主意打到了许凌芝的身上 不过 即便是玉秀后来知道了这件事 也丝毫没有感觉到 自己有什么错 要不是许凌芝自己非要作妖 好死不死的 要把主意打到许清禾的身上来 玉秀暂时还不会去搭理他们 如今这般 也就他自作自受 就由自取罢了 不过许凌芝可不是这个想法 他在半夜就被那些人 给折腾的醒了过来 起先还以为是在做噩梦 但是身上的剧痛 却在提醒着他 这一切都是真实在发生着 这小娘妈可算是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正好 不然像条死鱼一样 哪有什么乐趣 你们先别急着快活 赶紧问他 哪些东西到底藏在哪里 一群男人正忙活着 看着身下的许凌芝 挣扎着睁开了眼睛 怕他喊叫 把人给招了过来 随手就拿起旁边的一个什么东西 给塞进了他的嘴巴了 嗯嗯 许凌芝不停地摇着头 想要挣脱开来 在明白自己身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 他的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完了 他以后彻底都完了 临睡前 他还在心里为自己谋划将来 好不容易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他一定要利用这些记忆 好好给自己一家谋取利益才行 对于女人来说 当然首先是要嫁个好男人 前世他的死跟齐思玉脱不了关系 如今既然太子齐思远还活着 又是堂堂正正的皇位继承人 许凌芝便把主意给打到了他的身上 只有那样做 他才能有那个资本 去收拾齐思玉 至于太子齐思远 能不能看得上他一个农女 许凌芝是完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要知道 他虽然不懂什么朝廷大事 但是前世的许多事情 他都是还记得的 比如即将到来的血灾 还有边关的那场暴动 但是眼前的这些人打破了他的一切幻想 他都成了这个样子了 别说人家是堂堂太子 即便是随便找个普通男人 人家都不会再想着娶他进门了 许凌芝心中崩溃 眼泪像是开了闸的水龙头一样 手脚更是开始疯狂地挣扎起来 这一番折腾之下 当即就把压在他身上的一个瘦弱男子 给踹下了床 有喝 还蛮有劲儿 男人揉着后背 从地上爬了起来 屋里正在休息的其他人见状 都忍不住低声地笑了起来 瘦弱男人 有些自觉被一个女人给踹下床不体面 心中有些羞恼 想了想找到自己的衣服 在里面一顿翻找之后 摸出一个手指大小的药瓶子来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搞到的好东西 今儿就便宜这个贱人了 其他人一听也都来了兴趣 纷纷围拢过来 起哄着让他赶紧给人喂下去 于是之后的几个时辰 许凌芝就完全不知道 自己是在做什么了 等到他全身酸痛地再次醒过来时 已经到了半晌午了 第238章 许凌芝黑化 此时他的屋子里 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腥骚味道 不管是床榻上还是地板上 都乱七八糟地扔着他的各种衣物 香笼和衣柜都被打开了 里面的东西也都被丢得满地都是 被那些人给踩踏的一片狼藉 本来精心布置出来的女子闺房 就这样成了那些人的寻欢之所 许凌芝用着被褥靠坐在床头 双眼无神地注视着那扇半开的房门 那些畜生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许凌芝只知道到了最后面 她被折腾得晕死了过去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其实在昨天晚上之前 许凌芝也想了很多可能 她想到了有人会在半夜偷偷进来 拿走她留下来的那些钱财 也想到了万一那些人惊动了新来的护卫 双方会来上一顿厮杀 就是没有想到 昨天她花了大价钱 买回来那么多护卫 竟然是一点用场都没有派上 也不知道那些人在她身上发泄了多少次 反正许凌芝此时全身上下 就没有一处不痛的 除了之前摔断的胳膊 又被弄变形了 身上其他地方 也被人撕咬了好几处伤口 此时外面还是一片安静 许凌芝挣扎了好几下 想要先起身收拾一下自己 再把伤口给包扎起来 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总算是站了起来 先把半开的房间门给关上 又在地板上 随意地挑剪了几件宽松的衣物穿上 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跑动的脚步声 随之而来的是 许大哥那惊慌失措的呼喊声 妹妹妹妹 听见这声音 许凌芝大吉 立马踉枪了好几步上前 用后背靠在门板上 此时屋子里一片狼藉 要是大哥突然闯进来 肯定会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还没有想好 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妹妹 昨晚上府里又进贼了 好在许大哥只是站在门口发牢骚 并没有打算推开自己房门的意思 我们屋子里 全都被翻得乱七八糟 散碎银子都不见了 现在爹和你二哥 他们去看那些箱子还在不在 你这边没啥事吧 许大哥只顾怨恨那可恶的小贼 根本就没有在意 自家妹子门前那一行凌乱的大脚印 大哥 许凌芝一张嘴 就感觉到喉咙里一阵针扎般的刺痛 声音也嘶哑的厉害 我昨日里见了些风 可能是染了风寒 想要休息一会儿 有什么事情 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 许凌芝现在只想要一个人好好地待着 至于那些银子也好 小贼也好 他统统都不想再管 许大哥在门外 听着自家妹子那嘶哑难听的声音 当即也是愣了愣 倒是也没有多想 随意地关心了几句 也没有说去帮着请个大夫啥的 就扭头又走了 今日温度又降低了一些 外面飘飘洋洋的又开始下雪了 许清荣面色十分地难看 今天他睁开眼睛 就发现屋子里非常的不对劲 不但屋子门敞开着 就连屋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动了一遍 他本来压在枕头下面的那个荷包 也早就被人给摸了去 他当时就感觉到气血一阵阵地上涌 在听说几个儿子的屋里也被翻过了之后 他的整个心都已经沉到了谷底 完了 这是府里又进贼了 过去打开之前放着箱子的屋子 发现里面的银子果然是已经不见了 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此时许大哥跑回来 说许凌芝感染了风寒 他也没有心思多问一句 紧赶慢赶地跑到假山附近 发现昨晚上被他们扫平的积血 此时还是完完整整的 上面就连半个脚印都没有 看来那些人拿了外面的银子就走了 根本就没有找到这里来 他之所以这样笃定 是因为昨晚上扫雪的时候 他特意地留了一个小心眼 用树枝在重要的地方做了几个记号 那些记号现在还好好的 除了上面刚刚才覆盖上去 那薄薄的一层雪花 其他都跟昨晚上一般无二 许清荣黑沉了好半天的脸色 总算是缓和了一些 只要这地窖里的东西保住就好 即便是损失了外面的一些钱财 但是总算是把最重要的东西给留了下来 只要这些东西还在 他们许家就还有翻身之日 为了掩人耳目 许清荣几人 也没有打算去地窖里面看个究竟 就回到了钱院 那十来个护卫 早就回到下人房去睡觉了 因为之前许清荣也是跟他们说好了的 晚上他们四处巡逻守夜 天亮后就可以回去休息 府里其他事情 暂时都不需要他们去做 府里都被贼人给翻了个底朝天了 这些人此时还在蒙头大睡 这把本来就气不顺的许清荣父子几人 快要给气死了 哐哐哐 房间门被许大哥几人给击脚踹开 屋里还睡得迷迷糊糊的护卫们 全都被惊醒了过来 亏得我花了大价钱 把你们给买回来 一个个长得那是牛高马大的 连个院子都守不好 本来就是些买回来的下人 许清荣哪里会跟他们客气 当即就把人给罚跪在院子里 然后指着他们的鼻子 就是一顿臭骂 等到许凌芝 披着一个宽大的斗篷走出来 就见那些买回来的人 一个个兜洞的瑟瑟发抖了 大片大片的雪花 从天空中飘落下来 没多一会儿 就在这些人的身上 盖上了薄薄的一层雪花 许凌芝紧紧地咬住自己的唇瓣 直到感觉到 嘴里涌出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道 他才缓了缓开口 爹 跟他们生什么气 既然是不会做事 那不如再给卖出去 就是了 斗篷的帽檐十分地宽大 把许凌芝的小脸 给遮挡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一双 充满了红血丝的眼睛 这要是平日里 下人们犯错 也不是什么大事 该打就打 该罚就罚 但是这次可不一样 许凌芝吃了这么大的亏 哪里能轻易地饶过他们 不但要把这些人给卖出去 还要卖到最苦最累的地方去 就像是上次许家村人 被卖去的那个地方 就很不错 第239章 女子名誉大于天 许凌芝其实不知道 他爹把那些人具体卖到了哪里 只是听许清荣随口提了一句 说是这些人 只要是进了那个地方 那一辈子 就别想再有出来的时候 那买回来的下人 连个院子都守不住 不卖出去 还留着他们在家当祖宗啊 都卖掉吗 许清荣没想到 闺女要把刚买回来的下人再卖出去 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妹妹 留着这些人在家里 好歹还能吓唬一下 许大哥上前一步 刚想再劝 突然心中一突 一股寒气莫名其妙地涌了上来 妹妹 他摸了一下自己手臂上的鸡皮疙瘩 一抬头 就见许凌芝正瞪着一双血红的毛子 像是要吃人一般地怒视着自己 呵呵 就这些无用之人 留着除了给自己添堵 浪费粮食之外 还想能够吓唬谁 你 你这是 顶着自家妹妹 这快要喷火的目光 许大哥 念诺了几下 再也说不出话来 有什么事情 进屋里去再说吧 见自家闺女这个样子 许清荣只感觉到 头皮一阵阵地发麻 心知不好 连忙低声呵斥了一句 就带头往前厅走去 许大哥几人都闭上嘴 不敢再说话 默默地跟着许清荣的后面进屋 你们几个先出去 我有话单独跟爹说 许凌芝站在门口 还是用那嘶哑的嗓音说道 不过却没有半分商量的口气 完全就是命令 许清荣皱眉 她虽然看中许凌芝几分 但是在她的心里 儿子们才是这个家里的主心骨 即便是许凌芝这个 能够给家中带来利益的闺女 也是不能越过了儿子们去 那妹妹来这边坐 我们出去 出去 还是许二哥心思活络 当即就让出了自己的位子来 本来还想要来扶着许凌芝坐下的 但是她的手刚伸过去 就被许凌芝给快速地避开了 我这胳膊又伤着了 二哥 先去给我请个大夫回来包扎一下吧 眼看着许家几个凶的走了出去 许凌芝突然出声说了一句 没办法 她的胳膊实在是疼得厉害 要是再不治疗 估计就要彻底地废了 兄弟几人看着许清荣 在得到她点头同意之后 才关上门出去了 昨天不是包扎好了吗 这是怎么了 许清荣心中不满 却还是按耐住自己的性子 放平了语气问道 她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就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亮呛了好几下之后 才又颓然地坐了回去 只见许凌芝那露在外面的脖子 跟手臂处 全都布满了轻轻子子的痕迹 许清荣作为一个成年男人 自然是知道 女儿身上发生过什么事 是 是谁 许清荣别开视线 不敢去看许凌芝敞开的斗篷 颤抖着声音问道 虽然她这样问了 但是心中也有一个大概的答案 昨夜里复里进贼了 然后不但是偷走了他们那么多东西 还玷污了许凌芝的身子 是谁爹不是心中也有数吗 有何必多问 许凌芝苦笑了一声 强忍住胳膊上的剧痛 勉强把斗篷给拢了起来 妇女俩相对无言好伴赏 许清荣想说一些安抚的话 还想劝许凌芝要想开一些 嘴巴张张合合好一会儿 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也是到了这个时候 她才有些傲慢 要是皇室还活着就好了 她是孩子的亲娘 遇到这种事情 做娘的 当然比她这个做爹的要好说话一些 至于说报官什么的 许清荣跟许凌芝 那是想都没有想过 要是没有许凌芝的事情 许清荣可能还会考虑一下去报官 即便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也要试试看看 能不能把那些丢失的银钱寻找回来 但是此时 她是彻底的泄了那个念头 自古以来 女子的名誉那是大于天的 这件事情 真要是闹僵出去 不但是许凌芝以后 别想再嫁出去 就是许家的几个儿子 都别想那么容易讨着媳妇 以后他们家人只要是一出门 接放邻居 就会跟在后面 指指点点地嘲笑辱骂 那他们 想要再过清静日子 估计也只有离开京城 去往一个 谁也不认识他们的地方居住了 可是他们家付出了那么多 才来到大元朝最繁华的地方 天子脚下 传说中一弯腰 就能捡到黄金的地方 要让他们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 许清荣又怎么甘心呢 说来她和许凌芝 不愧是妇女俩 他们的思维想法 都是惊人的一致 此时两人只不过对视了一眼 就明白了对方眼里 要吃了这个哑巴亏的意思 爹 妹妹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许二哥小声的喊叫 许凌芝皱眉 难道那大夫来得如此之快 门被从外面推开了 露出许二哥 那有些善善的面孔来 爹 那个 我们身上一文银钱都没有了 京城里的大夫 都跟许家村的乡下郎中不一样 要是不拿着银钱上门 人家大夫哪里会顺便跟你出诊呀 刚刚他们几兄弟 已经在各自的屋子里翻找了好几遍 就愣是没有找到一枚铜板出来 也是辛苦 那可恶的小贼了 竟然把他们家搜刮得那般干净 几人忍不住一阵骤骂 但是也无济于事 没有银钱 谁也不敢出去请大夫 听了儿子的话 许清荣本来就不好看的脸色 更是一阵子障 只感觉心中有一股火焰 在五脏六腑之间不停地冲撞翻腾 如今府里已经没有银钱了 不如 许清荣强压住心中的憋屈 看了一眼许凌芝问道 不如什么 自然是不如把地窖里的那些银钱 给拿出来一些 先用着了 许凌芝也有了要动用地窖里银子的意思 当即就点了头 让几个哥哥们先过去 把银子给抬上来一箱子 他都已经打算好了 就这个院子 是说破大天去 也不能再住了 不如趁着雪还没有下大 他们先出去 重新买个小些的院子搬走 至于这个伤心之地 就顺便寻个衙人 给一并卖出去算了 许凌芝此事有些后悔 早知道如此 之前就不会那样急急忙忙地 让许大哥去把那租住的小院子给退掉了 我们也过去看看 别让那几个臭小子拿出来多了 许清荣站起身来 那么重要的事情 他当然要亲自去盯着才行 第240章 地窖里的东西都没了 父女俩走出房门 就见那十来个护卫 已经快成雪人了 此时都东倒西歪 快要坚持不住的样子 老爷 小姐 就饶了 我们这一次吧 我们昨夜里真的一次都没有偷懒 老爷 饶命啊 求求你 见到他们出来 那些下人都开始挣扎着要爬过来 嘴里还在一个劲儿地求饶 许清荣无动于衷 这些人犯下如此大错 不打死他们都是 自己这个做主子的人词 爹 先让他们回去吧 总不能真把人给冻死 许凌芝咬牙 强忍住心中的万般怨恨 还是先帮着劝解了一句 他可不是什么好心 真为这些人好 而是怕这么多人 真多冻死在这里 不但是一文钱都卖不到了不说 还会连累到这个院子也不好卖 本来这短短几天时间 就一下子死掉两个人了 万一在冻死时来的大男人 即便是牵了卖身器的下人 那估计也会引起轰动 既然小姐帮你们求情 那就先回去吧 许清荣摆摆手 他还真没有想把人给真的冻死 不过是想出一口心中的怒气罢了 多谢小姐 多谢老爷 一群人颤抖着快要冻僵的双腿 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 慢慢地往下人房里挪过去 许清荣和许凌芝没有再看他们 刚转过后院的拐角处 就听见后院里传来一阵凄惨的吼叫声 是你大哥他们 许清荣心中一惊 当下也不管许凌芝怎么样了 迈着大步就飞快地朝着后院中冲了过去 爹 没了 没了 许二哥已经亮亮呛呛地冲了出来 一边跑还一边喊 那眼神之中满是惊恐之色 站住 好好说 什么没了 你说什么没了 许清荣只感觉到 心脏被人狠狠地捏了一把 让他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他揪住许二哥的衣精 脸色慢慢地变得猙獰起来 是银子 不是 是地窖 许二哥快要被自家亲爹爹勒死了 挣扎了好一会儿 才说出一句话来 没了 地窖里面的东西都没了 自己的猜测成了针 许清荣再也承受不住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 心脏一阵狂跳之后 手慢慢地松开了 爹 你怎么了 当到许凌芝慢吞吞地 挪动着酸疼的身子过来时 就见许清荣 已经仰面朝天地躺在了地上 许二哥正抱着他的上半身 在那里不停地呼喊着摇晃着 爹 快醒醒 您可不能吓我们呀 爹 快掐他人中 这里太冷 先抱到屋子里 去再说吧 许家的另外几个哥哥 听见声音都跑了过来 几人一番忙活 才总算是 把许清荣给抬进了屋子里面去 就这样面无表情地看着 心中却是十分的绝望 为什么会这样 刚刚几个哥哥的喊叫声 他听得清清楚楚 地窖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 难道老天爷还觉得 他上辈子过得不够凄惨 非要让他重活一次 就是为了过如今 这生不如死的日子 许凌芝的一双眼睛变得血红 他不甘心 不甘心哪 他不但是要活着 还要好好的活着 让那些想要害他的人好好看看 他许凌芝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打倒的女人 屋子里许清荣已经缓缓地醒了过来 看着凑在跟前的几个儿子 颤抖着嘴唇好一会儿 就又晕死了过去 许凌芝没有去管屋子里的混乱 也没有去听哥哥们那惊慌失措的喊叫声 他慢慢地走向假山 下到了之前的地窖里面 许家兄弟拎下来的油灯就放在地上 所以地窖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也是一目了然的 本来看着丢在地上的字画 他还有那么一瞬间的欣喜 以为是天无绝人之路 可能是盗窃之人 只认识金银珠宝 至于这些字画 就当作不值钱的东西给丢了 不过这个想法 也不过是维持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在他吃力地 把地上多有的字画 都翻看了一个遍的时候 玄折的心终于是彻底地死了 呵呵 原来这些东西 都是拿来糊弄人的赝品 即便是假货 都没有多用几分心思的那种 面对着空空如也的地窖 许凌芝想哭又想笑 他现在已经有些搞不清楚了 他辛辛苦苦地折腾这一遭 到最后 不但是什么好处都没有落下 反而还失去了 自己最为珍贵的东西 许凌芝此时还在为这些事情头疼 却没有想过 要不是他们闹到官家门前去 他娘皇室 如今该是也活得好好的 许凌芝家的这个烂摊子 最后在许清荣昏睡不醒 许凌芝便做了主 让许大哥去请了牙人回来 这次不但是把财买回来的那些下人 又卖了出去 就连这个大宅院也一并卖掉 他们家一直有人在进进出出 很快就有那看热闹的人围了过来 在得知他们家得来的那些钱财 又都被偷了之后 许多人都忍不住震惊 你们曝光了没有 贼人胆子还真大 我们住得这么近 昨儿夜里啥都没有听见 大家指指点点地讨论着 有人心中质疑他们做戏 有人嚷嚷着 让赶紧去曝光 还有人始终是一言不发 就在那里默默地看着这边的院子 许凌芝看着那些人 又忍不住把身上的斗篷拢得更紧了 昨晚上那些人 一定就躲在这些人的后面 正在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反应 刚刚许清荣再次晕倒 许大哥就要主张去报关 之前赞成不去报关 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地窖里的大部分东西都还在 如今他们家被人偷了的金光 都已经啥都不剩了 当然是想要报关试试 要是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给他们找回来呢 不过这件事 许大哥说了也不算 许凌芝坚决反对 最后没有办法 大家只有听这个妹妹的安排 好在之前那些人买回来都不便宜 因为都是五大三粗的大男人 所以当时的价格是30两银子 一共15人花了450两